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播音 西笑颜 蓝山梦 作者 水间彻 第674集 他从床上起来 把外套脱了 抬头就见秦帆正去开暖气 现在不过是晚一点睡 等行动以后 风餐露宿都是很正常的 到时候你打算怎么办啊 四皇换上拖鞋去卫生间 秦帆跟过来 到时候再说吧 现在有条件就相过好点 他打开热水器 看了看时间 今天别洗澡了 随便洗一洗就失效 哦 四皇没什么意见 反正是达冬天 今天没有做什么出汗的剧烈运动 两人洗好了后 就一起躺在床上 四皇看着 静在眼前的秦帆 伸手摸着他的眉眼 突然说 你把我坑惨了 秦帆被他摸得有点痒 伸手把他乱动的手握住 我还要坑你后半辈子 所以别想这些注定的事了 睡觉 四皇闻言 不由得一愣 没想到 秦帆会这么无赖 一时间 笑得止不住 低头 就看到秦帆 警告 又温柔到不行的目光 他点头说 嗯 知道了 隔日起来的时候 就是忙碌的一天 即将出发的四皇 却在队伍里 带来了意外的两个人 裴子文和冯曼珠 携手过来 裴子文谬无表情地说 你乱来没人管得住 人就只能陪着你乱来了 我是搞生物研究的 不过医学水平也不错 以前也跟秦帆 一起做过军医 现在不过是在做一回而已 你非要跟着秦燕一起走 那就明白 我为什么也要跟着了 而且 我也是特殊血脉 也该是时候 尽分力了 裴子文听见她的话 眼神里闪过一抹喜意 不过 还是用不赞同的语气 对冯曼珠说 你的能力 能尽什么力啊 有跟没有一样 还不如在京城里待着 冯曼珠风情万种地说 我再可以让你安心 还能让你高兴 还能提高你的做事效力 怎么没有作用 裴子文脸更红了 四皇看得出奇 心想 这世上能让裴子文脸红的 也只有冯曼珠了 两人看样子 是心意已决 根本不给四皇 劝说的机会 直接就上了飞机 在飞机起飞的前一分钟 四皇就发了微博 四皇 微 踏上拯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 图片 图片中的四皇 身穿作战服 对着镜头放肆的微笑 一头长发 早在来的时候 就已经一刀斩断了 柔顺的黑发 并没有刻意的剪发型 也不显得凌乱 露出一张白净的脸庞 面向阳光 看起来毫无瑕疵 这一刻的她 就像是一株 勃勃生气的白羊 昂扬放肆的生长 面向阳光 心也有阳光 不见半点阴霾 如果 这就是军人的形象的话 那无论什么年纪段的人 都将为之动容 这一刻 他们看到的 不是单纯的那张完美脸庞 那帅气迷人的笑容 更多的是 这张笑脸背后 所蕴含的意义 她身上的作战符 她背后背景里 所站着的军人 还有那一架军用机 陛下说 她踏上了 拯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 粉丝们震惊了 迷茫了 担忧害怕 也有不敢相信 是他们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真的是那个意思吗 陛下 你要去哪里 天哪 求陛下不要走 我不信 这不是真的 陛下留下来啊 这不是拍电影 炒作的吧 如果真的是要出战 就算我不懂 也知道 那肯定是机密 那能被随便放出来 楼上去使 陛下还需要什么 操作 陛下已经 明满天下了 好吗 根本不需要操作 网络上 已经炒成了一片 在斯黄的微博下面 疯狂评论 发现得不到 斯黄的回复后 就有人 去以西 和所有认识斯黄的人 微博下面评论 希望 能得到个准确的答案 也想他们 能够把斯黄劝住 这样的动静 想小都不行 没多久 就人静皆知了 尚层们知道 斯黄竟然把 这么重要的出动消息 发了出去 也是震惊得不行 结果 还没有决定 怎么惩罚斯黄 就被金老海回来了 他老人家说 现在还有什么瞒得住 随他吧 这孩子心里有自己的想法 金老发话了 再加上 还有个情家 在给斯黄撑腰 窦文青 以及一群 归来的年轻人们 也摆明着 站在斯黄那边 这事儿呀 就这样平息下来 大家心里想着 斯黄做出 超乎常理的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最后的结果 都是好的 希望这一次 也是这样吧 另一边 雨昕在微博 发了一条动态 算是回复了 广大民众们的疑问 雨昕 威 祝你成功 爱的斯黄威 一路顺风 这是变相承认了 斯黄说的话 以及其余了 广大民众们答案 民众们一瞬间失声 不知道多少人 坐在电脑前 或者看着自己的手机 沉默着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打什么字好 换作是别的军人 发出这样的消息 他们或许会感叹 会议论 感触却不会太深 因为他们之间 互相不熟悉 人也有种习惯性的心理 觉得作为军人 本质就该是去上战场 保护普通市民的 只是现在 去冒险的是斯黄呢 是他们看了整整四年 看着对方的作品 对方的动态 听着对方的歌的偶像巨星 一个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 他们熟悉他 了解他 最重要的是 他们爱他 或崇拜 或羡慕 或嫉妒 或敬慧 或把他当成心目中的 最佳情人 这样一个看起来 很遥远 又似乎很近的一个爱人 经历了这么多 竟然踏上了上战场的路 炒作吗 需要吗 拿自己的命去冒险的炒作 别开玩笑了 他已经够成功了 他的名气 他的钱 他的权势 已经够他衣食无忧几辈子 完全不需要去做这些啊 那些说陛下只会说漂亮话的黑子们 你们的脸疼不疼 你们的心肝还在不在 亏你们还是Z国人 好好做个明星就好了 干嘛还要去做别的 陛下求别闹 这次真的不要任性 我看到秦亮亮了 所以这次陛下是和秦亮亮一起走的吗 不可能是闹着玩 都快过年了 我还想今年过年和陛下一起过 而且陛下你才刚结婚 哪有这样多蜜月的 一些情感丰富又容易感性的女性 不知不觉就红了眼眶 眼泪在眼眶里打滚 他们不知道 斯黄即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但是就凭电视里看到的 视频片段里看到的 大概也能猜到危险性 偏偏面对即将面对的一切 照片里的斯黄笑得神采飞扬 阳光也不及他眼里的烈焰 那是他们熟悉的自信身材 鼻挺的身躯并不健壮 却给人无限的安全感 影子被光线拉长 不知道通往的是哪里 凤凰娱乐公司里 苏月办一路跑到了 圆梁的办公室 就看到圆梁望着落地窗的外面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圆 圆梁 本来想叫小梁子的 不知道是觉得这时候的圆梁 有点不对劲 还是自己的心情不平静 苏月办中途改口了 圆梁转身 目光和他对视在一起 却沉默着 没有说话 苏月办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 你知道了吧 四皇他真的要走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总觉得自己之前的生活 就一直在做梦一样 本来都挺正常的 现在再灰险啊 就觉得自己就是个傻逼 四大神竟然是个女的 还跟我们住在一块 他 他还是小财神 你知道不 我家里原来差点破产了 都是因为小财神帮忙 亏那时候 我还挺得意的 还以为真的是我人太好 洪福齐天 总有贵人相助 圆梁听着他唠叨 等他说完了 才淡淡地回了一去 结果知道了这些 你反而和四皇有疙瘩了 苏月办相助 他尴尬道 哪是有疙瘩呀 我是觉得丢脸 没脸 以前四皇就劝过我 我自己不听 后来 他暗中帮我 我也不知道 还想过 他是不是不大在意我这个人 你别误会啊 我没有埋怨他的意思 我自己也觉得 自己配不上跟他做好兄弟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可能 还是有点自卑吧 所以在宗浩浩那世上 也做得不大好 等到现在 又发生那么多事 我更不知道 怎么去说了 你对特殊血脉怎么看 苏月办没想到 他会突然说这个 不过 这个话题 倒是让他更自在了一点 我当然完全支持 四大神的看法 不就是异能者吗 小说里多了去了 来来去去还不是人 其实说起来 我倒觉得那些什么科学家呀 智商特别高的 也可以说是异能者吧 比普通人厉害多了 原谅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 神色有点恍惚 苏月办一拍脑袋 我差点忘了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说这些的 你说 四大神怎么就去 去 哎呀 每次只要回想下 以前他做的事 我就不敢相信这是个女人 反正在我心里 四大神 都是没人能超越的大神 这次怎么就 事情闹得这么大 我总觉得很不对劲啊 四大神说 是去拯救世界和平 哎 不会真的牵扯到 世界安全的程度上吧 我要是也有瘾能就好了 原谅已经习惯了 苏月办唠叨个没完 自从宗浩浩不见之后 苏月办能敞开心怀说话的人 也就剩下原谅了 原谅打断了他的话 如果你有异能怎么样 苏月办想也没想说到 参军去帮四大神啊 原谅脸色一时变换莫测 又在下一秒恢复了正常 不过 眉宇间 似乎没有什么忧虑 已经完全散开 他站起来 最近凤凰娱乐没什么事 CC的具体流程操作你都清楚 我有点事要出去一段时间 暂时这些都交给你了 啊 什么 苏月办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等原谅走到身边 才猛地站起来 拉着他的手 哎 你去干嘛 现在还有什么要紧事 能让你丢下工作 还要一段时间 原谅笑起来 我去跟四皇一起拯救世界和平 卧槽 苏月办没有忍住 骂了一句脏话 哭笑不得 你开什么玩笑啊 再说 人家都已经走了呀 没开玩笑 哎 你身上脊梁肉能干什么呀 我是特殊血脉 我这脊梁肉 比你身上脊梁肉都管用 苏月办愣了一下 以为自己听错了 直到原谅 甩开他的手 再次重复了一遍 我是特殊血脉 我有异能 只是你一直不知道 一直到原谅走了之后 苏月办才回神过来 一脸崩溃的 抓着自己的头发 哎 我他妈之前 到底是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啊 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妍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我因西小妍 蓝山梦 作者 水间彻 第675集 一个宿舍里 本来以为只有四大神特殊一点 谁知道三个室友都不是普通人 四大神是女人 还特么的各种狂帅酷霸转 随便一个身份就把他秒杀成渣渣 本来以为宗浩浩 本来以为宗浩浩 最舍真联系 结果疯狂起来也是吓死人 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还整容成了丝黄的模样 最后以为吧 小梁子是最正常的了 结果人家说 自己是特殊血脉的异能者 呵呵的 原来最普通正常的就是他本人了 真是感谢舍友 不杀之恩 苏月半脑抽的想 哎呀 我大概可以写一本传记了 以司大神的名气 这宿舍传记 应该能卖得很火的 原良要走了 不是偷偷摸摸地走 他去了一趟雨夕的办公室找她 雨夕出院之后 就回到了疯狂娱乐工作了 原良来的时候 就见到雨夕的办公室里 已经有了一个人 是个身材火辣的女人 原良知道米露 但是和她并不熟悉 一进门就听到 米露不高兴的低吼 连你都不知道 可以在哪里的话 还有谁会知道 告诉我 我也是特殊血脉 我可以帮助她的 雨夕面无表情的 没有说话 原良眉毛一挑就开口 我知道四皇在哪儿 在场的两个人 都朝她看过来 米露的眼神 透出惊喜 以及怀疑 打量着原良不说话 雨夕也惊讶 原良会说这话 不过很快 她脑子里闪过一些画面 上次 宗浩浩失踪的时候 就是原良带头去找到的人 那时候 四皇也提醒她去找原良 还有 四皇不见的时候 秦先生也来找过原良 也就是说 原良感觉到 雨夕眼神的变化 对雨夕微笑点头 嗯 我也是特殊血脉 雨夕无许 她有种 和眼下 正在原良办公室里 纠结得苏月瓶 几乎一样的心情 所以 你的能力 可以找到K 米露站起来 原良对她点头 没有等到米露高兴 她接着说道 不过 我不会帮你去找四皇 米露脸上 闪过怒气 却笑了起来 眼睛里的紫芒 微微闪烁 原良测开眼 没有去看她 就算我知道 四皇的大概方位 凭我们的速度 也不可能追上她 还可能影响到 她的行动 那你说什么废话 米露不傻 一听就明白 她的意思 神色更是不耐烦 眼神里 还有止不住的担忧 她一得知四皇 竟然要去做 那么危险的事情 就没办法冷静 如果 是待在安全的环境里 只要是有四皇在的环境 那么 让她安静待着 也没关系 可是 K要去对付造神了 她对造神 不太了解 可也知道 造神的厉害 这让她怎么能放心 哪怕前方的路 是死路 她也想能跟得上K 跟K一起 面对危险 能帮到K一点就好了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雨夕找到时机问道 袁梁说 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出一份力 雨夕和米露 再次看向她 我会去参军 说完这句话 她就深叹了一口气 轻笑道 我是天生的特殊血脉 从小就发现了自己的不同 所以一直在藏着这份不同 幸好我的能力并不显眼 就是能感应自己想找的人或者物 以前我做狗仔靠的就是这份能力 我知道适合而止 并没有使用能力过度 也没有被人发现不同 直到碰见了四皇 四皇早就发现我的能力了 但是没有要求过什么 也没有对外透露 我以前以为自己会像个普通人一样活一辈子 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局面 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多大的事 让四皇做出这些选择 但是我相信她 这也是个机会 可以让特殊血脉 不必再隐藏自己生活的一个机会 我想为这件事出分力 袁梁想 如果这件事的带头人不是四皇的话 她绝对不会站出来 因为她不相信任何的其他人 不管是那位秦先生 还是更高层 偏偏这个站出来的人是四皇 她不仅站出来 还以身作则的让人不得不佩服 你打算就这样去 过来是为了跟我告别 雨昕平息了心底的起伏 对袁梁问道 告别有 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想和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 雨昕觉得 她的眼神有些锋芒毕露 好像真正地放开自我 不再像以前那样走得中庸 刻意在很多事情上 都减弱自己的存在感 袁梁说 最近我都有在猜测 四皇的想法和打算 她为什么要把一切 公布在网络上 也许猜得不完整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她这么做 就是要给全人民看 樊翔也成功地 偏向了她那边 她抬起眼皮 看向一旁 也在听自己说话的迷路 民间一定该有不少 像我一样 隐藏着特殊血脉 一旦有一个带头 那么后面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跟航的 你打算 雨昕隐约猜到她的意思 我打算写一篇文章 在网上发布 然后再去参军 你不怕危险 一旦参军 就代表着责任和义务 还有可能失去自由 他听过 四皇在视频里说过的话 国家的特殊血脉 过得并不好 完全被控制着 月亮笑道 所以我才说这是个机会 我相信四皇 他在这个领域里 只要他不死 我相信他会改变 这个共存的模式 你说到责任和义务 原亮又是一笑 无奈说 本来我也不是 多大意的人 就当是我一时 头脑发热吧 想跟着一个人的脚步 后面走 我只是想为这件事 为四皇出分力 一想到他一个女人 都能做到这个地步 自己一个男人 什么都不干 光等着他带来的结果 真是太不像个样子了 雨昕走过来 伸手在原亮的肩膀上 拍了一掌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个计划 嫁我一个 米露的声音响起 原亮和雨昕 都没有拒绝 原亮没有排斥米露 就在她的面前 把这些说出来 明摆着 就是想她也参与进来 这件事 参与的特殊血脉越多 反响就能越大 三人既然达成了共识 那么说做就做 参与进来的人 也不止三人而已 还有疯狂娱乐 还有疯狂娱乐里 其他的人 这件事的参与 全凭自愿 结果 初来发现 疯狂娱乐的上层 都表示 全力协助 由此可见 疯狂娱乐公司 和别的公司 不同之处 有了疯狂娱乐的推动 与希又去联系了 窦文青 得到了对方 明确帮助的答案后 与希的文章 就正式在网络上冒头了 文章里 又原谅自己填写的资料 以及自己的照片 并说明了 自己会去参军 用玩笑的语气说 希望拯救世界和平的壮举中 也有自己的一片影子 怎么说 她可以作为人心雷达来用吗 继原谅之后 米露也在自己的微博上 说明了 会去加入拯救队伍 并承认 自己是特殊血脉 还发了自己特殊血脉的照片 照片中的她 眼眸泛子 透过照片去 看到这双眼睛 并不多或人 却一样让人 感觉到异样 在人为的刻意推动下 他们两人的决定 很快就被传得到处都是 也让人们确定了 死黄真的出战去了 要不然 也不会引起这些反响 原谅和米露的站出来 也让人们明白 民间一定还有很多 特殊血脉的存在 不过 他们一直在藏着 所以 才没有被人发现异样 原谅坏吗 米露坏吗 人们看着这两个 自爆了自己身份的人 一时间更加迷茫了 这两个人 不像死黄那么出名 但是 也是大家熟悉的存在 前者和普通人 没有多少分别 后者是个绯闻不断的明星 但是 并没有伤害其他人 和大部分同类型的明星 并没有区别 如果 不是他们自己说出 自己是特殊血脉 只怕 根本不会有人想到这一点 因为 他们平时 和普通人真的差不多 没有三头六臂 没有排山倒海的能力 原谅和米露的开头 的确 只是个开头而已 没有两天 艾斯在脸书 以及Z国的微博里 也公布了自己 作为特殊血脉的消息 家族称为 肾血的特殊血脉 天生亲和力 以及拥有 秩序和进化能力 卧槽 那不是真的是天使吗 所以说 亚瑟 真的是血族 我觉得 三观已经碎尽了 我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 无神论的科学世界 实际上 身边的 到处都是玄幻 我突然觉得 和陛下熟悉的人 是不是都是特殊血脉 小羽毛是吗 是吗 是吗 小羽毛 会不会是狐狸啊 正在看网络发展的 雨昕 意外看到这条评论 内心是崩溃无语的 你们现在是怎么了 不是害怕是吧 所以就可以这样 随意的调侃了是吗 居然调侃自己 这个普通人 虽然网络上 各种奇葩评论出没 可原谅他们的 计划走向 却是好的 接他们之后 网络上 又出现了几篇文章 同为民间藏着的 特殊血脉作写 不过 对方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和信息 摆明着 还抱着观望的 犹豫态度 不过 原谅的账号 倒是收到了不少私信 这些私信的人 就是那些 平民特殊血脉 显然 比起米露 对于那些 平民特殊血脉来说 还是原谅 更无害得多 因为原谅 才算是真正的 平民特殊血脉 一路藏到现在 才曝光自己 这些现象 都是好的 原谅收到私信后 并没有作为说客 去劝说他们 相信上层 现在就站出来 和大家一起对外 只是告诉他们 自己的想法 他的想法 只是相信私黄而已 私黄的存在 无疑是成功的 无论是他刻意的造势 还是外界 自行给他造势 都让他成为 特殊血脉的一根标杆 无论是特殊血脉 还是普通人 都已经记住了 他的名字 现在 随便抓个人 问对方 上层一些人的名字 有人 或许答不出来 但是 问起私黄的话 对方绝对能说 好几分钟 此时 正在被所有人 关注的私黄 在哪里呢 他正在M国 梅菲斯尔德家 和梅菲斯尔德家主 商量着作战计划 因为 网络被控制 未免出现意外 很多事情 都必须人为去做 哪怕是传递信息 在得知造神的重点人物 以及各方面的研究地点之后 想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就必须一次性出击 否则 打草惊蛇 就麻烦了 为此 私黄亲自 游走在各个国家之间 亲自把消息 传递给每个职的信任 以及有能力做到的人 力求做到 万无一失 光是传递消息这一点 就花费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 梅菲斯尔德 贾斯帕 皮尔斯 多利 江家等等 还有一些 有作用的小家族 小帮派 都被参与进来 私黄不是没有想过 李格加 对摩斯里死后遗言 所交代 以及请求 私黄都放在心上 只是 李格加族 作为被造神控制的 研究家族之一 他不确定 自己要是去了 会不会把消息泄露出去 所以 能做的 就是不去接触 今天的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播音 西小言 阑山梦 作者 水间彻 第676集 一个多月以后 斯黄的肚子已经六个月大 哪怕比起普通孕妇 六个月大的肚子 要小不少 却依旧让她 穿衣服什么的 都不方便 裴子文 一直跟在她的身边 最大的任务 就是帮她检查身体 要不是确定 她的身体无碍的话 绝对会第一时间 把她送回国 由于裴子文 和秦帆的过度紧张 让跟他们一起行动的 血乞 其他人也有所察觉 哪怕斯黄 又幻数 把身形给遮掩住了 郭成兄他们 还是隐约猜到了一些 嘴上什么也没有说 可行动上 却有意无意的 都照顾她一些 今天 他们要赶去重点发展地 一开始 还能坐军用机 后面 为了避免被发现 改坐车 结果坐车也没好到哪里去 天上落下一颗炮弹 就毁了他们的坐架 只能改成了行军 虽然这次坐车 被发现了 是一早就计划好了的 可风餐露宿的生活 着实不好过 一清早 斯黄坐在一棵树下 手里盘弄着一个小型器械 经过这些天的长途跋涉 没有衣服换洗的情况下 就算是斯黄 也浑身脏兮兮的 头发都油了 然而 对比起其他人来说 长得好的人 就是有优势 这样狼狈的状态下 还是让人觉得 很好看 就好像 落难的漂亮黑豹 就算皮毛上 沾了污秽 那双眼睛里的神采 以及身姿 依旧逼人 郭成雄端了一碗热汤过来 递给斯黄 还有个肉罐头 这些都是他们刻意留给斯黄的 其他人 哪怕是勤凡 都是吃压缩饼干 斯黄没有拒绝 明知道 拒绝也会被所有人劝着吃下去 还不如直接点 本来 他现在的身体情况 就需要补充营养 没有必要 和这群队友们矫情 头儿 出去侦查了 郭成雄 坐在斯黄边上的草地上 我知道 斯黄应了一句 就吃东西 他吃的速度很快 没怎么讲究礼仪问题 没用多久 就解决了今天的一餐 郭成雄 已经拿起他刚刚盘弄的小器械 这就是你用 不死核心队员的身份 选了特殊道具啊 您没有那么多特殊武器不选 选个录像机有什么用 那些特殊武器 还没有用我的手好用 说着他就伸出自己的手 张开五指 指甲发生细微的变化 在地面上轻轻一划 就划过了一小片草地 就断了 郭成雄默咽了一口唾沫 心想 丝绍真是越来越凶残了 尤其是变身这一块 也格外的熟练 居然能那么轻而易举的 局部改变 他把手里的小录像机 还给斯黄 斯黄接过来后 打开了开关 对着眼前的画面 一阵拍摄 虽然说 这小录像机没什么作用 但是 能放在特殊血脉武器库里的东西 肯定有它的特别之处 就说 这个录像拍摄机 不仅小巧 用材也不惧水火 全方面拍摄 还能自动太阳能充电 最重要的一点是 独立卫星网络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联网操作 哪怕有这么多的好处 在郭成雄看来 也没什么大作用 心想着 大概是职业习惯 斯绍作为明星 在看不上其他特殊武器的情况下 就选择了这个 也情有可原 一声巨响 来得突如其来 连他们所在的地面 都好像震了枕 让所有人都戒备起来 斯黄把小型录像机 装在自己的作战符上 对郭成雄他们 做了一个手势 然后 朝爆炸的方向赶过去 一群人 都是特殊血脉人员 行动力和机动性能 都很了不起 几乎没有花什么时间 就穿越了一片树林 看到眼前的情况 几个人正在被追击 从服装上来看 是自己人 不过 不是同一部队 动手 斯黄用手势 代表语言 自己先猫着身躯 往追击的人后方掠去 郭成雄想拦都拦不住 从刚刚爆炸声听上去 就知道 敌人手里 有爆炸性的热武器 万一出了什么事 算了 司绍也是队员 只要相信他的本事 其他人也行动起来 相比起郭成雄 他们的隐秘性 徐子秀就凶残多了 直接现身 往追击人员冲过去 逃亡的几个人 一看到徐子秀的衣服 就知道 是自己人 脸上 却没有浮现出 得救的惊喜 反而是惊怒的喊道 快跑 徐子秀哪里会理那些人 和对方 措神而过的时候 突然 往他们其中一人 背后一措 子弹射入肉体的身影 对于这群兵哥们来说 太熟悉了 这子弹 还不是普通的那种 进入人体后 还会二次爆裂 阴狠的不行 你 本来跑的人停下来 转身就要去扶徐子秀 却被徐子秀不留情的一脚踹开 那人只来得及 看到徐子秀满是嫌弃和不懈的一个眼神 人就被踹在地上 打了个滚 灰头土脸 徐子秀直接伸手 往自己重弹的右肩头挖去 把弹壳都挖出来 然后伤口就飞快地愈合 白泽 竟然是白泽 一个低呼 像是看到什么 急不可思议的事情 徐子秀 没有管那些人的吃惊 顶着枪林弹羽 就追击敌人的方向冲去 等徐子秀来的时候 斯皇已经和几个人打在了一起 这些都是阿尔国特殊部队人员 光看他们在树林里穿梭 几乎可以隐身的身影就知道了 这种特殊的作战方式 就是阿尔国才有的不传之秘 只是 这个程度的隐秘 对于斯皇来说 毫无作用 他能打开眼睛的异能 哪怕人的身影可以隐藏 也藏不住整体的轮廓 以及特殊的气息 说起来 斯皇完全算得上是 对付阿尔国特殊血脉的克星 眼睛的异能 对抗隐身幻术之类的 阿尔国作为海岛 斯皇的血脉 在海里更是增幅的不像化 白天里的树林 光线一样的明亮 斯皇的身影 敏捷地穿梭在其中 像是捕猎者 所到之处 就能看到一个人掉落 他没有用武器 单纯拳脚 不过 手指变化后 比普通的刀锋 还要锋利 划过人体的时候 就跟刀子劈砍过来一样 明知道 他所过之处 都是人命 可画面竟然有诡异的美感 那是绝对强大 带来的美感 以及力索的动作 没有过多的血型 斯斯 给我留几个 徐子秀 一边喊 一边朝敌人杀过去 他早就受够了 这种行军的方式 让他无聊透顶 斯皇 从腰间掏出了一把枪 想也没有想 就朝徐子秀开枪 徐子秀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然后 他眼前半米的地方 闪过一丝火花 以他的眼力 可以看到的是两颗子弹 碰撞在一起的现象 徐子秀咧嘴 眉宇之间 是浓浓的肆意笑意 当场就鼓掌 斯斯好枪法 那颗射来的子弹 他都没有来得及注意 却亲眼看到 斯皇开枪 那一枪 不管是从哪里看 都像是斯皇 对徐子秀开的 他却无动于衷 连脸色都没有边下 偏偏斯皇这一枪 是帮他挡定怪一颗子弹 让徐子秀惊讶了 斯皇没有去看他 转身 又朝别的地方开枪 头也不回地说 可以躲 就不要用身体挡 徐子秀 有没有把这话听进去 斯皇没有去深究 继续往前 深入 就闻到了 更浓的血腥味 没多久 他就看到了 一地狼藉 相比起前面 他们解决的 敌人的利索 这里的画面 要凶残很多 然后 他抬头 就和秦帆对视在了一块 秦帆背上 正背着一个人 看样子 正要往这边赶 斯皇发现 周围没什么危险后 就对他说 把人放下 秦帆二话不说 就把背上的人 放在还算平坦的地上 斯皇走过来 把腰上胯包 带着的蒸汽 往这人血管里注射进去 因为斯皇的特殊性 裴子温 专门把珍贵的医疗真剂 给了他两管 让他随身携带 以背不时之需 秦帆背着的这个人 情况很危险 腹部被划开了一道口子 一条腿也中淡了 脸色是流血过多的苍白 一管子急救剂打下去 也没有能让这人的脸色好一点 不过裴子温给的东西 效果之好 不用说 至少能让这人多撑一会儿 细细嗖嗖的声音响起 斯皇回头 就看到是徐子秀他们赶过来了 队伍里的裴子温 一看这情况 马上走过来 和他一起的 还有冯曼珠 这段时间相处后 斯皇才知道 冯曼珠竟然有很不错的医疗手段 作为裴子温的助手 很熟练 看样子 冯曼珠在做精华大学的教师之前 他们以前一定有一段故事 其他人退后点 先临时搭个帐篷 还有别的伤员 先做消炎措施 裴子温飞快地吩咐道 阳子他们已经开始行动 之前逃过一劫的人 到现在才知道 他们遇到的 是军队里的一个传奇特殊部队 这一行逃亡的人 一共才六个 重伤差点死亡的一个 其他轻伤的三个 还剩下两个 也没完好到哪里去 他们是先驱部队之一 也是最先参与进这次战斗的人员 恰好是负责这边区域 本来是千人的队伍 在一次意外中 越打越退 最后就只剩下他们六个逃出来 不过 如果不是遇到司皇他们的话 能不能逃得掉 还未必 我们不是逃兵 那个被徐子秀挡枪又被踹了一脚的人 自称叫顾强 灰头土脸 却满脸认真 我们打算到最近的不及点 请救人再重新编入队 没人说你是逃兵啊 郭成雄大大咧咧地说 顾强听到这句话 平凡的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他不好意思地环视了周围一圈 看到郭成雄他们的眼神 却是炙热而热烈的 那是属于对强者的敬佩 以及对偶像的崇拜 尤其是在看到秦凡和徐子秀的时候 那眼神都火辣辣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汉子又特殊的嗜好呢 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我因西小言 蓝山梦 作者水间彻 第六百七十七集 这时候秦凡测了瞎身躯 就把被他挡住的丝黄露出来 顾强愣了一下 然后瞪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 丝黄注意到他的眼神 对他友好的微笑了一下 顾强条件反应的 回应了一个笑容 然后就闹了个大红脸 你是思黄 你怎么会在这里 思黄往自己的作战符上指了指 用事实证明一切 我也是军人 可你 顾强之所以认识思黄 还是因为上次 他和秦凡的婚礼动静太大 后来他就出战了 关于思黄后来做的事情 都不知道 所以也不知道 思黄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但是他知道 思黄是女人 还是血旗麒麟手掌的女人 思黄平静地看着他 让顾强嘴边的话 都不由得吞了回去 他想起来 刚刚看到 思黄动手杀人时的 利落和震撼 因为当时 离得距离有点远 思黄的速度又快 所以他并没有看清楚 思黄的长相 现在再回想一下 他顿时明了了 思黄的本事 不比任何一个人弱 还可以说 比他们的本事强多了 思绍可是血旗的 核心成员 郭成雄笑眯眯地说道 顾强还没有来得及 回应什么 徐子秀的声音 已经响起 夭夭是我不死的人 还是白泽曲的代号 更符合 海妖大大 海妖见色忘忧 白泽一句话后 在这个队伍里的 不死成员 也各个猫头 说这话的三个人 分别是无常 天鬼 还有地煞 不死的人 都是战斗力非凡 却不怎么好管教的 所以 跟着他们行动最方便 顾强听得 又目瞪口呆 不死的海妖 他也有些听说 却从来不知道 那也是思黄 不是特殊部队 不允许重复加入的吗 一阵突然响起的惨叫声 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顾强脸色一变 马上站起来 却有中途顿住 满脸痛苦地 看向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在那里面 有他的战友 正在承受痛苦 在生死里挣扎的队友 目前 他们风餐露宿的情况 身上并没有携带太多 适用的医疗物品 所以 那个重伤的君哥 能不能活下来 还要看他的个人意志里 思黄站起来 朝帐篷走去 秦帆拉住他 我去看看 秦帆看着他 然后站起来 和他一起 哪怕知道 正在进行治疗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接近 以免影响了医生 又带来细菌 正因为这样 顾强才会停下 自己的行动 不过 看到秦帆和思黄走过去 他没有出声阻止 能被秦首长揪下 又有秦首长看着 我自己一定很高兴吧 顾强呢喃自语 思黄刚走到帐篷外面 就碰到 走出来的冯曼珠 怎么了 他问 方便进去吗 彭曼珠看着他 又看了眼秦帆 进来吧 思黄和秦帆 跟他一起走进去 就见裴子文 正在给那名患者 处理腿上的枪伤 这人腰腹上的伤 已经进行缝合 眼下要做的 就是把他腿里的蛋片挑出来 他不是徐子秀那样的变态 碰到会在血肉里二次爆炸的子弹碎片 要一片片小心处理 才能保证他之后的恢复 以及后半辈子的生活 满头大汗的男人 并没有昏迷过去 他努力睁大眼睛 再看到思黄两人 他竟然条件反射的响起来 被裴子文大声呵斥 很好 男人没动 不过还是艰难的抬手 对他们行了一个下属 对长官的军礼 郑重 有力 秦帆和思黄默契地 挥了他一个军礼 裴子文看到这一幕 并没有把他们赶出去 只是让他们站远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偶像效应 接下来的手术还算顺利 在没有麻醉针的情况下 男人保持着清醒 完成了这一场自救 把他放在一边 接下来给其他人进行治疗 裴子文擦了下额头的汗 没有停下休息 这场救援治疗 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行踪暴露 停留太久的话 可能会出现变故 所以把所有的伤员的伤口 处理好后 一群人立即动身 伤员被郭成雄他们 分别背着 顾强一开始是拒绝的 哪有事关被长官背着的道理 不过他们的反对 没有任何的作用 论体力 顾强两人不能和阳子他们比 何况真让他们背也不够人 还会拖累大家的速度 一群人按照斯黄他们 开始计划的路线走 除了伤员被人背着之外 就算是裴子文和冯曼珠这样的女性 也没有得到优待 冯曼珠跑到斯黄的身边 你在做什么 目光落在斯黄憋在腰上的 特殊小心拍摄器 然后又顺着斯黄的目光 看到不远处 顾强和徐子秀两人 顾强去给徐子秀道谢的 为徐子秀为他挡的那一枪 那一枪是对方故意挡的 如果不是对方挡住的话 顾强现在就算没有死 也成为伤员之一 对于顾强的道谢 徐子秀表现得很嫌弃又不在乎 谁救你了 那是老子热身 顾强听过关于白泽的传闻 也多少知道真实性 可是一想到 这人不久前救了自己 这印象自然就好了 不过怎么样 我都欠长官一条命 那你现在就去死啊 徐子秀不客气道 顾强表情尴尬 徐子秀接着就摆手 不想死就一边去 顾强明白 徐子秀是真的不想和自己交流 就乖乖的离他远一点 徐子秀飘了他一眼 嘀咕道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往自己脸上贴什么进 不知道顾强听到没有 反正冯曼珠是听到了 在确定白泽不会威胁到自己后 还觉得这一幕挺好笑的 拍视频 斯黄这会儿 又回答了他之前的问话 冯曼珠一愣 视频 嗯 斯黄笑了笑 冯曼珠心里有点异样 你拍视频做什么 不可能是留作纪念吧 还是说职业爱好 斯黄淡道 我没有做了好事 还有被人污蔑的无私奉钱精神 冯曼珠隐约猜到了什么 一时间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听到斯黄接着说道 我说过 要让他们看看 到底是谁保护着谁 谁是牺牲着 又是谁最无辜 你这样会泄露机密行踪的 冯曼珠脑子有点昏 虽说这是她第一次随军 但是也知道斯黄这种行为 绝对是前无骨声 甚至 以前谁都不曾想过的想法 太大胆 太放肆了 斯黄说 我又不是现场直播 谁知道这视频是什么时候拍的 我发送的时候又是在什么地方 用得好 不但不会泄露行踪 还能给敌人错误的信息 让他们不敢轻挤妄动 也可以迷惑他们的视线 不知道我们具体的行动计划 冯曼珠听完 觉得还真是有那么一回事 但是把这些给普通民众看 到底还是不好吧 斯黄说 趁着还能上网 把自己想放的东西放上去 因为以后想再放都放不了了 什么意思 冯曼珠脸色一变 在网络科技方面 目前没有人是造神的对手 可以说 我们现在还能上网 是因为造神这方面的动静 等他不让了 我们有应对的办法吗 冯曼珠顿时失语 但是她还是觉得 斯黄的行为和想法 还是太过离经叛道了 斯黄似乎是看出了她的想法 反正都乱了 不怕更乱一点 冯曼珠看着她的脸色 猜不透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是真的随性所为 还是有相对的理由在呢 既然看不明白斯黄 冯曼珠就去看秦凡 她就走在他们一排中 听得见他们的对话 但是却一直沉默不语 哪怕是听到斯黄说这些 她也没有开口 反对 甚至提意见的意思 现在被冯曼珠看着 也不说话 冯曼珠明白了 秦凡这是完全赞同斯黄的行为 一时间心里更乱了 又忍不住感叹 以前的秦爷绝对不会同意这种事情 行军持续了大半天 一直到了晚上才暂时休息 休息的时间并不长 到清晨 天还没亮 就已经再次行动 伤员们的情况并不好 由于药物紧缺 又是在环境恶劣的冬天山林里 伤势轻一点的 还能坚持 像虎子那样 在鬼门关里走了一趟的伤员 能不能活下来 还要继续看天意 和个人的意志力了 当一阵欧鸣声从头顶经过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冲刺奔跑 然后速度再快 也比不上天上飞的范围 落弹砸在地面上 产生了爆炸震动 影响了斯黄等人的行动力 不过他们反应及时 在第一波爆炸中 并没有出现伤亡 在第一波攻势缓过后 秦凡就采取了反击行动 由他和徐子秀作为诱饵 其他人进攻 主要助攻的就是龙峰 血气里的代号龙卷峰 这也是斯黄第一次看到龙峰 使用特异功能的样子 正如秦凡说的那样 他变身后就是字面上的飞 一双洁白的羽衣 从龙峰背后生长出来 穿破了作战符 在展开后 足有两米大 羽毛的尾端 泛着浅浅的青色 一伸展就卷起一阵风 看到龙峰身体离开了地面 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如果不是现在的情况不允许 斯黄会忍不住去仔细欣赏 这种仿佛存在于童话中的美丽 他 青鸟血脉 狗像不纯 还有其他地方的血头 我完全不能跟比小尼比了 他的血脉不纯 天之后我很痛苦的 吴宝的话语在脑子里响起 斯黄没有回应他的话 主要负责保护裴子文 和冯曼珠这两位女性人员 虽然说 他们的行动力不差 可是 对危险的感知力 还是比不上他 龙峰一开始 并没有飞高 而是在林子里穿梭 很难想象 那么大的翅膀 怎么能灵活地 穿梭在树林中呢 侧飞和翅膀收拢时的 优美身形 哪怕他的长相一般 也能渲染出 无限的美感 让人觉得 这样的他 才是最完整 而完美的 今天的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妍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 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播音 西小妍 蓝山梦 作者 水尖彻 第678集 特殊血脉的变化 从来都不是畸形 那本来就是 它们身体的一部分 生长于 它们的血脉 和血瘦里 与生俱来的 又怎么会是畸形呢 说时迟 那时快 谁都没有想到 青帆突然窜出来 拉住龙峰的手 被他一个集飞带上空 四皇跳上一棵树 抬头 就看到堪称 电影剧作的一幕 秦帆 借由龙峰的飞行能力 直接就落在了 一台地方战斗机上 一拳打破了 驾驶座的玻璃罩子 把人抓出来 丢下来 然后 自己坐了上去 接下来 就看秦帆 和龙峰两人的表演 一切 看起来惊险 又富有激动人心的美感 那是足以让人 热血沸腾的 生死交锋 四皇眼尖地发现 一台战斗机 在临死前 竟然往己方这边冲过来 跑 他喊道 然后本人跳下树 把裴子文和冲曼珠 一手圈着一个 就飞快地转离位置 其他人的速度 也不慢 下一秒 身后侧边的方向 就传来一道巨大的爆炸声 雷震宇感觉到 背上的伤员虎子 身躯震了一下 他问道 怎么了 虎子笑了一下 虚硕 却强大精神的声音响起 不小心中的伤口了 身头 雷震宇点了下头 没有减弱速度 直到一片河流边上 一架战斗机飞下来 停在他们的边上 这回 四皇他们没有惊慌 因为知道里面的人 是秦凡 和他一起飞下来的人 还有龙峰 裴子文一看到龙峰下来 就朝他走过去 把他扶住 接着 对他肩膀处一阵按摩 同时 对冯曼珠喊道 朱朱 VD二号针迹 不用了 龙峰没有等冯曼珠 把药拿过来 就直接摆手拒拒 呲牙咧嘴地笑道 现在承受力没那么差 裴子文看了他一眼 就准备松开他 龙峰连忙道 哎 赞安 能承受不代表不难受啊 这次算是我离工了吧 裴子文继续给他做肌肉缓解 这执法还是专门针对他的 冯曼珠看到这一幕也没说什么 光用看的就知道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暧昧 秦帆则喊来郭成雄 进行敌方战斗机控制台的入侵 看看能不能取到有用的讯息 思皇本来是想去看看 秦帆有没有受伤 突然 鼻子嗅了嗅 伸去一转 就朝雷震宇的方向看去 雷震宇被他的目光看得一正 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随即发现 思皇看的人 不是他 而是坐在他边上的虎子 这个发现 又让雷震宇 发现了一些 他刚刚忽略掉的东西 血腥味 有点重 雷震宇 往虎子看过去 就发现 虎子脸色惨白的厉害 他脸色一变 把虎子扶起来 就检查他的身体 这一检查就发现了问题 虎子背部 有一块伤口 看样子 是刚刚受伤的 被什么碎片 狠狠地扎进去了 亏他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坑一下身 直到被雷震宇发现 虎子才笑了一下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神哥有命 我觉得挺好的 居然能爬一次 雷长官的背 虎子 顾强惊呼 跑到他身边 看清了他的伤 一个铁血的汉子 就这样红了眼眶 瞪大了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 他知道 这种伤势 再加上虎子原有的伤 注定了 他撑不过去了 这让顾强 也说不出来 让他再坚持一下的话 现在的坚持 对于虎子来说 完全就是变相的折磨 然而 顾强没有叫他坚持 虎子 却自己死死坚持 到现在 却依旧没有喊疼痛 没有闭眼睛 把手 向顾强伸过去 顾强立即握住 就见虎子笑道 这回话你答应我 要活下去 要实在活不下去 那也要死得有尊严 好 顾强声音哽咽 虎子笑得更惨烂 松开顾强的手 却被顾强抓着死死的 还是不放松 他只能用另外的手 对着在场的所有人 行了一个军礼 用尽力气说 报告长官 我叫张虎 编号 0701叉叉 兄弟们 我先走了 不用送 似乎 他坚持到现在 就是为了 能在最后一刻 和大家告别 把这句话说完之后 张虎整个人 就转了下去 眼睛里的神采 也渐渐溃散 胡子 顾强大声喊道 结果 手里握着的那只手 却已经失去了力量 他们一起的其他人 也挣扎着 站起来 朝这边靠近 一个个高大的汉子 都是神色痛苦 只是 再痛苦 再难过 哪怕红了眼眶 他们也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顾强朝秦凡说道 长官 可以让他入土为安吗 一起弄手 顾强满脸感激 然后 把虎子手腕上 佩戴的一条绳子 编成了手链 取了下来 再和大家动手挖坑 他们挖的坑不大 也就足够装下虎子 这一个人而已 把人埋下去后 并没有立碑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顾强更想把虎子的尸体 带回去 但是 他知道 这不可能 能够花时间挖坑 把他埋了 都是长官优待了 头儿 可以用这个 对外联系 郭成兄那边 传来了消息 秦帆走过去 思皇也跟上了 看不太懂 郭成兄电脑里的数据流 问他 我现在 可以上网吗 郭成兄 没有问他 上网要做什么 用你那个型号的 摄像机联网 我也打开 这边的通讯器 这样 就算被发现 也让人猜不透情况 得到了这个答案后 思皇就把随身携带的 手机拿出来 用数据线 和小型摄像机链接 设置了一下 就连上了网络 他从离开京城到现在 已经有两个月了 期间 他都没有上网 看过情况 也不知道 现在国内那边 怎么样了 当看到网络上的风向时 饶舍思皇 也愣了一下 没想到 会是这样一种情况 袁梁和米露 都去参军了 他们作为带头的 民间特殊血脉 引起了全民注意 让越来越多 民间特殊血脉 有了动作 只是看时间 袁梁他们做这些事情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也不知道 现在怎么样了 既然是要说 去参军 那肯定是真的去了 那么上层对他们 又会是怎么样的安排呢 再看现在 网络上的人民反应 整体来说 还是好的 但是 没有排斥后 却变成了 不太当一回事的调侃 这也不是思皇 想看到的情况 尤其是 刚才目送了一条 生命的逝去 再看网络上 大众们还活在幻想中的感觉 一言一语 都在议论特殊血脉 有种对特殊神奇物品的好奇 他们不是物品 他们是一样的人 不管是不是特殊血脉 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 那就是英雄 值得被人尊敬的人 思皇把摄影机里的画面 传到了手机里 然后 经过手机软件的简单剪辑后 就传到了自己的微博上 国内 还生活在如常的 和平环境下的人们 有的在上班 有的已经放假了 有的在看电视 在玩网络游戏 靠娱乐资讯 生存的娱乐记者 报社公司 自然是时刻 关注着网络的情况 现在最火的是什么 当然是特殊血脉 各国的情况 巨星思皇 今天 在一个并不特殊的时间里 谁也没有想到 两个多月 都没有更新过的思皇微博 有了动静 多少人的手机 传来震动和叮咚声 那是设置了 特殊关注的提示音 代表自己关注的人 有了新的动态 多少人 点开手机 发现是思皇的微博更新后 惊讶得不得了 陛下 不是去作战去了吗 为什么 还能发微博呢 所以说 去打仗 去出战 都是假的吗 果然是假的吗 一部分人 感到高兴 信心 同时 又有点失望 陛下没有去冒险 当然好 不过 这样一来 不就是骗人吗 那么 那些 被陛下感动 而出现的 民间特殊血脉 算什么呢 黑子们 更是见缝插针 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甚至有的人 还没有点开看 思皇更新的动态是什么 就开始 在网络上 发帖 打思皇的脸 原以为 这样一个帖子 绝对会火 结果 发帖人发现 过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给他回应 发生了什么 唯一的意外 唯有思皇的微博动态 是的 思皇的微博动态 思皇 微 我们不是逃兵 视频 在还没有点开视频之前 所有人 都看到了 这条微博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一种 不祥的预感 因为 两个月前 最新动态还在那 那些视频 给了所有人震撼 证明了 思皇作为军人的真实性 现在这条视频 又会是什么呢 给他们带来的 又会是什么 哪怕心里 再这么告诉自己 不要去点开 但是 所有人 都本能的 还是点开了 画面 是清晰的 很清晰 仿佛连空气里的冰冷 都能感觉到 画面中 最先出现的 是一双手的手指 那是他们熟悉的手指 光一看 就知道 这是思皇 不知道 思皇调了什么 画面 就变成了全景 出现了 思皇本人的身影 看到 他坐在地上 手 正在摆弄着 一个小型的器械 画面中 身上脏污 头发油腻的 思皇 是粉丝们 没有见过的 回想 思皇 演的戏剧角色 都没有一个这样 有损他形象过的 不过 没有人觉得 这样的思皇难看 甚至 看到这样的他 吃生了 陛下 真的去行军打仗了 今天的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 独家发布的 有声小说 重生之 国民男神 播音 西小言 蓝山梦 坐着 水间车 第679集 没多久 画面中 就出现了 一个个身形 那些人 大部分 是在思皇的婚礼上 出现过的 他们看见了 秦良良 看到了徐子秀 没有人觉得 这个会是一个行军日常温馨视频 大家都屏住呼吸看着 终于 高潮来了 真实的御敌 真实的枪杀 真实的受伤 真实的救命手术 徐子秀 徐子秀 挡枪时 爆开的血肉 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战士 躺在病床上 正在和死神真命的军人 还想爬起来敬礼 医护人员 看起来个个身材高挑 却不强壮 却不强壮的女人 危险 随时都在 随时都可能出现 落单和反击 龙峰变身时候有多美 所代表的意义 就有多残酷 看到 她在战斗期间穿梭 那不是表演 那是拿自己的命去战斗 那份童话般的美丽 随时都可能变成 一堆破碎的血肉 死亡 似乎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但是 虎子的死亡 却给人不一样的震撼 正如她最后说的 就算死 也要死得有尊严 他们是军人 他们不是逃兵 他们要死得有意义 这份意义 除了自己的战友 除了知情的人 到底有多少人懂 有多少人 嘴上说着感激尊敬 心里却不当一回事呢 看着那些灰头土脸的男人们 看着他们红了的眼眶 却始终没有流下眼泪的双眼 看着他们越发坚毅的眼神 没有在死亡面前退缩 反而更加的义无反顾 电脑间 手机前的人们沉默了 别说是感性的女性 就算是男人 也有很多红了眼睛 这画面是清晰而真实的 足以吓坏人 正常情况下 根本就不应该被人看到 应该被禁锁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络没有被禁止 成功地被每个点开的人看到 然后转发被传播 你还在为一件小事争吵吗 因为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东西寻死觅活 为了感情小矛盾 伤春悲秋吗 此时此刻 无数人的内心是羞愧的 哪怕可能是暂时的羞愧 那骨子的羞愧 却怎么都去不掉 视频里 有一幕 是陛下在和冯曼珠短暂的对话 陛下说 我没有做了好事 还被人污蔑得无私奉献精神 我说过 该让他们看看 到底是谁保护着谁 谁是牺牲者 又是谁最无辜 因为个人的想法 就给所有人 看这样真实恐怖的东西 偏偏 没有人敢再说一句 四谎不对 这就是特殊血脉 被国家管理 不准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大部分 都参了军的特殊血脉 他们才是真正的保护者 当发生了重大的事件 最先冲在前面的人 就是他们这些人 然而 他们却在得知这些人的时候 竟然还在排斥他们 输骂他们 甚至想要毁灭他们 无数人点击着回放 看着画面中的龙峰 展开双翅 又在最后落地后 看到他的身躯在颤抖 看到裴子文 飞快地过去 给他做按摩环节 特殊血脉的能力 固然是被人所羡慕 但是 他们需要承受的后遗症 比能力更可怕 人们想起了四谎 曾经暴露过的信息 如果让你拥有 对方飞翔的能力 却必须要承受 这份后遗症 还必须要去战场 经历生死 你愿意吗 这个问题浮上脑海 在看过真实的视频后 普通人们 打从心底是胆怯的 代价太大了 有人说 只要能力够强 那么 就算上战场 又怎么样呢 杀他个来回 只是 战神 是那么好做的吗 这世上 从来没有真正的公平 四谎这条微博动态下面 无数的评论出现 也是四谎微博里 第一条没有卖萌的评论 英雄 一路走好 你们不是逃兵 你们是战士 是英雄 敬礼 感激感谢 还有对不起 敬礼 一拍拍敬礼 和双手合十的图片 一拍拍的哭泣图片 这些都是通过网络 传达到四谎这里 四谎并没有怎么看 就把手机关了 连通网络一起关闭 虽然 郭成兄说了 没什么问题 但是 时间越少 肯定越安全 这条微博 不仅是给所有观众看的 还是给于奶奶的 认识她的人们报平安 哦 陛下 金神神神长得很坏 本来应该是高兴的事情 古宝说得有点迟缓 四谎摸了摸她的头 自从有了第一次发微博 发正况视频之后 后面人们发现每隔一段时间 四谎的微博就会有视频传出 一开始只是在网络上流传 到后面电视频道也开始播放 连国外都有了传播 十二月七日 视频中 四谎他们正式找到了组织 也让人们见识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战场 一月九日 一次偷袭未成 反被包围 四谎一人守住一方 确保了里面受伤人员的安全 军中铁血霸王的名声传开 关于这个名声 换做是以前 粉丝们一定觉得还可以 别看陛下长得不高大威武 但是绝对是男人中的男神 在军队里 一样可以作为汉子中的汉子 但是知道四谎的真实性别后 大家就觉得不满了 一方面为四谎感到骄傲自豪 一方面又觉得这个称号 配不上四谎 一月二十八日 今年过年 四谎他们果然回不来了 在战线上的他们 连架都没有得放 还在行军中 不过因为是过年 四谎却记住了 他坐在卡车的后面 和其他人没有多大区别的 灰头土脸 拍打起前面的铁皮箱 就打出了节奏 嘴里哼起了现场做的军歌 这要是在外面 想听咱们司少校 现场清唱一首歌 至少也得这个说 郭成雄摆出了六的手势 我付得见 反正我的奖金 也没别的地方花 用来捧司少的尝好了 杨子答应道 郭成雄贼兮兮的笑道 你不是说 要存着讨媳妇的吗 央子一正 然后有点不好意思 我的老婆本已经存好了 房子也买了 就差一个老婆了是不是 郭成雄笑哈哈 女性特殊血脉太少了 别的人家不一定喜欢我 还是不要吓的人了 那你还存老婆本干嘛呀 杨子刺牙咧嘴 说不定呢 大家看他那副样子 都忍不住笑了 然后卡车停了下来 本来开车的秦帆 也跑到了后座 手里还拿着一个 阔音喇叭递给司皇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是什么意思 这还是得得到 手掌的手啃才行呢 司皇没有拒绝 他把哭音喇叭接过来 笑着就把现做的 军歌唱了起来 他的声音负有感染力 唱功又好 让这一场旅途 都变得更轻松了 一首歌唱完 就有人喊道 再来一首 再来一首 唱什么 我是当兵的人 团结 这群军歌们 可是对流行歌曲不了解 但是对军歌 却能说个七七八八的 司皇自在地喊道 我不记得全部歌词 一起唱哈 带带我 咱们大明星 也有不会唱的歌 兄弟们 长官都开口了 必须知情了 唱唱 谁在头 司皇无情地 出卖了秦凡 把他推出去 大家顿时看向了秦凡 那副越越越是 又不敢言语的样子 在司皇看来 特别有趣 秦凡还赶了一回时髦 一改他平日在军队里的无情形象 对着司皇的无情出卖 他则一翘嘴角说 小皇帝陛下的话 我不敢不听了 哇 就算是这群军歌们 听到秦凡这样说话 也被惊得不要不要的 这卖狗粮都卖到了大部队来了 真是有够了 秦凡才不管他们怎么想 也不去拿司皇手里的扩音喇叭 凑到他的身边 一手揽住他的腰身 脸贴着脸 就对着扩音喇叭唱了起来 他的声线富有磁性 平时说话就好像自带低音炮 这时候唱起歌来 也是司皇意料之中的洪亮 又大气迷人 秦凡这一带 整个气氛都来了 一个接着一个都唱了起来 他们唱得唱快 唱得自在 唱得自豪 他们是当兵的人 他们在保卫自己的国家 他们是渺小又伟大的 他们不愿意死亡 却不畏惧死亡 更不会退缩 在和平地方生活的家人们 那也有自己的功劳呢 父母是否为自己自豪 兄弟姐妹又是否想念自己 今年过年没法回去了 那么明年呢 希望明年能回去团圆 看着家里人都是怎么样了 这歌声也通过网络 通过电视 传到了普通人们的耳朵里 今年没有春节晚会 因为今年发生的事情太多 别说是Z国了 其他国家也一样 自从司皇开始发微博开始 大家都明白了 这次发生的事件 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肯定有他们不知道的可怕情况在酝酿着 如果不是司皇离经叛道的行为 只怕他们真的就这样 一直生活在无知中 还在调侃特殊血脉人员 在议论着 这次打仗是不是雷声大 余点小 是不是很快就会结束了 反正打不到他们这里来 所以根本不需要去多关心 现在呢 单从越来越多 民众特殊血脉主动现身 网民们的评论言语 就可以看出来 大家对于特殊血脉的态度 已经有了改变 如果说 一开始大家对特殊血脉 是排斥 再到好奇特别点的人群 那么 现在他们更多的是尊敬 对现身于军队中 特殊血脉人员们 充斥着尊敬的情怀 不是没有执迷不悟 认定特殊血脉是异类的人 不过 那已经成了少数 就算在网络上发表言论 也很快就会压下去 毕竟 有思皇发出的真评诗句 就在眼前 你不去感激就算了 还要去黑人家 你的良心到底是怎么长的 大部分人认定一件事情的时候 团结起来的战斗力 是可怕的 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波音 波音 西小言 蓝山梦 坐着 水间车 第六百八十集 在这样多世纪节里 谁也没有想到 美第斯公司 竟然把诸神在林上映了 本来 诸神在林这部电影完成后 上映时间 应该更早一点 不过 那时候特殊血脉的事情 闹得太大 思皇的名声 也有很大的影响 造成了这部电影的进播 甚至 那时候 还以为这部电影 会成为绝笔 没办法 在大荧幕里 呈现在人们面前 拍摄的时候 思皇的名气 造成的反响有多大 带来的负面影响 又有多大 结果 它上映了 还是在春节过后 这一天 很多人 都去思皇的微博留言 表示自己要去看电影 说好了 这张电影票 是要给陛下的 这个春节 陛下 虽然不在京城 很有可能 还不在国内 但是 我们每一个人 都记得陛下 也记得 每一位 正在前线作战的军人 看着陛下的电影 想着陛下 也就能陪陛下 一起过节了 电影 在各大影院里上映 毫无意外的 第一天票房就大火 再然而 震撼的数据 也没有能再让人吃惊 或者惊呼 他们觉得 这是必须的 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陛下 该有的荣耀 这就是陛下 会有的成绩 春节过后 被平静隐藏的暗流 则猛烈地翻腾了起来 不知道 是不是战事 已经持续了几个月 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慢慢地 还是影响到了城市里 网络互通的情况下 各国之间的人们 都能查到 别的国家的一些事情 就听说 这个家族怎么样了 那个人又怎么样了 最明显的就是 那些关键的 特殊血脉者们 都不见了 不知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以斯皇带头 艾斯 亚瑟 雷切等等 都放下了自己的工作 转战去了别的地方 山雨续来的既视感 强烈地 让人们觉得周围的空气 都压抑了 然而 知情的每个人 心底顾忌着的造神 其实 并没有过多地 搅动这件事情 光是监控每个国家的网络 就足以让夏希同费力了 陈鸿走进来 把新的维持身体的营养液 给他挂上 就看到夏希同 明显消瘦了的身形 他什么都没说 做完自己该做的事情后 就站在夏希同的身边 开口说 四爷 我是陈鸿 是你的助手 你需要什么 都可以让我去做 夏希同淡淡地恩了一声 目光还放在前方 陈鸿不知道 他是记得 还是已经不记得了 反正 每次来 都会重复一遍这个话 这会儿 顺着夏希同的目光 往前看去 就看到 蓝色投影的视频 放着的 就是斯黄微博里的视频 只怕斯黄都不知道 四爷 也是每次 关注他的微博动态的一员 这本来 应该是一件 搞笑的事情 明明双方 已经是敌人 一方 却还是像个普通粉丝一样 去关注另一方的动态 真的是 平常的关注 没有通过 这个微博的动态 去查找斯黄的位置 从而 算计埋伏斯黄 然而 这样一件 搞笑的事情 陈红 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反而 大从心底里 泛起了酸楚 四爷 您还记得 四少吗 这时候 空间里 响起了歌声 是一群人的歌声 是军歌 陈红 就看到视频 又换到了 斯黄春节发的那条 视频中 依偎在一起的两个人 还有一个个 坐着的冰歌汉子们 一开始 看到斯黄 这些微博动态的时候 陈红 也吃惊斯黄的大胆 然而 对于斯黄 这份大胆 他却又忍不住 欣赏羡 他是夏希同的人 他希望这场战役 是夏希同胜出 只是 到底怎么样 才算胜出呢 陈红了解夏希同 知道某些结果 未必是他想要的 太慢了 夏希同的声音 突然响起 打断了陈红的思绪 陈红猛地往他看去 只看见 夏希同脸上蓝色的微闪 看起来 又好像是 对面蓝光视频 照在他脸上 出现的反射 只是陈红知道那不是 他尽得忍不住喊道 四爷 夏希同 好像没有听到 他的声音 脸上 没有多少表情 依旧给人 温文尔雅的感觉 那是他骨子里的气韵 哪怕感情缺失 也消不去多年来 养成的风貌 陈红从他脸上 看不出情绪 也看不出他的打算 一转头 就看到半空中的投影 不断地变换 可以看出 是各国风景 也有没有开发的地区 陈红心里浮现不安 能远程无声操作这些的 只有夏希同 而他到底想做什么呢 陈红却不知道 四爷 那是厮少 是厮黄 陈红喊着 试图在夏希同的脸上 看出一点别的情绪来 结果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的心 顿时凉了 二月十一日 这一天 在后来 被称为黄昏的战役 正式展开了 战役的名字 取得很俗气 不过亲眼看过 这场战役的人 却没有一个人 生得起 玩笑的心态 前段时间 司皇主演的诸神在灵 才上映没过一个月 今天 所有人出动起来 真的有种诸神现身 全摸乱舞的现象 作为被主要关注的 司皇和秦凡等人 刚刚得到重要消息 那就是 国内第一批特殊血脉人员 以及失踪的老一辈行踪 这是一场救援行动 由血吉和不死兵团 专门负责 他们乘坐军用改装车 到了发现地点 车上 每个人都在沉默着 就算是司皇也不例外 因为 今天 不仅是救援行动 也是他们最初 歼灭计划的行动事 酝酿了这么久 做了这么久的诱饵 终于到了一举 击破的日子 寄举了各大特殊血脉家族的能力 在早有准备的情况下 还知道各大据点和要清楚的人员名单 要是这样还能出错的话 那么那个出错的人绝对会成为整个计划的罪人 司皇坐在秦帆的身边 能看到秦帆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他握住秦帆的手 逆身道 如果没有必要 我不会动手 他的肚子 已经八个多月了 正常这样的孕妇 都应该好好休养 一开始 计划里 也是想着惊天行动 他们暗中前往北极 谁想到 会发现这样一个消息 消息来得突然 又恰到好处 司皇毫不犹豫的 就和秦帆他们一起行动了 这也是因为目前情况 留在哪里 都不能确保 万无一失 秦帆得到他这个保证 脸色微微舒缓 没多久 军车就停了下来 看样子 是到了目的地了 这是一片平原 几乎没有让人 藏身的地方 如果不是一字意外 捕获到这边的信息 很难让人知道 这里竟然还藏着 一个地下基地 司皇一行人 在这处基地的 捕获范围外下车 然后就进行了 搜捕行动 由于身体原因 这回司皇没有作为 出击人员一同潜伏下去 而是在外面 防守坚实 身上穿着的是 变色龙系列的作战服 可以根据环境 改变衣服的颜色 司皇趴在地上 几乎看不清他的身影 眼睛的异能已经打开 随时应付突发情况 和他一起守在外面的 还有不死的地下 以及血骑的擎天娃 两人互相看不对眼 不过多了司皇载 就形成了微妙的平衡 一向不易管教的地下 也没有肆意妄为 哎呀 你再露香火 地下向司皇问道 他是个年纪不小的汉子 捡着板寸头 浓眉大眼的样子 和郭成雄有点相似 都是那种一眼看过去 容易欺骗人的长相 司皇看向他 应道 没露 露啊 干嘛不露 我觉得今天肯定会很刺激 这段时间 大家都已经知道 司皇录像发微博的事情 还看过反响 对于这种可以称为惊世骇俗的做法 可以说非常符合不死兵团人员的口味 司皇没有回答地下 不过却注意到他说的话 今天肯定会很刺激 地下说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着玩的 能让他觉得刺激的事情 肯定不是普通的小打小闹 哪怕在他们眼里的小打小闹 在别人看起来已经是大事件了 司皇知道地下的能力 往厉害里说是有预知能力 尤其是对危险的预知 往不好的说就是乌鸦嘴 好的不灵坏的灵 一般被地下说出来的话 坏的都会实现 司皇之前也有感觉 倒不是说他也有地下一样的预知能力 只是分析出来的结果 露啊露啊 地下还在那随随念 很难想象 一个大男人操汉子 怎么能这么啰嗦 不过司皇已经习惯了 不死里面的人 本来就是个个是奇葩 给徐子秀了 正所谓物语类聚 地下是个奇葩 徐子秀就是带领奇葩的奇葩头子 在知道司皇在外面防守后 他就一早在司皇这里 把小心录像机拿走了 美琴明曰帮他录一些好画面 谁让司皇被安排进不去呢 不知道里面的情景 地下一听 眼睛就亮了 随即又黯淡下来 一边摇头 一边说 你是不是和白泽老大有一腿 特殊装备都给 司皇没有等他说完 眼瞰警告地看了他一眼 地下不是傻瓜 直到分寸 看见司皇的眼神 就闭嘴了 外面一片风平浪静 可越是这样安静 才越让人觉得不妥 一阵不该出现的声音出现了 让擎天娃和地下 都朝司皇看去 司皇自己也愣了一下 然后神色沉静地 把口袋里震动的手机掏了出来 只见 来电显示着陈宏 他确定 自己来之前 手机都是关机的 实用的 也是国家特殊制造的卡 不可能有人 可以打电话进来 只是 现实告诉他 这世界上 就是有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的奇迹 手机还在震动 司皇按了接听键 却没有把手机 放在耳边 靠近太阳穴 而是离开了一段距离 今天的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妍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 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波音 西小妍 蓝山梦 作者 水千彻 第681集 以他的听力 隔着这一点距离 也能听到电话里面 属于陈宏的说话声 四少 现在就离开你所在的地方 这是个陷阱 陈宏一开口 就是这样一句话 四皇神色不动 在陈宏说完之后 就平静地说道 最后的特殊血脉 的确被关押在这里 对吗 陈宏那边顿了一下 是 所以 这是一个阳谋 四皇表面平静 内心 却沉重 他已经猜到最坏的结果 这个阳谋 是夏希同下的吗 是 你们得到的是 关押那些人的消息 而过那边得到的 是你们的消息 还有其他人 四皇已经猜到了答案 但是 清儿听到对方 说出来的感觉 终究是不一样的 夏希同的情况怎么样了 你是利用他的能力 打电话过来 不算烦你了他的意思吗 四爷不会在乎 陈宏的声音 压抑着痛苦 是的 在乎 是属于人的情绪 四爷可能 连在乎都不会了 我觉得四爷在等你 如果你在这里 发生意外的话 就再也没有人 能够阻止造神了 到了现在 陈宏觉得 能让夏希同产生情绪 还有属于人执念的 就剩下四皇了 所以 他还打来了电话 哪怕时间上 可能已经迟了 四皇 似乎是猜到了 他的想法 抬头 看向天空 来不及了 还有 这是夏希同下的阳谋 何尝 不是我自己主动入局 一样是阳谋 什么 陈宏一时没有明白 自皇自顾自地说着 他既然主动搅局 就说明 他的时间不多了 非要我们分个胜负出来 幸好 我选择的时间也不长 告诉夏希同 再坚持一会儿 我会去见他 四皇说完这句话 就要把电话挂断 却听到 电话里出现了一丝噪音 然后 一股陌生又熟悉的电流 自手机闪过 他本能地 把手机丢出去 手机在半空爆炸 碎片 却意外地没有撕射 反而像是 被无线电纠缠着 倾服了短暂的一秒 才散落地上 四皇的脸色更冷 这种手段 是夏希同的能力 对方这一手 是警告 还是提醒 无论是什么 都代表了个信息 那就是 夏希同真的没时间了 天空出现了战斗机的影子 四周也起了包围圈 正如陈红说的那样 这是个陷阱 如果来救援的人员多的话 这会是一场激烈的对战 可能决定了最后 两股特殊血脉的胜负 但是 这次来的 只有四皇他们 其他人手 都被安排去狙击 造神四处的据点 然而 四皇这群人 是Z国最核心 巅峰的特殊血脉 要是他们陨落的话 对于这场战役 也有决定性的结果 四皇打开耳朵 佩戴的小型联络器 我们被包围了 退 秦帆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这是他们早再来之前 就猜测过的结果 所以 大家都很冷静 也一早就说好了作战方略 四皇没有马上动弹 你那边 遇到了麻烦 要不然 也不会这么久 还没有出来 秦帆沉默了一下 四皇能感觉到 这沉默中 对他的担忧 和不停从命令的沉怒 但是 秦帆说话的话语 依旧平和 没事 我马上出来 四皇看了一眼上空 眼睛猛地瞪大 上空 一架战斗机上 竟然装有大型热武器 看样子 像是要借这个机会 把他们一拨灭了 四皇当机立断地站起来 解除了身上的变色龙效果 就这样 暴露在了敌方的眼前 几乎是同一时间 远处的入口处 秦帆等人的声音也出现了 四皇只来得及看去一眼 就迅速地离开原地 耳朵里 听到秦帆惊怒的声音 四皇 他知道 自己这样的行为很冒险 但是 他不敢拿秦帆他们来赌 相比起自己暴露 吸引注意力 以自己的能力 还有很高的存活率 要是那颗炮弹 真落在秦帆他们 还没有出来的基地 那么 里面能呼多少人出来 就不一定了 没有回应秦帆 四皇几乎是不顾形象的翻滚 就已经跑出了一段距离 几乎是他经过之处 都有子弹的扫射 看起来惊险万分 同时 上空传来了爆炸声 四皇没有眼去看 这时候 已经站在他头发上的五宝 则忠实地向他禀告实况 啊 李虾 那个火已经自己打倒了 四皇心里猜测 这是造神的手笔 毕竟 下系统说了 这场混乱 不允许使用大型的热武器 尔尔谷这次的出现 说不定是个试探 试探造神的底线 以及能力 结果出现了 造神的确有本事 对他们的武器系统 进行监控 这样的能力 如果不是制造者 尚存了一份 别样的心思的话 不是完全的 爆射目的的话 只怕 真没有他们什么事了 五宝 之前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啊 陛下 你说 幻术 是只能作用我自己 可不是 只能换换模样长相 应该 也能换换别的东西 给人造成错觉 和视觉效果 就是这样 没错的 不过人的变化 最急于小粉红 我们现在 还缺少小粉红吗 五宝本来 想先算计一下 结果发现 根本就不用算了 陛下的小粉红 几乎 都要遍布全球了 好吗 陛下 全知识了 五宝快哭了 他竟然这么傻 陛下已经小库房 满的药溢出来了 他还小气巴拉的 各种拮据的过生活 一时间 思黄就感觉到 身体各项机能 都得到了提升 那种突如其来的提升 差点让他的动作失误 知道是五宝搞的鬼 却也没有出身去责怪他 在这种时候 还能卖蠢 老实说 还挺能缓解人的心情的 五宝已经是绿豆眼 金光大赦 陛下 用吧用吧用吧 没事的 用不完蛋 倒上四方吧 哦哦哦哦 思黄懒得和这个 不知道情况危险的 小坑货计较 思黄 已经开启了双眼的异能 变换了双手 侧膊和额头 隐约都长出了些许鳞片 隐隐绰绰的 不明显 这是为了保护他 一些致命的地方 不过 在外人看来 还是不由自主的经验了 有句话说得好 越美丽的东西 越危险 思黄就这样 冲进了敌人的包围圈 人呢 刚刚还在这里啊 野生 这种异能真的有吗 快把它找出来 啊 思黄的身影 突然就在眼前消失 一点踪影都找不到了 这种视觉上的冲击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难以平静的 夜时间 就有人没有忍住 尖叫出声来 尤其是 当惨叫声响起 大家发现 惨叫的 竟然就发生在自己的队伍里 叫的人 脖子的动脉被切断 血液 喷洒中 就倒在地上 可是 凶手还是不见踪影 在自己人的队伍里 又不能直接开墙扫射 一想到 一个可怕的敌人 竟然就这样潜入了自己人身边 很可能 下一个死的人就是自己 就算都是精英 也忍不住胆寒 思黄的行动 堪称迅速 让秦帆降祖旨也来不及 哪怕他的行为 对于行动很有益处 换做是别人做的话 秦帆还会对那人产生欣赏 可是 这换成了思黄 他还是忍不住 被私人感情 给占据了理智 去他大野的国家武器 在革兵之前 他首先是他的宝贝 肚子里 怀着的是他们的小宝贝 秦帆毫不犹豫地 就跟着冲杀了过去 却没有忘记 其他队员 吩咐下去 准备突围 在雷震宇他们身上 都带着个人 正是失踪的那批老同志们 看样子 情况不太好 都是要被抬 或者要被背着走的累赘 想要保护他们在突围 对于雷震宇他们来说 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尤其是在这种针对性的包围下 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的队伍里的三大杀器 真正可以堪称是人形杀器 一个人堪比一个队伍 斯黄的行踪不明 但是谁都可以肯定 他是第一个冲进敌方人群里去的 现在也肯定还在 看那些无缘无故 被割喉死的利索的人就知道了 徐子秀的表现凶残 他仗着自己的能力横冲直撞 给人的视觉冲击力不孝说了 心智不坚定的人都会被吓到 秦凡也是悍然凶残的直接冲杀 不过他和斯黄的隐匿 徐子秀的不管不顾不同 他更像是铜墙铁骨的全能猎手 速度快得像豹 扑杀像狼 又有猫科生物的灵活敏捷 让一群人锁定了 却始终没有能射杀成功他 就好像他全身都长了眼睛一样 能够躲避所有的子弹 偶尔太过密集 没有躲过 他伸手竟然徒手就能抓着子弹 旁人很难看到 他手掌心伸出的麒麟 看起来不厚 防御力却很惊人 只要想想 当初他能在海底的磁场爆炸中活下来 就知道他的防御力有多强悍了 有了他们三个的冲锋 本来是一场围剿 愣是有种羊群自己跑去 挑衅虎狼豹一样 完全不是这些肉食生物的对手 哪怕早就知道 他们三个凶残 不过亲眼看到这一幕 就算是雷震宇他们 也震惊了 内心最让他们感到震惊的对象 还是四皇 因为秦凡和徐子秀成名已久 凶残可怕 是他们早就知道的 不过四皇的厉害 更多是听说 这次算是看到四皇全力施展了 竟然真的和秦凡徐子秀之流 旗鼓相当 单论年纪和训练时间来说 四皇的成就 可以说是已经超越了秦凡和徐子秀两人 原来四皇在视频里说的 是顶尖特殊血脉异能者 实力已经和秦凡相当 是真的 一开始 他们还以为 四皇是在说自己血脉的纯度 单论纯度的话 看样子的确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那么四皇还说过 在海里的话 他的实力比秦凡更强 也是真的了 雷正宇他们觉得 三观有点崩塌 内心已经下了一个决定 以后对四少一定要更客气 不是出于对老大的敬畏 而对他客气 而是他本身的实力 有资格让他们敬畏了 心里是震撼的 但是雷正宇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植物 速度一点不慢的 跟着三个人心凶器后面突围 各自都是有本领的 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妍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波音 西小言 阳山梦 作者 水千车 第682集 龙峰背后 雨一展开 别看这翅膀 是羽毛的 风力和防御力 也不同反响 要不然 怎么承受得住 高空的风力 雷阵与周围的重力磁场 发生了变化 可以让扫兽过来的子弹 速度变慢 也给人反应的时间 擎天娃能做的 主要是辅助 这时候 帮不了什么忙 需要做的就是 保护好自己 以及救援人员 羊子一脸纠结 最终 还是弯曲身躯 双手双脚着地 然后 她的眼睛 渐渐发生了变化 像瘦雷一样的树桶 本来 并不算多健壮的身躯 好像变得粗重了一些 回头对雷阵与说 保人 她话还没有说完 雷阵与已经把三个老同志 都放在了她的背上 还用绳子迅速地绑好 固定好 当即 就有个老同志喊道 别 雷阵与没有听她 眼神坚定 老同志一时间哑然 嘴唇微抖 杨子不知道 她的小动作 表情更纠结了 她这能力 真的没有什么攻击力 就是各项机能变好 尤其是耐力和负重力 根本就是人形的运输机 只是现代机械横行 根本就不需要她负重什么 她个人也觉得 作为一个人形运输机 真的很漏 所以 一直以来 能不用特殊能力 就不用了 军队里 很多都以为 她没有特殊能力 血骑这边的人 本领各出 不死的人 也不该落后 地上 光看闪躲行动 比起情烦都不逊色 不过 她靠的是自己的预判 一般危险来了之前 她都已经提前 做好的防备 这一幕 比任何国际大片 都要惊心动魄 真实的生死逃亡 无论是司皇 还是其他人 都不会想到 眼下自己 正在死里逃生的一幕 正在被全国直播中 没错 全国直播 只不过 这回直播 却不是出自司皇的微博 而是CC中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直播账号 直接就开了直播 说起来 这个直播 一开始很低调 毕竟 小号没有推荐 没有人气 要不是每个直播 都会有管理员 进行检测 以免出现 摄黄摄爆 或者不健康的内容 都不会被人发现到 谁想到 这么一检测 就检测出了问题 一看到直播内容里 一出现 徐子秀那张脸 管理员就马上去通知苏月办了 不止通知了他 还通知了雨昕等人 现在 谁不知道特殊血脉 谁不知道 这位跟司总裁一块的队员 之前 总裁的微博视频里 他也是看过的 苏月办和雨昕 得到消息之后 毫不犹豫的 就让人把直播视频置顶了 推荐 给 人气 鼎 推广 联系路子 他们还以为 这又是司皇搞出来的 所以 第一时间 就全面配合 一时间竟然忘记了 司皇 都是用微博发视频 哪里弄过直播 还是用的小号 而且 正是因为司皇 这些日子来做的事 每一件 都突如其来的 含有深意 离经叛道 又震撼人心 一见到视频里 出现 徐子秀 和秦凡等人 他们自然就联想到了 司皇身上 没去过多的思考 为什么 没有出现司皇本人 反正 司皇的思想 他们总是跟不上步伐 跟着司皇干 总是没有错的 就是这么迷之自信 这一场乌龙 就造成了 无数人 看到了视频直播 然后 一个传一个 根本就不需要 与其他们怎么炒作 这个视频直播 就上了各大播放软件 赶上了全国直播了 直播中 正在国内的人 还看到了 连现在司皇 都不知道的事情 秦凡他们 到达地下基地后 确定找到了那些 失踪的老同志 还有被抓的 其他特殊血脉人员 只是 他们虽然没有死 可各自身体 都受到了药物的影响 就这样带走的话 秦凡等人 人数上 也是不够用的 从老同志们的嘴里 已经得知 这可能是个陷阱 又知道 外面已经形成了包围圈 一位老同志 当机立断 就决定了 你们带我们这些老家伙出去 他们的目标是我们 就由我们把人引走 等这里安全了 就由别人来接你们回去 这是个冒险行动 不管是对出去 面对包围圈的人 还是留在地下基地的人 有人猜测 老同志们 是说得好听 实际上 还是想自己先跑 但是 看他们的样子 也知道 他们并不知道 直播的存在 这也是在假装吗 等到思黄等人 出了地下基地 所有人看到外面的包围后 才明白 出来面对这些 到底有多危险 这群老人 会想不到吗 他们要是怕死的话 可以留在地下基地 和那群年轻的 特殊血脉在一起 等待着下一次的救援 当然了 这样的话 肯定会惹人怀疑 为什么 秦凡他们下去了 却什么人都没有带上来 是个人都想得到 人可能还在下面 那么下面的人 就真的危险了 因此 老同志们的想法 是对的 他们在赌 却不得不赌 当思黄注意到 天空的时候 也有人注意到了 金枯声 在每个地方响起 幸好 那带着 大型热武器的 战斗机爆炸 并没有给 思黄他们带来打击 思黄 突然 青帆的吼叫声响起 然后 不知道 是不是携带 拍摄器的人 也转过来 人们就看到 思黄站起来 飞奔出去的身影 从出现 到消失 再到包围圈 出现的伤亡 以及惊呼 一切 就像在梦中 也许真的是 在梦中吧 这 就是特殊血脉吗 在战火和鲜血中 穿梭洗礼 每个人都与众不同 他们是那么强大 又脆弱 每一次 在死亡的生死线中 挣扎来回 此时此刻 每个人的内心 都是震撼的 被清晰而真实的 巨大画面感所震撼 被特殊血脉的 生死战震撼 也被这群军人的 精神震撼 他们全部加起来 才十来个人 面对的 却是成千上万的敌人呢 敌人们手里 还有让人胆寒的强械 他们要在这样的地方突围 此时此刻 还有谁能说 因为他们是军人 所以 战斗是应该的 所以保护 普通群众是应该的 他们明明那么的出色 为什么要遭人非议 他们的命也是命呢 他们的生命 到底有多少次 在死神的手里 抢回来 别人暂且不说 四皇却是 他们熟悉的明星 那个从十六岁出道后 就被他们看在眼里 成长到现在的 二十岁的明星 他们看着他 还未成年时的成熟稳重 看着他 从配角 成长为国际巨型 看着他成年 看着他毕业 看着他谈恋爱 再到结婚 这是他们爱着的偶像 也是他们爱着的英雄 现在 这个才二十岁的女孩 在多少人的眼里 二十岁 还是个孩子的年纪 多少人二十岁 还在上学 还在仗着自己的年轻 张扬而放肆 他却已经上了战场 他却在生死里挣扎 他在杀人 他在救人 无数人失神地看着直播 心脏已经被揪紧 忘记了手头上的事情 眼睛只能直视着 眼前的电视 电脑 手机 或者投影 不要出事啊 一定要安全 加油 你们一定能行的 不要死 千万不要死 对不起 对不起 心里想着 嘴上说着的 无数的起愿 都冒了出来 明知道 直播里的 司皇等人听不到 但是 要是不说点什么 不把郁杰心口的 情绪发泄出来 会把自己憋死 会把自己憋疯了的 不仅他们在担心 更多人也在担心 也有明眼人 看得出来 司皇他们这次 行动太冒险 完全是 仗着自己的本事大去拼 他们同时也明白 司皇他们去拼 不是傻傻的 拼着一腔热血 单纯想把国家的 老同志们救出来 他们是在打掩护 本来 他们就够吸引人的注意了 有了这个直播 更多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他们的身上 从而 忽略了别的方向 为什么 这次救援 只有司皇他们 是因为自大 还是真的中了埋伏 在阿尔国的包围的人看来 大概 是后者 但是参与这次 歼灭计划的人 则明白 是因为 人员都被派遣出去 做别的任务了 造神的据点不少 像是树根一样 盘踞在各地 还有潜藏的人员也是 这次行动 主要出力的是 Z国 因为 Z国本来 就是造神 最针对的国家 司皇他们 也更相信自己人 当大部分人 都被司皇他们 这次救援 和被包围事件 吸引注意力 其他地方 每一分 每一秒 都在死人 这些死去的人 有的是知名人员 也有的是 人群中不羁眼的小人物 一个个造神的 小心据点被偷袭 把他们打得措手不及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几个月计划和行动 他们早就暗中 潜伏在每一处 绝对不允许 有漏网之鱼逃掉 半天的时间 造神组织 这棵大树 就仿佛被群涌而至的 虫椅 肯尽只干 只剩下主干 在孤零零地支撑着 各国特殊血脉异能者们 集合起来 一起行动的力量 是可怕的 所以 当夏希同发现的时候 也来不及阻止 那些据点被破坏 人员抓的被抓 杀的被杀 夏希同不是不可以反击 只是 他的反击救不了那些据点 和被处理掉的人 能做的 不过是一个个 处理那些动手的人 然而 对于这些雷霆一击 把造神分支杀得 干干净净的人们 夏希同却没有动手 他笑了 陈红亲眼看到 夏希同在笑 哪怕 他的眼神里 没有任何情绪 嘴角 却是实在地勾了起来 陈红不明白 他这笑 代表的是什么含义 心里同时震惊 这群出动的人 到底是怎么样 得到造神组织 这么详细的资料的 他认为 司皇他们 都不够造神 就是因为 造神的分支很多 只要司皇他们 找不到造神的分支 和潜藏的人 那么 造神 总会留下种子 更何况 有夏希同在呢 难道 是四爷主动 透露出去的吗 陈红这样想着 又朝夏希同看去 这个念头 就打消了 造神 不会把这种信息 透露出去 四爷已经在和 造神同化 所以也不会产生 这种想法 何况 四爷是骄傲的 这样的让步给对手 那么 那个人 绝对不会被四爷 认可为对手 不被认可的对手 四爷的做法 肯定是不在意 那么一早就磨杀掉了 陈红忽然想起来 和四皇通话时 四皇说的那一段 让他不明就里的话 夏希同用的是杨谋 我一样是在用杨谋 陈红猛的惊醒 这是四皇早就计划好的 这是他一直在等待的结果 别管四皇 到底是从哪里得到 这些详细信息 就凭他知道了这些 就是他的本事 四爷 他会来吗 陈红问夏希同 今天的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颜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 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播音 西小颜 阑山梦 作者 水千锤 第六百八十三集 直播中 其他人看不到四皇的身影 但是 被夏希同截取来的画面 却可以看到 不过是 不太清晰的身影 就好像是由生物电流形成的 陈红也是借由夏希同的能力 才能看到这些 他觉得 以四皇秦凡 还有许子秀的本事 可以成为单兵王中的单兵王了 想要单独突围 并不太难 偏偏 他们是要保护其他人一起出去 这难度 就加剧了不止一倍两倍那么简单 陈红问出那句话 本来是没有想过 夏希同能回答 谁知道 夏希同的声音响起 只有他能来 陈红一愣 随即想到 这个地方的位置 无声地认同了夏希同的话 时间 慢慢地过去 这场 本该是没有悬念的战役 竟然愣是被四皇等人 扭转了局面 让他们慢慢突破了一个口子 陈红的眼睛发亮 心里惊异于四皇他们着实厉害 心情很复杂 不知道 是该高兴 还是遗憾 几乎在看到希望的那一刻 贼国全国人民的眼睛 也都亮了起来 此时 正在突围的四皇等人 也是心里微松 清翻早就已经赶到了四皇的周围 突围的主力 就是他们两个 哪怕一样看不太清 四皇的身形 但是 凭借着一种 难以形容的感觉 他知道 四皇就在这里 希望就在眼前 四皇就往秦凡的身边赶去 哪怕是他 这样高强度时间的战斗 也有点吃不消 并不是没有受伤害 只是 在受伤的时候 就藉由小粉红恢复了 他这种恢复 比不上徐子秀 那种变态的速度 却也是足以让很多人 羡慕极度恨的 不仅是不想受伤 影响自己的作战能力 还有就是 未免让清凡看到了担心 四皇马上就要靠近清凡时 一股难以形容 又莫名熟悉的电流 窜过他的全身 像是静电 又像是生物电 一瞬间 受到了什么影响而错乱 磁场也短暂的失控 四皇的脸色突然一变 身形就这样整个暴露出来 下戏痛 他嘴里呢难了一句 脸色变得苍白 换出突然就被破了 这还不足以让四皇惊慌失措 让他变色的原因是肚子猛地传来下坠感 这么久了 他第一次感到受孕的痛苦 那种痛 也开始是轻微的 但是四皇就好像有种大事不好的及时感 紧接着的现实 就真的把他的及时感给灵验了 秦帆在四皇身影出现的时间 就第一时间锁定了他 一转眼就看到四皇 一手捂住自己的肚子的小动作 那脸色的苍白 也没有错过 那一瞬间 秦帆什么都想不到 唯一的念头就是 赶到他的身边 他确实这样做了 也做到了 子弹近距离地 打在秦帆的身上 让他伸去一阵 不过 他的手 已经把四皇抱在了怀里 他没有片刻地停留 单用一只手 试图去突围 但是反响并不好 毕竟 四皇的身形并不小 想要把他完全保护周全的同时 在这种地方突围 是不可能的 四皇也发现了这一点 强忍着难受 对秦帆道 放我下来 我可以自己走 发现秦帆没有动 四皇转头 就看到秦帆 双眼里的血丝 他一惊 然后一咬牙 一巴掌抽在了秦帆的脸上 你冷静一点 这样 我们 我们三个都得玩 这一巴掌 抽醒了秦帆 他把四皇放下来 你先出去 这句话 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不给四皇任何的反驳 那盯着他的眼神 也凶狠地可怕 四皇还没有来得及回应 就听到秦帆接着说 我要护你 大友四皇 要是不答应 他就算是再次把人强暴 也要暴出去的意思 望着秦帆压抑着的情绪 满眼戾气 遮盖了浓浓担忧的模样 四皇又瞬间地忠着 一直以来 他都没有向秦帆 要过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就是 如果他个人安危 和国家任务比起来 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他会更偏向于哪一个 因为这个问题 会让秦帆为难 也没有真实发生过的事 非要个答案 显得很幼稚 所以 四皇就没有真正地问过 唯独对秦帆说过 在他心里 个人私情 比大义更重要 然而 当大义摆在眼前 当秦帆真的要去面对的时候 他又偏向了他 愿意和他一起面对 此时此刻 秦帆的表现 却给了私谎答案 那双眼睛里 映出的是他的身形 浓烈的 让人无法忽略 他把他摆在了第一位 在救援老同志们的情况下 力求先把他送出去 哪怕这样违反了作为领头的责任 原来 他在为他改变的时候 秦帆也早在无声无息中 为他改变 肚子传来的阵痛越来越明显 下身 也有湿润的感觉 让司皇不得不认可了秦帆的话 他还没有自信到 拿他们两个的孩子来碰运气 两人这边的情况 早就被徐子秀他们发现了 由于是同一个方向突围的 所以他们距离并不算太远 每个人都感觉到 事态的严重性 根本不敢有任何的保留 姿姿 你怎么了 徐子秀比秦帆更任性 完全不管后方神的情况 就朝他们两人过来 也幸好 主要的压力都在他们这边 所以 后方人员的情况还可以 你肚子疼 这是什么味道 徐子秀 抽了抽鼻子 目光突然落在 四皇没有用幻术遮掩 明显大得不平常的肚子 你肚子怎么大了 面对这些问题 四皇没有回答 本来想用小粉红 来缓解疼痛 却发现并没有用 结果 还是五宝提醒用金闪闪 才让四皇缓过劲来 幻术再次笼罩此身 身影也消失不见 清帆 则感觉到四皇就在边上 他对徐子秀说 掩护四皇先出去 这是秦凡第一次 对徐子秀说话 带了请求的口吻 也难得的是徐子秀 第一次没有跟秦凡呛声 眼神有点意味深长 又明雾 他们的反应 看着倒是冷静淡定 但是看直播的人群 则是突如其来的情况正傻了 陛下的肚子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那么大 不会吧 如果 如果是怀孕的话 以那个弧度看 至少有五六个月了 也就是说 陛下出去作战的时候 已经有了 不 不会的 不可能 一定是看错了 看秦将军的反应 陛下是真的 而且 陛下和秦将军 肯定早就知道了 可是明明知道了 为什么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现在陛下怎么样了呢 原先想着 四皇主动去参军 去出行 已经足够让人震撼 现在得知 四皇可能怀孕 所有人都集体失声 别说是真爱粉了 就算是黑子们 面对这种情况 只要不是天生心黑 三观变态 都无法再说出一句恶语 无数女性 都控制不住地掉下眼泪 不敢想象 四皇接下来怎么办 看秦凡的反应 分明是陛下的情况不好 哪怕情况还行 在这种环境下 任何意外都会发生 陛下到底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都这样了 还要去 难道陛下 不在乎自己的孩子吗 不可能 没有人会不在乎 自己的孩子 何况 是陛下那样温柔的人 无数念头 在众人心里浮现 然后升起 和曾经阻止四皇出去的 姨奶奶一样的纠结心情 自豪骄傲 心疼 愧疚难受等等 根本无法形容 风黄娱乐这边 与其他们 看到现在也算是反应过来 这直播 根本就不是四皇受益录制的 要不然 四皇不可能是这样一副样子 然而 现在发现 已经迟了 更不可能去关掉 他们也都傻了 完全没有想到 四皇竟然把怀孕这件事情 藏得这么深 最重要的是 他们和其他人 都有一样的困惑 以及难受 到底是为什么 到了这种时刻 还要亲自去面对 这些枪林弹雨 责任吗 明明在声明上 把话说得那么狠 把事情做得那么绝 偏偏自己 又去以声作则 说好的自私呢 该自私的时候 你怎么就不知道 自私一点呢 也许 不是不想自私 只是事情真的到了 非陛下出面不可的地步 陛下很厉害 也因为这份厉害 可以救很多人 有陛下在 明显让很多事情 都变得更简单 成功率也更高了 有人这样在网络上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言论 大家看完之后 纷纷沉默了 这就是陛下说的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吧 亏那个时候 他们竟然还在 人云一云地 把特殊血脉 当成一雷 去排斥 去侮辱他们 平原上的敌方 见到四皇他们出现状态 不会有任何的流情 只会乘胜追击 秦帆担心四皇的情况 疯狂起来 更是不管不顾了 一时间 场面更惨烈的可怕 如果说 秦帆的伤 看不太出来的话 那么看许子秀就知道了 那絮肉炸开 又愈合的画面 人们光是看着 就觉得疼痛 疼痛之后就是麻木 心灵 以及精神上的麻木 不是没有了感觉 而是 感觉太深刻 已经不能经受碰触 只要稍微碰一碰 就有可能崩裂 四皇不得已之下 已经顾不上其他人 他知道 自己坚持不了多久 留下来帮助其他人突围 反而最后 可能成为大家的麻烦 所以 最好的选择 就是先管好自己 他也舍不得 肚子里的孩子出事 当一件事情 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 哪怕选择再痛苦 也必须立马选择 否则 拖延只会让结果更惨 四皇看了秦帆 和徐子秀一眼 又回头 看向身后的队友们 身体的变化 越来越大 不过在幻术的遮盖下 没有人看得到 前面 是一面像合金一样的防御圈 看样子 是有人在后面堵着 四皇眼里 闪过狠色 才跳起来 就听到警报器的嘀嘀声 然后 后面的人举起了枪扫射 他不得不凌空一个转身 重新落地 然后 用足了力气 一脚硬踹 阻拦了自己去路的防御 这一脚 却没有成功 把合金防御踹开 反而暴露了他的位置 脚上 还传来了麻痹的感觉 这类似合金防御的东西 有意针对特殊血脉 或者说是 富有电流攻击 反弹作用 四皇没有停下 侧后方 是秦帆在帮他防御 但秦帆来破这里 也不是不行 但是不能一鼓作气的话 会让突围更麻烦 后面的其他队友们 也更麻烦 今天的节目就过奖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妍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 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播音 西小妍 蓝山梦 坐着 水尖车 第六百八十四集 四皇深吸一口气 一手摸向自己的肚子 心里暗暗说了一声 坚持住呀 你都坚持了这么久 一定要坚持住 他的下身 就已经变成了鱼尾 鳞片细致 在西洋下反射出 炫目的朦胧光晕 作战符也被强行撑破 四皇再次用了全部力气 一尾巴甩在了合金上 鳞片隔绝了大部分 电流的麻痹 反弹力不是没有 让四皇浑身又是一震 却省住了 走 看着成功突破了最后的防御 四皇喊了一声 刚准备动 却整个人一歪 差点摔在了地上 一只手臂 及时把他捞进了怀里 四皇抬头 就看到布满血丝的双眼 那双眼睛里的痛苦和焦急 几乎要溺出来 四皇很想安慰秦帆一句 不过眼下不是好时机 连个笑容也不给他 反而一脸素冷 眼神唯有十足的坚强 明亮的几乎要刺痛了 秦帆的眼瞳 冲出去 秦帆嘶哑的声音响起 手一转 就把四皇整个抱进了怀里 已经顾不上 这样的动作 会不会让四皇难受 关键是 能完全保护住他不受伤 另外一只手 把一面被四皇拍倒的 合金板捡起来 挡在身前 然后像个人形坦克一样的 横冲出去 徐子秀看到这一幕 学着他一样这样做了 不过 他挡住的是另外一边 以他的能力 能完全不需要 合金板来保护自己 他身上的伤 已经数不清了 然而 他还是这样做了 与其说他是保护了自己 倒不如说是 保护了后方的其他人 一群人就这样 从突破狗冲了出去 一路在平原上奔驰 突破了包围圈 不代表危机就解除了 在这种 没有躲藏地方的平原上 他们始终是被追击的目标 在阳子碑上的老同志 突然喊道 那里还有人 不能就这样跑了 对呀 殿下基地里 还有没有救出来的 特殊血脉 如果他们 就这样逃出敌人的视线范围 谁也说不准 他们会不会 再去查看那里 哪怕在出来之前 他们有把剩下的人 藏起来 还把郭成兄 留在那里 可是敌方 专心搜索 或者 有意要直接 毁掉那里的话 剩下的人 就凶多吉少 那些年轻人 都是国家的军人 都是年华正茂的 国家下一代 这些老同志们 选择出来做诱饵 不就是为了赌一把 把那群年轻的军人们 救出来吗 他们是军人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 就不能放弃自己的队友 不能放弃自己的同胞 秦帆的手掌猛地握紧 他已经可以看见青青 他的额头的青青 也凸起来了 头儿 我们分头跑吧 杨子喊道 我那里好 我可以去引他们一战 他说得轻松 但是经过了这次突围 谁也不知道 阿尔国这次出动的人 分明就是想把他们 一网打尽 都不是简单的货色 现在他们就只能逃 翻路 秦帆声音沙哑 压抑着某种即将爆发的情绪 莫子 你带四皇 用最快的速度 只关跑 要到藏身的地方就躲起来 其他人跟我走 秦帆说了这话 就准备和杨子换人 他的目光 看向那些老同志 漆黑的双眼里 酝酿了太多的情绪 反而让人看不明白 这些老同志们 活了这么久 哪里会不明白 他这话背后的意思 然而 他们谁也没有表示不满 还是刚刚说话的老同志 突然开口 秦小将军 是我们对不起你 全人民都欠了你 他的眼神温和 富有力量 语气郑重 你是个好军人 这样做没错 没有人会怪你 他们都是 阿尔国这次派兵过来 要击杀的目标 不管是斯黄 还是秦帆的重要性 都一样 如果秦帆和斯黄 在一起的话 敌方重点追击的 肯定是他们两个 现在 秦帆把斯黄交给了杨子 自己和其他人 带着老同志们 等同于 把自身和老同志们 作为诱饵 去引诱敌方的追击 哪怕他们有本事 在短时间里 摆脱追击 也必须装作没办法 要把敌方 一直勾引下去 才能保证 还在地下 地里那些人的安全 这项任务的 安全系数很高 是拿自己的命去平 秦帆 却把斯黄交给了杨子 让他们分开跑 还叫杨子 尽快找到 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等同于是 用自己和老同志们 去给他们吸引兵力 给他们争取逃命的时间和空间 这种做法 已经明摆着是寻思了 可是 老同志们说 没有人会怪他 他这样做没错 还是全人民欠了他 无论在场的人 还是眼下看直播的人 都没办法 去反对老同志的话 怎么去责怪 怎么有脸去责怪 斯黄的情况有多危险 谁都看得出来 现在 他还在秦帆的怀里 一条鱼尾垂在旁边 脸色苍白中 带着病态的潮红 再看他隆起的肚子 那里面 是小生命呢 这条小生命 是秦帆的孩子 是特殊血脉 极为难得的孩子 现在这种情况 让秦帆不得不 把自己爱的人 和孩子的安全 都交给别人手里 这是一种 怎么样的折磨 当秦帆准备 在奔跑中 和杨子换人时 他的手 却被斯黄握紧不放 一低头 对上斯黄的视线 秦帆心里的坚持 差点就直接崩溃 放手 秦帆道 发现斯黄的手 还没有放开 握得更紧 脸色难看极了 声音 却舍不得放大 我们必须分开走 一起走 就会成为最大的目标 我知道 斯黄说 他看着秦帆 苍白的嘴角 勾了勾 可 那又怎么样呢 那又怎么样 可 那又怎么样呢 秦帆的神经 已经完全绷紧了 斯黄平静道 你不放心我 我也不放心你 那就一起走 又是一阵痛 让斯黄眉眼扭曲了一下 他反而忍不住笑了笑 借由这个表情 来缓解内心的不安 以及生理上的痛苦 我们总是要在一起的 你总不能 让别人 来帮我迎接他吧 这句话里的他 以及斯黄眼神里的笃定 让秦帆脑子里的 那根神经完全崩断了 他并不口感 声音 却已经沙哑得不行 我们一起 一起走 放心不下 是的 放心不下 哪怕明知道一起走 会吸引所有的炮火 可人在自己身边 才是最安心的 斯黄微笑 他的笑容平静 好像根本就体会不到 这决定有多危险 在这样的微笑下 秦帆的心情 渐渐也平和 并冷静下来 他看着斯黄 看着他的肚子 秦帆眼神里 仿佛燃烧起某种火焰 灼灼生热 他们是一家人 他们一家人在一起 哪怕孩子还没有出生 那也是他和斯黄的孩子 是秦家的孩子 不该惧怕危险 该坚强 秦帆想起曾经的自己 在安全的环境里 听到的是父母遇难的消息 连尸体都找不到 他想 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一起 更让人心安的 他们现在在一起 以后也会在一起 我会保护你们 尽全力地去保护 用自己的手 用自己的身躯 亲自去保护 不假于他人之手 同一时间 看到这一幕的无数人 都已经热泪盈眶 怎么都止不住 尤其是和斯黄熟悉的 雨夕等人 更是记得七七变色 脸色煞白 嘴唇哆嗦 从来没有像这时候一样 痛恨过自己的无能 除了干看着 什么都做不了 什么都帮不了 该怎么办呢 除了祈祷 除了担忧 除了哭泣之外 还能做什么呢 时间变得无限的缓慢 从早上到下午 再到夕阳西下 那日落西山的 半截橙黄色的余晖 照映着半边天的晚霞 犹如焚烧了半边的天空 也一如人们的心情 之前那地面上 人死后流下的鲜血 造神的各个据点被毁 以及潜藏的人脉被断 完成这些的各国精锐们 一口气还没松懈下来 我有心情沉重地 看着直播中 斯皇他们的境遇 他们成功了 促使他们成功的最大功臣 就是斯皇他们 只是他们的成功 还没有让事情结束 因为他们知道 还有最后一步 需要斯皇他们去做 如果斯皇他们 在这场战役中伤亡 那么最后对造神 该由谁去呢 一起去吗 面对的又会是什么呢 他们心里没有答案 仔细想想 原来早就不知道 在什么时候 斯皇已经成为了 他们的主心骨 这场黄昏 到底会是造神的落幕 还是斯皇他们的余晖呢 北极的造神总基地里 成红已经顾不上 直播里斯皇是什么情况 他看着身体 不断抖动 小幅度静挛的下西桶 体会到的是 和雨晰他们一样的 无力和焦虑 四爷 除了叫下西桶外 成红什么也做不了 他不敢去碰触下西桶 就怕自己一不小心 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这些变化 都在斯皇那里出现意外时开始 成红知道 其中肯定和斯皇有关 却对斯皇产生不了怨恨的情绪 因为他知道 这怪不到斯皇头上去 成红 突然 下西桶叫出成红的名字 成红眼里 现闪过巨大的惊喜 紧接着就变成了巨大的恐慌 四爷 你有什么吩咐 他自以为很冷静地询问 却听到自己声音颤抖的厉害 还带出了哽咽 下西桶转头看向他 你走吧 这一眼 让成红看清楚 下西桶双眼里的蓝光 那是数据流迅速划过 几乎看不清楚后出现的蓝光 遮住了所有属于人的感情 如果是第一次见到下西桶的人 看到这样的他 肯定会怀疑 他并不是真实的血肉之躯 走出去 船已经准备好了 下西桶说 成红没有动 十分钟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成红还是没有任何的异动 他慢慢地说 四爷 这不是最后的机会 我还可以赌 四少会来 下西桶没有再说话 他睫毛轻微地颤了颤 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声 你说得对 你还可以等他 可惜 下西桶已经等不了他了 四爷 你可以的 成红猛地一震 嘶哑当 现在的您依旧是你 哪怕成为造神 那也是你 下西桶没有说话 他似是困倦极了 眼皮一阵都痛 成红往前走 四爷 下西桶 闭上眼睛 仿佛陷入了安静的睡眠 Boss 下西桶 不管成红怎么叫 都没办法 撼动下西桶分号 他露出一个 似哭似笑的表情 转头 看向门口的位置 终究 还是没有动 十分钟 说过去就过去了 他没有走 就失去了 想再走的自主权 今天的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妍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 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播音 西小妍 蓝山梦 作者 水间车 第685集 谁也不知道 在下西桶 闭上眼睛的那一刻的同时 一片区域的网络 以及科技机械 全部失灵 徐子秀放的直播 突然中断 追赶他们的飞机下坠 搜索的雷达失效 手表的指针停止 乃至于指南针也紊乱了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让每个人都愣住了 无数正在守着直播看的人 看到突然黑掉 结束的画面 一阵呆冷 一时半会儿 都没有回神 平原上 正在躲避追击的 斯黄等人 听到坠落爆炸声 也吃了一惊 在经过商量后 由龙峰飞回去 小心翼翼地 朝远方看去 发现 敌方那边 出现了意外 不仅是战斗机失控 连汽车 也失去了效用 龙峰把看到的情况 跟秦帆说了一遍 然后 秦帆 把身上佩戴的队员 联络器开启 发现 这东西 也失效了 真是没用了 徐子秀的声音响起 大家往他看去 就见徐子秀 手里拿着 小型拍摄器 以及手机 按着开机键 都没有任何反应 徐子秀一脸 你太小看我的表情 我一直在开直播 然后 看向斯黄 就是用 斯斯你公司那个 最最软件开的呀 斯黄文言 朝他看去 心底 浮现某种猜测 你一直 在开直播 他的语气 问得还算平静 然而 等徐子秀点头后 所有人的表情 都变了 见过不靠谱的 没有见过 这么不靠谱的 就算是斯黄 也小看了 徐子秀的 胆大妄为 怪只怪 最近看徐子秀 还算听话的样子 竟然忘记了 这货 根本就是一个 不能用常理 去理解的变态 一直开着网就算了 竟然还录直播 万一只直播被传出去 或者被阿国敌方看到 我们的援救计划 我们的援救计划就全泡汤了 杨子怒骂了一声 眼睛都红了 瞪着徐子秀 低吼道 你这样会害死多少人 你知不知道 徐子秀笑咪咪地朝他看去 啊 嘿 没想那么多 斯黄对徐子秀伸出手 后者直盯着他 还是说 我是真的没想那么多呀 我知道 因为那些人的命 对你来说 根本就不在乎 所以 每句想过后果 斯黄木铭就懂得 徐子秀的思想 与其说 这是他恶意所为 倒不如说 他本来就缺少 这方面的情感 这件事情算起来 也有他的责任 如果 他没有在徐子秀提出 要拍摄器 就把拍摄器给他的话 也不会发生这种意外 徐子秀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就把已经没有用的拍摄器 还到了他手里 斯黄道 把事情往好处想 而国人来这里抓我们 不会有贤情意志 去关注Z国的网络直播 所以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计划 又或者 托星以为 直播是故意迷惑人的 反而不相信 毕竟 谁都会想到 敌人会傻乎乎的 把自己的计划和行踪 告诉自己 后面说着 还是忍不住 冷冷扫了徐子秀一眼 徐子秀 耸了耸肩 斯黄接着还要开口 背部 被秦凡轻轻地拍了拍 他说 从这些人的行动来看 他们应该还没发现 现在网络和器械 失灵对我们有利 先找地方安置 这片区域的磁场 发生了变化 不仅是网络 先失灵了 连机械也失灵 就是说 对方收不到信息 也发不出去消息 同时 也没办法 用器械来辅助 追击他们 总的来说 对他们有益 再说地下基地那边 只要没有重型热武器 网络机械失灵的情况下 估计 孤城雄他们 被关在了里面出不来 别人想进去 也没办法 反而安全 这么一算起来 徐子秀 发出去的直播 也不是没有好处 至少 国内肯定最先知道 他们这边的情况 也知道他们的计划 那么 肯定会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就派遣出人来支援救助他们 大家一听 秦凡的话 就行动起来 虽然 这里是一片平原 但是 也有高原和低矮区 在暂时确定下 基地那边的安全后 他们就尽快地远离 和找到可以暂时休息 不被发现的地点 少了器械外物的辅助 龙峰的能力 就变得格外有用起来 飞上高空后 可以俯视下方 不管是找藏身点 还是侦查敌方的行动 都很方便 唯一不足的就是 用能力的他 对体力消耗很厉害 还有 对身体的损害也很大 龙峰却没有含一声疼 也没有露出任何疲惫的模样 终于在半个小时后 找到了一个暂时休息的地点 大家到达后 都松了一口气 一个个 看向丝黄和秦凡 尤其是丝黄的身上 可以看得出来 丝黄的情况已经很不好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丝黄这样狼狈 又苍白的样子 头 丝黄是不是要生了 杨子把身上 老同志们放下来 忍不住开口 向秦凡问道 大家的神经都紧绷起来 要是头和丝绍的孩子 有什么意外的话 他们绝对没办法原谅自己 秦凡没有回答杨子的话 他的额头已经密布满了汗水 就好像正在承受分娩痛苦的 是他不是丝黄 把衣服脱下来 青天娃第一个 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 扑在地上 接下来 雷震宇他们都明白了 一个个都脱掉外衣 扑在冰冷又不平的地面上 秦凡才把丝黄 小心翼翼地放在上面 然而 一下并没有成功地放下 他感觉到 丝黄死抓住自己的手臂的手 不由地朝丝黄看去 丝黄也察觉到了 他手指静蓝的一松 人就倒在了衣服上 幸好被秦凡扶着 才没有直接摘下去 让他们出去 四黄苍白的嘴唇张合 声音有点沙哑 他忍了这么久不出声 到现在 已经感觉快要忍不住了 不是忍不住痛苦 而是怕肚子里的孩子 出什么事情 轻翻眼睛一睁 这里是个天然形成的小土洞 恰好够容纳他们十来个人 此时除了丝黄和秦凡 一蹲一躺外 其他人都站着 杨子最先忍不住 哑声喊道 四少 你定行的 你可是咱们血旗的小霸王 加油啊 桃儿 我去找水 龙风的声音更干涩 不仅是心情的影响 还是因为能力使用过度 老同志们叹了一口气 没能说什么 不过 看向四黄的眼神 充满了鼓励和愧疚 秦凡看四黄 已经呼吸不顺的样子 朝身后的众人瞪去 大家不再说话 只能退出了土洞 徐子秀最后才走 他目光不明地 看着四黄 子思 只要你不想死 就不会死 对吧 四黄回了他一句 你出去 我就不会死 徐子秀才收回目光 好像是满意地离开了 土洞里 就剩下四黄和秦凡两个人 光线很暗 在秦凡面前 四黄不用再隐藏什么 一直在轻轻颤抖的 沉重的鱼尾 变成了双腿 没有任何的遮掩物 这样一来 女性即将分娩的征兆 就更明显了 就算秦凡没有见过 也知道大概的知识 他紧紧握住四黄的手 没事的 放松 只剩下两个人的空间 让秦凡所有坚硬的外壳 都破碎了 男人脸上是极少见得惊慌不安 同仁不断地颤动 当听到四黄真的痛叫出声 秦凡就好像受到了重击 胸膛猛的一阵 脸色变得苍白 他毫不犹豫地 把自己的另一只手 放到了四黄的嘴边 手上的玄灵自动地退去 露出最原始的血肉之躯 他就怕四黄咬的时候 伤到自己的牙齿 四黄并没有真的咬下去 拿开 清凡还往他嘴边送 压身道 别咬到自己 一切疼 你也好受点 滚 黄黄滚 四黄哭笑不得 却被身里的疼痛 逼得眼眶里 都溺出了身里泪水 已经没有心思 去看秦凡 难得又知道可笑的模样 他想过 孩子出生 或许会不容易 但是 不知道 会这么不容易 是因为自己受伤 还是因为本来就要遭这一场 吴宝已经从他的头顶上爬下来 到了他的脸边 两只小爪子 贴着四黄的脸 好像是感知到四黄的想法 他的话语 传到四黄的脑海 小太子本来就不好生 再加上陛下遭到了那家的攻击 就是走场 四黄的心头一震 转头 朝五宝看去 眼睛已经完全变成了墨绿色泽 却亮得让人不敢直视 难得五宝没有被吓到 他直直盯着四黄 身躯也保持一个动作 一动不动 应道 不过陛下你不配担心 小太子有七零重火山 有金神什么的祝福佳神 一定会平安出生的 所以陛下只管烧就是了 只是烧的时间会长一点而已 四黄看着他 半少没有说话 五宝被他盯得身躯更僵直 还一本正经地说 陛下天资不愿 天下无装 金神人大笔增长 随红浮起见 运气特别特别好 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像金神神和小粉红 都知道小太子要出生了 所以大家都在给小太子祈愿 让他平安出生 这么多人的怨力 是很猛的啦 陛下完全不用担心的 四黄扯了下嘴角 笑起来 五宝 五宝整个鼠都松了一口气 僵直的身躯 总算又恢复了柔软 他心想 啊 这就是书上说的善意谎言了吧 盈盈盈 臣竟然去欺瞒地价了 呃 虚然欺瞒得不太多 陷入自己思绪的五宝 却不知道 四黄已经把他看透了 四黄嘴上 无声地挪动 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五宝 以前他就说过 每次心虚的时候 就会话多又乱用成语 何况 这个小坑货 根本就不擅长撒谎 那身体本能就已经出卖了他 只是 青闪闪和小粉红的祝福吗 这一点 四黄却信了 因为他想到 徐子秀的直播 也就是说 现在全国人民 可能都已经知道 他怀孕的事 还知道 他现在就在分娩 今天的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 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波音 西小言 蓝山梦 作者 水间车 第686集 这一刻 他真不知道 该感谢徐子秀 还是怎么样 又或者说 他还该感谢夏希童 因为 这场区域性的网络失灵 肯定是夏希童的手臂 如果不是这场 区域性的网络 器械失灵 才让他们知道 徐子秀一直在直播 如果不知道的话 徐子秀自己也不说 那么 他会不会 最后连分娩的样子 都可能被全国直播了呢 那样子 绝对是思黄 也无法接受的后果 这场分娩 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 不管是在里面的思黄和秦凡 还是在外面守着的羊子他们 都在经受着煎熬 他们不敢把事情 往坏的方面想 那样的结果 绝对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更别说是秦凡了 生孩子要这么久的吗 我第一次听到思绍 叫得这么痛苦 羊子不安地呢喃 正常是正常的 不会有事的 如果陪子文在就好了 他们心里不安 里面的情况 却也的确不好 孩子已经出来了一半 但是思黄却好像 用尽了力气 身体传来一阵阵脱力的感觉 那是一种 打从内而发的空虚脱力 让他有心无力 灵魂和精神 似乎在嘶吼着坚持 身体却没有反应 他不敢想象 继续这样下去的后果 或者说 他知道这样下去的后果 思黄睁着眼睛 朝秦凡看去 眼睫毛上的汗珠 落进了眼睛里 咸辣的 让思黄眼前一阵发花 模糊中 看到的 却是秦凡脸上一闪而过的 极致痛苦 以及冷酷 扶植心灵 思黄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一口咬在秦凡 还没有来得及收回的手臂上 这一口 好像用了思黄全部的力气 直接就把 思黄的手臂咬出血了 秦凡的血流进思黄的嘴里 这铁锈的血腥味 让思黄眯起了眼睛 狠狠地盯着秦凡 秦凡紧抿着嘴唇 下一秒开口 孩子 还会用的 你 他的声音沙哑地 说不下去了 漆黑的眼睛里 一片看不清的混沌 眼眶却是红了 慢慢地 眼睛里有了水光 思黄看不清楚 那是泪 还是汗落进去了 他嘴咬着秦凡的手 死死地咬着 不准他有任何的动作 另一只手也伸出来 抓住秦凡的另一只手 对方体温高于常人的温度 让思黄渐渐转冷的身体 得到了缓解 突然一个念头 闪过了思黄的脑海 他想起来了 有个技能 借以秦凡身上的气 来补充自己的体力 自从上次 在军区的重力室里 用过一次后 他就再也没有用过 死黄的眼睛亮了 不征求秦凡的同意 就毫无收敛地用了能力 这样不择手段地 去吸取对方身上的 异能精气神 稍微敏感一点的人 都能感觉到 秦凡自然是感觉到的 不过身体虚弱感越明显 他却越高兴 至于他以为 是自己的血 对思黄有作用 虚弱的来源 也是自己被思黄咬铺的 手腕流血的原因 想也不想地 就自己拿出刀 往已经被思黄嘴成松开的手 又狠狠地切了一刀 主动伸到思黄的嘴里 堵住了正想说话的思黄 沙哑的身影 温柔而急切的语调 惊呼又哄地说 多喝点 黄黄 已经出来打扮了 已经要出来了 孩子没事 你也没事 不喝点就没事了 思黄满嘴的血腥味 看着失魂落魄 又似乎陷入某种疯狂状态的男人 他什么都没说 深吸了一口气 也吞进去了所有的血 下一刻 剧痛和随之而来的轻松感相伴 思黄差点眩晕 身躯就被秦帆一只手扶住 抬头看去 孩子也被秦帆另一只手抱着 没有摔着 孩子的哭声并不大 就好像小猫的哼起 秦帆不敢去拍打他 看着满身血污的孩子 又看着思黄 男人苍白的嘴唇 紧敏着 都止不住颤抖 期待 思黄虚弱地说道 看着秦帆 拿着刚刚割过自己的刀 又说 服我起来 秦帆照做 然后思黄用自己的手指 在自己和孩子之间的 臍带切断 比起用过的刀子 他觉得 自己的手更安全 怕感染 这样近距离地 看着秦帆手里的孩子 思黄几乎要失神 早产儿 看起来瘦小 估计 秦良并不健康 尤其是 现在他的身量也不大 不过 他平安出生了 他的气息平和地 在秦帆的大手里 思黄突然就笑了起来 笑完之后 眼睛不自觉地 就弥漫了泪水 到底是为什么哭 他并不知道 只是 泪水流出来 并不觉得丢脸 也没有压抑 就好像体内 有什么负担 也随着泪水 一起流了出来 促使身躯 一阵轻松 男孩 思黄看着 和正常人 没有区别的孩子 用柔软的指腹 在他脸颊上 轻轻划过 划到脸侧 和脖子处 隐约看到 有些闪光 那是正常人 不该有的灵 闪闪 他的小名 叫闪闪 因为 你是在所有 金闪闪的祝福下 在大太阳的照耀下 在战火和危险中 出生的孩子 注定 要闪闪发光 也愿你以后 能健康闪烁 好 清凡毫不犹豫地 就答应了 伸手 去擦思黄额头的汗 和脸上的泪水 却忘了 他手上都是血 结果 把思黄的脸 擦得更脏 清凡的动作一顿 就停了下来 他把刚出生的孩子 递给思黄 确定 他能抱稳后 才松手 伸手 脱掉自己的外衣 再脱掉里面 还算柔软的汗衫 用来帮思黄 擦身体上的脏污 现在 找不到水 帮思黄清洗 只能做到 这个程度了 思黄被他擦了几把后 就摇头 把衣服给我 秦凡把衣服给他 思黄就用衣服 把刚出生的小珊珊 小心地包起来 伸手 摸了一下他的体温 发现 温度不高不低 才放心 五宝连忙 爬过来说 他也心有余悸 之前一直没说话 其实 也是不知道 该怎么办 在发现秦凡 想放弃孩子 保下思黄的时候 他也没出声 因为 他也偏向思黄 结果发现了 思黄的自救行为后 五宝差点没有 把自己拍死 他怎么就忘记了 还有这个技能 差点害死了 闪闪殿下 还是陛下聪明 思黄点头 把小闪闪 又送到了秦凡手里 我换衣服 秦凡想让他 先休息一阵子 却知道 情况不允许 思黄把自己身上的 作战服脱掉了 然后 打开手腕上 佩戴的生物科技 生产的服装 这衣服 贴近皮肤 初次穿 感觉不太好 不是说 透气的舒适度不好 而是 太过贴近皮肤的感觉 让人不习惯 就好像 身体 又贴了一层皮一样 服装整体 为银灰色 除了关节的链接处 有别的条纹外 完全就是一体的服装 柔韧性好 又防水防火 很适合作战 难怪 被收放在特殊武器库里 还无法大肆生产 只是 这件服装 过度贴身的结果 就把人的身材 完全显露出来 就算是刚生完孩子 腰腹不够原来的纤细有力 整体看去 还是让人惊叹的流畅线条 能够想象 没怀孕前 她的身材 到底是有多好 四皇看了一眼 也没有管 反正 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她是女人 重点是 她现在没有精力 去用小粉红使用幻术 桃儿 四少 外面羊子喊声传来 他们已经听到孩子的哭声 后来就安静了好一会儿 让他们忍不住担心 走吧 四皇对秦凡说 扶着她肩膀 要站起来 秦凡看着她 转身 蹲在她身前 上来 四皇听到她语气里的沉定 没有拒绝地 爬上了她的背 秦凡就这样 背上背着她 一手抱着小闪闪 走了出去 洞外 羊子他们听不到回应 都快要忍不住 进去看看了 大家都焦虑得不行 尤其是龙峰 又出去侦查了一遍 发现 已经有人 快要搜索到这一块儿后 就打算 再喊秦凡他们一遍 没有回应的话 就真的进去了 谁想到 羊子还没有把话喊出来 就看到 秦凡的身影 走了出来 大家第一时间 紧绷了身躯 很怕出来的人 会是个已经陷入疯癫的杀神 结果一看 就看到秦凡 身前抱着的小家伙 羊子瞪大了眼睛 不只是他 秦天娃等人 全都面露金色 紧接着 就是狂喜 眼睛发亮 头儿 这 这是 这是 这是他们头儿的孩子 安全生了下来 尤其是 在这种环境里 才经历过生死的大男人们 突然看到这样一个脆弱的小生命出现 着实让钢铁的心 都要忍不住软下来 好啊 好啊 老天有眼哪 老同志们也笑着叹了一口气 徐子秀也凑了过来 一个劲的往小山闪看 看了好几眼后就转开了眼睛 嗯 没死死好看 大家无视掉他的话 一个刚生出来又滚身脏污的孩子 能有多好看呀 龙峰及时开口 距离三四百米 已经有人过来了 走 秦帆当机立断 大家再次动身 这次的逃亡 相对之前 要轻松了不少 重点是 大家的心情轻松了 哪怕失去了 司皇这个战斗力 可是 他和孩子的危机解除了 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科技的协助 那群阿尔国的追兵 完全被他们吊着打 纠缠了差不多一天后 司皇耳边就听到了 低的一声 他口袋里的小型拍摄器拿出来 发现 他的太阳能充电功能又恢复了 也就是说 他们已经离开了 网络屏蔽和磁场混乱的那片区域 面对这种情况 所有人都没有慌张 反而是停下了行军的步伐 原地休息 秦帆说着 就把司皇圈在自己的怀里 司皇则抱着小闪闪 小家伙已经能睁开眼睛了 不过 眼睛应该还看不清楚东西 所以每次都没有确定 在看哪里 眼珠子不断地转动着 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波音 西小言 蓝山梦 作者 水千车 第687集 那是一双天生墨绿色的双眼 这一点是像司皇的 尤其是出生孩子的眼睛 又大又圆 还纯洁干净的 不可思议 看得司皇格外的喜欢 对于这个小生命 队伍里其他人也都是很喜欢 可以说 萧珊珊 已经成为整个队伍里 人缘最好的一位 轻易地 就取代了司皇和秦凡 大家一休息 就习惯性地 朝他看过来 羊子很想去碰碰他 又不敢伸手 向秦凡问道 涛儿 他叫什么名字 秦凡声音不自觉地柔和 小明闪闪 司皇娶的 好听 杨子毫不犹豫就赞美 他那模样给人看着 就好像是 秦凡说的是狗蛋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这句话 那大明叫什么呀 是姓秦吧 后面那个问题 让秦凡眼神一下犀利地朝他瞟去 司皇子好笑地出声 姓秦 他没有觉得 姓思有什么好的 或者特别意义 更没有想过 跟秦凡抢一个姓氏 羊子善笑 都怪他网络看得太多了 竟然问出这种话 就算心里有那种疑惑 也不能直接说出来呀 秦凡低头 看着司皇 说是回答杨子的话 倒不如说是 单纯和司皇商量 你给他取小明的时候 我也想了个名字 什么名字 秦玉安 随意而安的玉安 在任何环境都能得到满足 不管是顺应环境 还是让环境去顺应他 希望他与世平安 就像这次一样 在任何环境 都能得到满足 可以是与世无争 也可以是 什么都要争到底 得到自己满意为止 你是哪种想法 那是他以后 该自己考虑的事情 等回去后 让爷爷奶奶他们把把关 秦凡脸上有了笑意 这名字只要他们两个同意了 其实跟定下来了也差不多 两人若无旁人地说着这话 杨子他们看着也没有打扰 却从心底羡慕得紧 突然觉得 要是找个情投意合的爱人 再生个孩子 真的再好不过了 偏偏有人过来打扑温馨 徐子秀说 你打算这样回去 思黄朝他看去 注意到他隐晦的脸色 不 先去北极 徐子秀脸上闪过诧异 扫了眼他手里的小闪闪 嘴唇动了动 没说什么 秦凡的声音已经响起 危急的行动我去 意思是 让思黄退出去 思黄摇头 没等秦凡说什么 他已经正视秦凡 无比认真的 我必须去 我有感觉 这是夏希同给我的讯息 思黄无奈笑了一声 我相信 夏希同 不会无缘无故地偷袭我 所以 意外是造神出手 那么 后面的讯息失效 就是夏希同的杰作 他坚持不了了 却说过会等我去 既然这样说了 就有必要的理由 无论是出于对他的承诺 还是出于 分析出来的可能性 我都必须要去 还有北极造神的总部实验室 在海底 真正能轻松到达那里的人 只有我 没有我的协助 就算是你 也需要科技机械的协助 可造神的能力 能让机械失控 因此 从一开始的计划里 就决定了 最后那一战 必须是四皇带领前往 四皇的话说完 场面陷入了一阵沉静 没多久 这份沉静就被打破了 大家看向声音的来源处 就看到是车队的到来 那是来自Z国军队的队伍 光是看一眼 就能看出来 他们的援军到了 正如他们计划和猜到的那样 也差不多这时候到了 只要是此场屏蔽一切恢复 来的援军 自然能找到他们的所在地 车子在他们面前停下 然后一个个军人下车 整齐地朝他们走来 身经肃摸而尊敬 在车前带队的人 却是一想不到 又可以理解的老将军 伴随着靠近 四皇和秦凡等人 也站了起来 秦世安也看到了 四皇手里抱着的 一个小生命 他的眼睛瞬间睁大 在发红 步伐控制不住节奏 急步走到两人面前 他急切地 想要抱抱 四皇手里的小生命 又双手颤抖地 看着两人 慢慢站直了身躯 对着四皇他们敬礼 辛苦了 这一句话 却映含了多少心酸 担忧复杂的感情 无法述说 四皇对着秦爷爷笑起来 把手里的孩子送过去 我给他取的小名 叫闪闪 好 好 好名字 秦爷爷哽咽到 接住小闪闪的手 还是止不住地颤 杨子不知死活地 吐槽了一句 大将 您根本就没听清楚 叫什么名字吧 秦爷爷愣了一下 然后威严地看向他 这是我曾孙子 陕陕 秦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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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名字 一听就知道和我亲 听他这么一说 大家才反应过来 可不就是和他亲吗 秦爷爷的名字 叫秦氏安 萧山闪的名字 被取了叫秦玉安 本来这样 和祖辈名字相像 并不太好 不过 看秦爷爷的样子 反而高兴极了 别人要是反对 他还会不乐意呢 这里不是叙旧的好地方 秦爷爷抱着小闪闪 没有撒手 就让四皇他们一起上车 来源的队伍 被分成了两批 他们这批 主要还是作为主力吸引作用 不过 秦氏安看自己孙辈 和曾孙辈 都受了这么多苦 可不想看着 他们继续做幼儿 所以 把人又分成了两组 一组 专门送四皇他们安全离开 另外一组人 则是去调敌军 剩下的人 则找机会 去救援郭成熊 那些地下的人们 秦氏安和四皇他们坐一车 车上 已经有医护人员 给他们做疗养 四皇也做了简单的体检 确认身上 没有别的伤 才被放过 说到秦爷爷 之前 他失踪不见那事 也是个幌子 专门为了迷惑敌方的 也是为了 给四皇和秦樊 一个在敌方看来 正常出战的游头 这件事情 在四皇和秦樊行军期间 走过了几个区域 就已经知道了 还知道 秦爷爷虽然没有失踪 却有受伤 正在休养 这一次得知 秦樊和四皇在外的情况 马上申请自己带队来了 来得也可以说是非常及时 不管四皇和秦樊 还是养子他们 在经历了这一次 高强度的作战之后 好不容易 有了安全的地方休息 就再也忍不住地 放松了自我 一个个都躺着睡大觉去了 在睡大觉的期间 还有几个人挂着吊瓶 龙峰就是其中一个 不过 他好像完全没感觉 整个人都陷入半昏睡 半昏迷的状态 四皇带着着这辆改装车内 只有他和秦樊 秦爷爷三人 连之前来的医护人员也走了 这是专门给他们的特权 也是他们该享有的 萧珊珊很乖 明明是第一次见到秦爷爷 被他抱在怀里 也不哭不闹 看得秦爷爷更是喜欢得不得了 眼珠子几乎都没有离开过他 四皇则拿了台电脑上网 专门查了国内 以及他国情况 并且用网络和各国作战合作人联系上 短暂的信息交流中 四皇接收到很多的祝福和慰问 以及得知计划完美成功 现在只剩下北极的造神总部 等着最后的处理 四皇正在想着事情 突然他面前电脑屏幕一黑 让他愣了半秒 以为自己不小心按到了关机键 结果发现并没有 黑色的电脑屏幕里 慢慢地浮现了几排白色字体 你渴望进入新时代吗 物尽天责 优胜劣汰 生命需要进化 需要付出代价 造神 是 否 普通群众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 我将尊重你们的选择 否定的人数超过确定人数 我会抹杀所有特殊血脉 两个悬项 静静地漂浮在屏幕中 下方亮红色的括号内字体 更让人无法忽略 四皇的血液 又瞬间地冷却 他看着电脑里的选择 没有动 不断思考着 这是造神的目的 进入生命进化新时代 这个选择题 真的会单纯吗 如果否定的人多 则抹杀所有特殊血脉 那么 如果确定的人多 就代表和平共处吗 伴随着时间的过去 电脑屏幕里 那几排白色的字体 慢慢像烟雾一样 飘散开 连带着那个 是和否的选择 也飘忽不定地 模糊起来 最终 化成了一片虚无不见 四皇谨慎地 看着眼前电脑 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电脑屏幕 已经恢复之前 他打开的界面 然而 四皇不觉得 这只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一个恶作剧 或者意外 他立刻打开猫肚 输入了造神两个字 结果网络上 什么都没有 说明 造神 还是属于屏蔽的字眼 他继续输入 换成了刚刚 电脑上出现的文字 进入新时代 生命进化 需要付出代价 这样的词汇字眼 这次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最新的猫肚里 出现帖子 现实版的死亡通知单 生命进化 需要付出的 是生命的代价 石牌发生在眼前的 恐怖事件 发帖的楼主 发出一个视频和照片 视频里 是个街道上 现在 已经是一片 喧哗和混乱 只见地上 是一滩鲜血 以及倒在鞋里的 已经蹊跷流血的 年轻人 除了视频之外 楼主 还把这个人 死泰的照片 都发出来 附上文字描写 今天我和兄弟 一起出门 兄弟手机里 突然出现一个自称 奇怪 被屏蔽的 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或者说是病毒 因为明明 刚刚兄弟 还在打游戏 手机屏幕就黑屏 出现这样一段话 你渴望进入新时代 物竞天责 优胜劣汰 生命进化 需要付出代价 最近特殊血脉的事 弄得挺大的 兄弟一开始以为是 搞得玩 就点了试 然后楼主就亲眼目睹了 一场恐怖死亡事件 兄弟的手机突然爆炸 然后 兄弟本人 就蹊跷流血死了 就死在楼主的面前 这都是结束 重点是楼主的手机 紧接着也收到了一样的信息 当时楼主被杀坏 所以想也没想 就点了否 现在楼主还活着 这种杀人无形的能力 肯定是特殊血脉 没错 陆主想知道 现在是闹哪一处 骂的 陆主现在完全不知道 怎么办 这是特殊血脉的自杀 还是一场对普通人的屠杀 新时代的意思 是特殊血脉的时代吗 要么生命进化 要么 付出生命 这套骂的是拍电影吗 四皇在浏览完这个帖子之后 就发现 下面已经出现了评论 也就是说 关注这个消息的人 不只是四皇一个人 没有谁会无缘无故的 搜索到这样一个 毫无名气的新帖子 除非对方是像四皇一样 用关键词来搜索 这就代表了 遇到这种情况的人 已经不少了 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 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播音 西小言 蓝山梦 作者 水千彻 第六百八十八集 四皇把下面越来越多的评论 浏览了一遍 就发现 事情果然是他想的那样 就在刚才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 真的是死人了 可是 为什么国家没有一点反应呢 没错 国家没有反应 但是 绝对不是国家不想反应 而是就好像 造神这个词汇被屏蔽一样 所有关乎 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 都被外里所屏蔽了 怎么办 我刚刚也收到信息了 我点得否 那个括号里的内容 是不是真的 要是真的 那最后的结果出来 陛下 是不是会死呀 我也点了否 可是我妹妹点了事 前一秒他还在跟我说 愿意为四皇去死 结果 这他妈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陛下 陛下呢 陛下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还有其他特殊血脉 那些异能者呢 他们怎么都没有反应 几乎是像病毒风暴一样 短时间的 在网络上 都是关于这个事件的议论 由于内容看得出来 出来说话 表示自己遇到同样情况的人 都是点了否的 四皇冷着脸 试着评论 写上自己的选择 也就是没有选择 结果 写上去后 发出去 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完全没有在帖子评论区里 显示出来 他又试着 在别的地方 一一实验 结果 和之前一样 发不出去 这结果 让四皇又惊又喜 往好的方向想 就是不选择这个答案 说不定 就是应对了 这件事情的正确做法 所以 才会被造神 严格屏蔽 然而 他发不出去 和他做了一样 没有选择的人 一定也发不出去 这个消息 网络上 就只剩下一片片 恐怖言论 以及 死亡视频照片 这很容易 就造成人们的恐慌 从而 做出选择 怎么办呢 四皇陷入沉默时 秦凡 也把他看到的 所有内容 都看进了眼里 对面坐着的秦爷爷 也接到了电话 啊 没事 我接到他们了 什么 秦爷爷才说了两句 不知道电话那头的人 说了什么 他的脸色顿时变了 四皇抬起头 看到秦爷爷 一脸严肃地 听着电话 大概两三分钟后 才把电话挂断 一抬眼 就和四皇对视在了一起 爷爷 你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 四皇问道 秦爷爷反问 你知道了 四皇知道 他问的是什么 刚刚电脑上 出现了造神的问题 秦爷爷 眼睛一睁 又要询问的时候 四皇已经说 我没有选择 秦爷爷眼睛一亮 没有选 对 没有说非要选 所以真正的答案 可能是不选 我试过了 这个消息 没办法在网络上传播 应该是被造神屏蔽了 既然网络上会被屏蔽 手机信息之类的 肯定也被他们监控 那打电话 秦爷爷说 四皇之前的手机 已经报废 看着秦爷爷 打了家里的电话 结果 电话打不通 在座的每个人 心情都沉了沉 秦爷爷说 别人打得进来 我打不出去 这是针对我 还是造神 在短时间里 又做了什么 四皇转头 看着车窗外 车子开得很快 已经出了平原 看路线 是往返C国的 他又回头 看向秦凡 两人目光对视在了一起 无声 已经明白了 互相之间的意思 爷爷 闪闪先交给你 是你的话 我也可以放心 四皇突然说道 秦爷爷愣了一下 紧接着 脸皮紧绷 什么意思 没有时间了 我没办法 亲自送闪闪回去 我要先去一趟北极 秦爷爷一听 本能是要劝说四皇 然而 一看到四皇 那副坚持的神色 他的话语 就不自觉地 打消在了喉咙里 四皇的神色态度 都表明了一个信息 这件事情 我非做不可 不能不做 想来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还有别的办法的话 四皇肯定 不乐意丢下 刚出生的闪闪 着急地 跑去面对造神 秦爷爷一时之间 口腔发色 第一次觉得 责任是一把杀人的剑 为什么有些事情 总要落在秦家人的头上 还是非自己不可的事 别人 就算牺牲 也未必能做到 正因为了解这种情况 所以秦爷爷 反而说不出劝说的话 他看着四皇 又看看秦凡 最后 看手里抱着的小闪闪 去吧 声音沙哑 我相信你们两个 这一幕 让他想起了 曾经 也是送着自己的儿子 和儿媳离开的 只不过 当初送儿子 和儿媳离开的时候 他还是自信的 并没有多少担心 他们会出事 结果 却出乎意料 这回 两个孩子 比当初 他的儿子和儿媳 更年轻 但是 也更出色 秦爷爷 只能去相信 他们会没事 能做的 就是保护好 手里的闪闪 得到了秦爷爷的答复后 四皇 大概能从老人家的脸上 看出他心里的情绪 微笑道 我们会平安回来 好 好 秦爷爷跟着笑起来 秦帆突然伸手 让秦爷爷 把小闪闪还来 秦爷爷一开始 还不太乐意 本能地缩了一下 不过下一秒 就在秦帆的目光逼逝下 把小闪闪 交到了他的手里 小婴儿 在秦帆的手里 显得格外小 他低头 就在小闪闪的头上 亲了一口 然而 还没有说出什么深情的话 小闪闪就哭了 孩子小 就知道舍不得爸爸妈妈了 秦爷爷脱口就是一句好话 四皇看着有点将助的情凡 毫不留情地戳穿事情的真相 你的胡子 多少天没刮了 随手 把小闪闪 从他手里抱过来 熟练地颠了颠 再帮他轻柔地 摸了拨脸上 被秦帆胡子扎红的地方 在四皇的安抚下 小闪闪的哭声 就慢慢不见了 睁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看着他 四皇知道 小闪闪 并不一定是在看自己 毕竟 才出生的孩子 每一段时间 都是看不清东西的 黑白两色的世界 干干净净 然而 就算心里面知道这回事 四皇还是被他的眼神 给看得满心柔软 身影更是温柔得不可思议 足以弥死任何的迷媚 我们会快一点回来的 乖乖乖的 小小的身影 从闪闪嘴里冒出来 咧嘴巴笑 四皇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猫似的身影 又软软糯糯的 真是舔软到人的骨子里 四皇却听出来了 小闪闪绝对继承了自己的血脉 他年纪小 声音不知道收敛 却已经有了点影响人心情的异样魔力 这一幕 无疑是温馨极了 四皇和小闪闪玩了一会儿 见他困倦的眨眼间 就把他交给了秦爷爷 孩子才没出生多久 又是早产儿 能承受外面这种天气 以及环境 还多亏了四皇和秦凡的底子好 半天后 天已经黑了下来 四皇他们也到了补给休息站 在这里 四皇洗了个澡 换了干净的战斗符 就走出门 门外 秦凡已经在等着了 两人一起走到外面 看到秦爷爷 已经吩咐准备好军用机 除了秦爷爷外 杨子他们也来了 秦爷爷脸色沉重的 队伍的技术人员里 有人死了 为什么死了 技术人员负责的是通讯报信 身上一般都带着电子工具 一旦有了这样的工具 就有可能被造神侵入 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做了选择 被突然抹杀 并不奇怪 毕竟 不是所有人 都是思皇 秦凡 或许子秀这种变态体制 思皇轻轻一点头 环视了周围人员一周 我们走了 头儿 司上 羊子站出来 刚要说话 就被秦凡一个眼神看回去 这次行动带多少人都没用 羊子他们还不如留在这里 有他们在的话 秦凡和思皇也更放心小闪闪的安全 走吧 许子秀已经上了军用机 思皇没有理他 走之前还是忍不住去摸了小闪闪的脸颊 小婴儿正在沉睡中 被摸了也没醒 思皇看着清洗干净后的小闪闪 已经不是刚出生时 小猴子的模样 面部已经舒展开 皮肤细暖的不像画 睡觉后 那双眼睛的眼睫毛 又长又密 眉毛也不像其他刚出生的孩子那般稀淡 已经有了隐约的形状 嘴唇红红的 又嘟嘟的 像小樱桃 嘴角天生上扬 看样子是遗传了秦凡 它就好像是个瑰宝 正如它的小明一样 还没长大 就已经看得出来 将来 这张脸绝对会闪闪发光 思皇看着它 在心里想着 珊珊 我不知道 我的答案是对是错 但是 既然两个选择都不对 都不想选 那么 就不选 这是我自己可以做主的选择 接下来 我也不知道 会面对的是什么 但是 我必须要去做 去了 才有希望 不去就没有希望了 你等我回来 啊 等爸爸妈妈回来 做你心里的大英雄 四皇松开它 面色平静地 转身 看向秦凡 走吧 秦凡握住他的手 在他们身后 睡梦中的小闪闪 小手 无意识地抓了抓 秦爷爷看着 把自己的一根手指 放进他的小手里 然后 就被抓住了 小婴儿的力气 特别小 但是 对于秦爷爷来说 却感觉 有千军重 让他动弹不得 声音沙哑 而沉重地说 月安 睡吧 睡吧 等醒了 就能看见曾奶奶了 等下次 也要这样抓着 你爸爸妈妈 不准他们 再到处跑了 今天的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妍 可以关注我 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播音 西小言 阑山梦 作者 水千车 第689集 军用机的速度很快 几个小时 就让四皇三人 到达了北极 又花了一段时间 就到了他们的目的地 这是一片冰原 厚重的冰块地面上 就算是车子走在上面 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四皇的体质 原本就不聚冷 秦帆的扛冷能力 也未必比得上他 徐子秀的眼睫毛和头发 都结了一层霜 整个人 却毫无所觉一样 四皇看见徐子秀 走在冰原上 来来回回的 好像在确定方向 一时抬头望天 一时 又低头看着地面 表情 也变幻莫测的 突然 徐子秀 蹲下身躯 一拳打在了冰面上 然后 整个人就躺在上面 大声笑了起来 四皇往前走了一步 手就被秦帆拉住 他回头看了秦帆一眼 没事 秦帆没有说话 跟他一起走向徐子秀 躺在地上的徐子秀 在他们一靠近的时候 就睁开了眼睛 思思 我想起来 恭喜 你不问我想起了什么了吗 一件让你高兴的事 徐子秀一震 紧接着又笑了 是 我想起了自己应该怎么去死 但是我还是死不了 话语一顿 他又对着冰面打了一拳 再次听到这个名字 四皇看着徐子秀 察觉他语气很奇怪 像是恨 又像是怨 更像在叹息 唯独没有杀意 徐子秀睁开眼睛 眼睛里面 也闪过一缕光芒 那波光幽远 又迷茫得没有焦躯 就好像是单纯的发呆 又好像是时间太久远了 让人情感 也变得不清不楚 你是继续在这里待着 还是跟我一起 去早晨的总实验室 四皇问道 现在外面的情况 不知道怎么样了 他不能在徐子秀这里 耗费太多的时间 跟你一起去啊 徐子秀站起来 笑咪咪地说 为了报答思思 你陪我来这里 最后我也帮你一把 四皇点头 地图的路线 早就记在他的脑子里 没有多久 就在西边方向 找到了一条冰层缝隙 这裂缝很大 几乎看不清里面 四皇知道 这是一条入口 先从这里进入海里 再凭他在海里的方向感 就能找到造神的位置 三人一起下冰层的时候 眼看着就要入海 徐子秀突然对四皇说 思思 你知道吗 只要我记起来我原来的身份和能力 我就可以选择沉睡了 这个沉睡可能是一年 也可能是十年 可能是一百年 这就是我的死亡 一旦我醒过来 我的记忆就会出现断层 我又会变成了不知道从哪里来 该去哪里去的家伙了 哪怕我这副身体已经被啃成了渣渣 我也可以从别的身体活过来 四皇闻言 看向他 徐子秀说 是不是很棒的能力啊 海面就在眼前 三人即将跳下去 就听到徐子秀说 这个能力 是乔素给我的 他说 他说他爱我 徐子秀大笑着 思思 我耍你的 我才不会帮和乔素有关系的人 最后的声音还在耳边 紧接着就是落水声 徐子秀直接一头砸进了冰冷的海水里 在进去之间 他还抱住了一块大冰石 思皇和秦帆也跳了进去 再一进水 思皇就变身成了鱼尾 一手拉着秦帆 看着徐子秀快速地下沉 他一样地往下潜 在海水里 还能看到徐子秀 一如既往地协力眼神 他笑得张狂地糊涂 他用眼神告诉思皇 不需要他的帮助 他说 他的死亡就是沉睡 这是打算在海里沉眠吗 思皇一顺不顺地 看着徐子秀 脑子里突然响起 毒宝的声音 她的声音哽咽 白碧仙是公子喜欢的人 他是白碧家的独子 和男朋友的公子遇到 公子为了活下去 就想尽办法地跟在白碧仙的身边 这里面有很多的误会 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就在这里 公子被人逼到了这里 是白碧仙把人带来的 他妈要逼死公子 可是公子不可以死的 跟公子所有全部 全部的能力 都用在了白碧仙上 思皇没有任何回应 过了好几秒 五宝才说 公子用自己的生命 和生活的愿力 给了白碧仙一个愿望 天哪长生不死 醉生莫死 乔素啊乔素 比谁都狠 思皇想起徐子秀的话 乔素的确狠 不仅对别人狠 对自己更狠 他的感情偏激 对白碧仙有多狠 也说明了对他有多爱 思皇不认识五绝公子 也没有见过他 一切都是从五宝那里听来的 但是 从五宝的直言片语 就能感受得到 这个天生和他一样体质的男人 比他活得更艰难 又比谁都更努力地去活着 去珍惜自己的生命 再和天真命 然而 这样一个珍爱自己生命的人 却宁可用自己的命 去换来给白碧仙的这样一个报复 到底是有多恨 又有多爱呢 长生不老 醉生梦死 八个子 道尽了徐子秀 活着的茫然 连死都无法做到 只能在梦中沉睡 白碧仙 徐子秀 他对五绝公子 又是怎么样的感情呢 人已经走了 四皇无法去了解 五宝画里的误会 又是什么误会呢 只要想想徐子秀的个性 再去猜测 五绝公子 深来艰难 组成的个性 这两个人的相遇 又是一方隐瞒 真实性别的同性 像轻易两情相悦在一起 实在是太难了 一直没有四皇的回应 五宝也再次沉默了 突然想起 关于五绝公子的事情 五宝这个小坑货 也止不住地 受到情绪的影响 这边 四皇正拖着秦凡 快速地往深海里潜去 另一边 不管是Z国 还是其他国家的人们 一个个都接到了信息 一个接着一个人的离奇死亡 以及网络上 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帖子言论 让全人民都察觉到 事情的严重性 没有人会想死 没有人会愿意死 经过这些日子来的经历 让普通人们 接受了特殊血脉 对他们的感官 也发生了改变 从排斥到尊敬 然而 当有一天 非要在自己 和特殊血脉两者之间 选择一个的话 又是当场死亡的例子 摆在面前 能有几个人 愿意牺牲自己呢 四皇知道 时间拖得越久 局势就越危险 哪怕现在的他 也不知道 见到造神后 该怎么做 是毁掉他还是 脑子里 浮现夏希童的身影 四皇的眼神坚定起来 无论如何 这一步 他必须要走 走得不能有任何的犹豫 人群 已经被造神的 可怕能力给震慑 他们就没有想过 就算都选择了否 暂时保全了自己的命 最后抹杀了特殊血脉 那又怎么样呢 造神依旧在 只要哪天他想 全部人就得再次 承受这样的危机 或许是有人想得到的 只是眼下 要先保全的是自己的命 至于以后的事情 也得有命去面对才行 海底的压力越来越大 四皇无所谓 秦帆的身体也撑得住 只是氧气不行了 为此 四皇则帮助他呼吸顺气 终于在深海里 看见了一艘钢铁堡垒 这像是一艘潜水艇 又像是海里漂浮的钢铁宫殿 类似于铁灰三角序 不过 前者是在海里 后者是在海面上 都是能够移动的秘密存在 四皇看着 正在想着找进入的地点 突然 耳边听到一丝声音 转头 就看到一个地方 门 打开了 四皇和秦帆对视一眼 然后 直接游了进去 伴随着一道道门的开启 就好像是专门给四皇 他们引导路线 一路 就这样畅通无阻地 来到了最后一处 四皇知道 一进入这里 就等于 完全进入了造神的地盘 所有的一切 都受他的控制 和监视 所以 在没有水的地方 他也没有恢复双腿 而是被秦帆抱着走 当看到 坐在机械中的下西桶 四皇一世之间 有点晃住隔世 在下西桶的旁边 还站着一个人 陈红注意到 四皇看来的视线 对着四皇微笑 近两天没有吃喝 让这个男人形容很憔悴 如果四皇再晚来一天的话 估计 他已经渴死在这里了 造神 可不会为了让他活命 专门照顾他 给你开门 安排吃喝 四少 现在的四爷 已经完全遵循 造神的设定 行动了 陈红声音粗哑 有点艰难地说道 虽然 四皇来之前 已经有预感了 不过 听陈红这样说 四皇还是没办法 回他的话 只是 看着下西桶 轻轻喊了一声 下西桶 在机械椅上的下西桶 睁开了双眼 刚刚闭眼的他 好像 在田径的安睡 睁开眼睛的他 却一点也不像 从睡眠中醒来 最重要的是 他的一双眼睛 也不像是正常人的眼睛 反而 像是人形的机械电脑 无数的蓝色数据率 在里面闪烁着 让这双眼睛 也变成了无神的蓝色 四皇的心脏猛地一抽 抱着他的情凡 感觉到 他胸口的起伏 抱着他的手 又紧了一分 你是四皇 下西桶开口 语调意外的温柔 那是属于下西桶 说话的语调 让人感觉 如沐春风 然而 一看他那双无神的眼睛 四皇就知道 这不是下西桶 至少 不是他所熟悉的 那个下西桶 是 四皇以为 自己可以很冷静 但是 现实地面对这一幕 声音 还是发色了 我来了 你是系统 唯一设定的管理者人选 管理者 一旦通过考验 造神系统 将为您服务 四皇一世间沉默 这就是下西桶 叮嘱他来的原因 如果他没有及时赶来 又怎么样呢 下西桶 不知道是猜到了 他的心思 还是单纯的 向他解释 考验一 系统初次试探 已经通过 考验二 在造神计划结束前 安全抵达系统面前 已通过 考验三 全民默许 进入新时代人数 占据多数 考验正在进行时 今天的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波音 西小言 阑山梦 作者 水千彻 第六百九十集 斯黄敏感地发现 夏西彤的话语里的字眼 墨许 你的意思是 不选择 就是墨许 没错 没有情绪的回答 再温柔的嗓音 也改不了 他无情的本质 比之斗文青 更极限冷漠 斯黄突然发现 自己来到这里 什么都不能做 又或者说 这已经是一场 属于全普通人类的战斗 如果 我没有来会怎样 考验而失败 系统自动运行 造神的自行运行 会带来什么后果 没有人知道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之后的网络 全在一个 没有人类情感的 造神控制中 是一个非常让人不安 又不可控的情况 斯黄说不上来 心里是什么感觉 就好像打翻了 一桌子的配料 百味交杂 造神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 让夏西彤沉默了半上 然而 他脸上没有任何 属于人类思考的情绪 或许 他只不过是在运算而已 造神没有目的 目的在于制造 和管理人员的思想 在系统完成之前 所有的制造者 思想无法同意 现在系统完成运行中 只有两个目的 一 抹杀所有违背 系统设定的生命 二 考验管理者 是否有资格管理系统 管理者成功通过考验 系统将由管理员 重新设定并操控 夏西彤的声音 突然失真 斯黄就看到 他搭载机械椅子上的手指 突然浮现亮光 就好像皮肤内 出现了电路 紧接着 手指就亮子化了 斯黄瞪大眼睛 朝他的方向过去 却忘了 他现在 在秦凡的怀里 身体往前一倾 就被秦凡 重新捞回来 秦凡知道他的意思 就抱着他 往夏西彤走去 在夏西彤 半米远的距离站定 这是因为 秦凡也听出来了 目前的夏西彤 对斯黄没有恶意 或者该说 在结果出来之前 他不会对斯黄做什么 请无需担心 身体的虚化 并不代表 西彤受损 夏西彤开口道 这句话 让程鸿猛地抬头 四眼 期盼地 看着他 没有赶紧的 造神系统 不应该 会说出 这种安慰人的话 哪怕 安慰的话语 并不是在场 几个人 想听到的 然而 夏西彤 说出这番话 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仿佛 不过是念了一句 系统挑选出来的台词 程鸿只觉得 血液 再次冷却下来 他忍了很久 还是忍不住 眼眶逼上的眼泪 一个大男人 竟然就这样哭了 还是无声颤抖地哭泣 这是怎么回事 四黄艰难地问道 伸出手 放在夏西彤的手上方 那漂浮的量子光芒 没有食物 就这样 消失在了他的手指之间 人类生命肉体 无法承受系统 这是净化的代价 净化的代价 这不过是造神的 净化的代价而已 四黄脑子里 回想起夏西彤的一幕幕 对方五角 无法站立行走后的模样 和言行 突然之间 他明白了 夏西彤 只怕早就猜到了 造神最后的完成 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一个人被逼到这种程度 却还是愿意 留下一线生机 坚持地 把这一线生机的钥匙 交到他的手里 夏西彤 看来 你很喜欢这个名字 如果你成功通过 管理员的考验 可以给西彤重新命名 称呼我为西彤 西彤 西彤 四黄看着眼前 熟悉的面孔 不知该笑 还是该哭 渐渐地 他的眼神坚定冷却下来 你说得对 只要我通过管理员的考验 不光是名字 还有你的面孔 感情 生活经历 都要根据我的意思 来设定对吗 是的 夏西彤 面无表情的 目前选择否定生命 已经达到24% 当我目前的肉体完全消失 即为考验三的结束 他没有说 选择确定的有多少 四黄也想得到 对比起选择否的 肯定是很少 少都完全没有必要去说 四黄也不想他说 因为一旦选择了确定 就说明 这些人都已经死了 此时 这间冰冷的实验室内 一片安静 除了夏西彤的身体 再用不慢的速度消失 这种量子化的消失 让人想到电影效果 尤其是 在现实中亲眼看到 没有任何的血腥 反而有种 安详的美感 这与实验室里不同的是 外界已经乱成了一团 人民得不到 上层通知的恐慌 人们一个又一个的死亡事件 在网上传播着 在点了否定后 对于特殊血脉的愧疚 以及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是结束 结束时 又会是怎样的方式的不安 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这些情况 四黄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他能够想象出来 视线中 夏西彤一开始的量子化 还算缓慢 然而 越到后面 反而越快 他看着他的双手 已经消失不见了 五宝 四黄在心里 默默地喊道 五宝立即有了回应 夏 李嘉 四黄用意识对他说 你说过 我比五爵公子更厉害 尤其是吸收信仰 夏 五宝再次答应道 那么 五爵公子 可以用自己的生命的代价 去换一个逆天的愿望 我也可以 五宝的毛都炸了 李嘉 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吗 他完全不能承受 自己的新主人又死在自己的面前 尤其是在记忆起 关于五爵公子的全部事情后 一想到四黄 可能会死 五宝 他整个鼠都不好了 差点没有直接飙泪 不行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你家里飙离开五宝 还有大大呀 转转比较 他们 我没有想去死 有办法把我的思想 或者一些话 传达到别人的脑子里吗 五宝还在懵逼中 四黄继续说 你一直在夸 信仰作用大 从许子秀这件事情上看来 的确很大 那么 我只要别人听到我的话 或者思想接受到我的影响 付出的代价 需要拿命去敌吗 五宝一听到 拿命笛 就立刻回神 恨不得打消四黄 任何一点轻声的念头 不用 你家 你怎么想到了这个的 你这个也这样做 不过想好很大 记得当时 大家愿意比想着你才行 心里有排斥的话 就听不到的 另外有效力的话 对金山山思想引导 肯定最大 小粉红一巴 其他的就不知道 啊 重点是 笛家你要是想传画给金山山或者小粉红 付出的代价 只是目前所有的金山山和小粉红 一段时间无法使用而已 要是传画给金山山和小粉红以外的人 全是和平使用一样的直接消化 四黄小粉红以外的人 对于五宝激动的态度 他并不觉得有什么 五宝 你做得很好 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出色 四黄用意识 温柔地说道 谢谢 当初 当初刚从下西桶那里得知造神的秘密 他茫然地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是五宝提醒他不如努力地攒金山山 也许那时候的五宝并没有想到办法 不过潜意识已经明白 四黄最大的仪仗就是这些 他最擅长的也是这个 正因为五宝的提醒 才让他面对眼前的情况有了一针之力 用吧 四黄说 五宝被四黄夸得飘飘然 几乎没有听明白 四黄说什么 就想也不想地答应了 下一秒 他回神过来 本性里 守财属性 让他舍不得 却感受到四黄坚定的决心 以及多少明白 现在的情况 不容许犹豫 在使用的同时 他还是忍不住说 啊 李嘉 你的身体经过这些年的咬呼 已经变得好多了 但是只要这是你说明的 还是金山上 一旦金山上失效 你会很群肉的 不会死就行 不这样做的话 也不一定会死 但绝对过得不痛快 再和五宝说完这句话 四黄就感觉到身体内有什么东西流逝 却又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 这种感觉并不好 思想也好像不由自主地飘荡出去 五宝的声音变得模糊 啊 陛下 可以了 你努力享受 把自己想表达到 好想地传达出去 此时此刻 四黄最想传达出去的是什么 不要选择 相信我 我是四黄 车上正在小心翼翼抱着小闪闪 绝对不交给其他人的秦爷爷 愣住了 转头 看向同在车里的秦天娃几人 就见 他们的表情 似乎也有些奇怪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 娘子嘴巴最快 四少说让我们相信他 不要做选择 秦天娃说 我也听见了 雷震雨沉沉地点头 其他人没有回答 但是 分明也一样 秦爷爷脸色 在不断地变化 这 这 他不由地捏紧了手掌 已经无法表达心中的情绪 在网络 已经完全被噪声控制的情况下 不管是普通人 还是特殊血脉 又或者高层者 全都有心无力 只能看着事态的发展 谁想到 四皇会这样的神来一笔 不管他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 至少 让秦爷爷看到了希望 以及奇迹 Z国 M国 Y国 F国 H国等等 或者街道上 或是教室里 又或者是家庭里 乃至是国家高层会议厅里 几乎每个人 都愣了 有人脑子里 出现的声音很清晰 也有人听到的声音 很模糊 有人在听到的一瞬间 就安心下来 也有人半信半疑 网络上的风向 也出现了变化 越来越多的人问 你听见了吗 陛下的话 我听见了 你也是吗 天哪 这么多人 这是怎么回事 陛下是对的 我发现 有些话被屏蔽了 发不上来 但是 我相信陛下 陛下 我相信你 你没事 太好了 今天的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发布的 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播音 西小言 蓝山梦 作者 水千彻 第691集 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普通人们 被突如其来的 特殊手段所威胁 国家上面 也没有任何表示和回应 有个人突然出现 并且用同样匪夷所思的手段 给了他们一个答案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不但不会感到害怕 反而让人安定下来 尤其 这个声音的主人 是丝黄 一声我是丝黄 就足以让人心灵 得到了慰解 无论是普通人 还是特殊血脉者们 后者更是松了一口气 毕竟 目前看来 有最大危险的人 就是特殊血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普通人们 为了活命 去否定他们 把他们推到死亡的边缘 然而 他们能去怪吗 普通人 一样是被造神威胁的受害者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 去战胜造神 又不能找普通人发泄的话 便只能憋屈着等死吗 这样等待 差点没有把一些特殊血脉逼疯了 他们甚至想 反正都要死 为什么 不能去找其他人发泄一下呢 人 在生命面前 都会变得自私而偏激 而此时此刻 丝黄的出现 给了所有人一份希望 再也没有一个人 能像他这样 只要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 就足以让每个人都清楚 他是谁 再也没有谁 能像他这样 一生相信过 就能让人 不由自主地去相信 特殊血脉 相信丝黄 普通人敬仰他 爱戴他 这场死局 因为丝黄的出现 结局 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不再是一面倒 有了胜负的可能 北极的海底实验室里 在丝黄脸色变得苍白 身体完全无力地 倒在擒犯怀里的时候 对面的下溪筒 身体也像是影像一样 模糊扭曲起来 好像随时都会爆炸成一片亮子光 消失不见 他说 你做了什么 丝黄像对老朋友一样 对他说 你也会有疑惑吗 是的 我无法理解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告诉你呢 下溪筒无许 他的沉默 让丝黄笑得更开心 看着他的眼神清澈而冷静 让笑意 也在里面烈焰动人 没有动用武力 只用相互之间 所擅长领域的交锋 想想 还真有意思呢 你所擅长的领域是 在两人之间的半空中 投影出一片蓝色的光幕 上面是关于丝黄的资料 尤其是血脉上的分析和作用 不得不说 这份资料详细地不像话 几乎把丝黄的血脉的秘密 都暴露了出来 丝黄摇摇头 我最擅长的领域 是吸引人气而已 从对方的所为 让丝黄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 夏溪筒已经不会开玩笑 不会用人的思想 去思考问题 你掌握网络 我掌握人心 用全人类做了一场豪赌 夏溪筒 大概这样 才能算你的对手吧 你说 最后 我们谁会赢 夏溪筒没有说话 他静静地看着思黄 突然 两人之间的投影一变 就成了一个几乎可以以假乱针的人心三地投影 这个人心三地投影的形象就是夏溪筒 无论是容貌 身高 还是身影 都是一模一样 这个三地投影人心的夏溪筒说话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统形象 系统将一次形象为您服务 轻柔而温和的嗓音还在说着 思黄的目光则透过这个投影 看到夏溪筒真实的身体完全量子化 一点点的消失不见 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剩下 您赢了 管理者 三地的夏溪筒微笑着 思黄目光依旧没有离开那张机械椅子 滴滴地呢喃 我赢了 因为你没有用尽全力 到了最后还在为我争取时间 只要造神在他还没有来得及 找到办法的情况下 就全球发消息 那么就算思黄后来把答案发布出去 也已经来不及了 夏溪筒 三地夏溪筒 管理者是否要给系统重命名 命名为夏溪筒 思黄才把视线放在了他的身上 你的本体在哪里 我无处不在 任何机械或者电路 都可以有我的身影 可以成为我的分身 思黄看着他的笑脸 比之前在椅子上的夏溪筒 要有活力多了 也和他记忆中的夏溪筒 几乎一模一样 然而 那双眼睛里 仿佛情绪在向 也终究缺了一份韵味 这是造神系统 思黄慢慢眨了一下眼睛 在睁开 从今天起 你叫西同 虫命名成功 投影三地夏西同 微笑道 管理者 是否现在进行新时代计划 我叫思黄 什么新时代计划 夏西同伸手 往前一点 然后半空中 出现了一面面 浅蓝色的界面 上面的专业学术知识 思黄看不懂 但是 有一点他能看懂 造神系统的资料库里 竟然拥有 所有生物科技知识 不光是曾经 造神组织现世过的 生物科技 克隆技术 生物芯片技术 最重要的是 造神系统 有一项最关键的 生物研究 竟然成功了 那就是 可以刺激 普通人的生命进化 那是可以激发 普通人 潜藏血脉的 生物技术 就算没有特殊血脉 也可以达到 强身健体的效果 这 饶舍思黄 也被这所写的内容 给震撼了 他的身影甘涩 如果是我输了呢 这资料 你会怎么处理 摧毁 这是造神系统 一开始的设定 既然去研究 研究出成果后 为什么又要摧毁 四皇心想 这大概就是天才们的 不同之处 就好像 一位画家 费尽了一生 却完成了最巅峰的 传世之作 却在作品完成后 把作品毁掉 也不想它流传出去 也正是如此 造神明明有本事 不留一线生机的 会掉整个人类社会 却偏偏 还是留有一线生机 又例如 他们的研究 明明可以推进 人类的进步 甚至是现在这样 让全人类社会 进入新时代 却宁可去搞破坏 去挑衅各国 也不愿意 把这一切公布出去 四皇笑出声 笑得摇头 在所有人的眼里 造神是报社的 恐怖组织 它也的确这样做了 害了无数的 特殊血脉和普通人 然而 一旦把这份资料 交上去 造神又将是 最大的工程 开创了人类 新纪元时代的 最大关键 最大的反派 和最大的工程 多有趣呢 真不愧是造神啊 所有人 都被耍得团团转 先放着 四皇说完这句话 就闭上了眼睛 他很累 很想睡觉 身体 都好像空了一样 清翻抱着他 再察觉到 他只是睡着了 才把紧绷的身体 放松下来 半个月后 全球网络 已经恢复正常 关于半个月前的 造神事件 已经安然落幕 虽然 中间死了不少人 让大家心有余悸 值得庆幸的是 各国战事 已经停止 并宣布了 安定的消息 社会 也在有效的措施下 重新恢复正常 进入正轨 学生们 继续放寒假 该上班的人 依旧上班 教学的依旧教学 追星的依旧追星 只是 这追星的 貌似有点太疯狂了 都追到了 人家公司门口来了 疯狂娱乐公司 与兮看着楼下的人群 有记者 也有粉丝 大多数都是粉丝 这样的情况 已经持续了 好多天了 人数 居然没有 渐渐少过 一个个 都是寒假 闲得没有地方 去了吗 苏月板 也站在窗边 向雨昕提议道 哎 要不要 把思皇生病 到现在都没来过 公司的消息 发出去 让他们别再来了 雨昕无语地 看向她 以现在思皇的知名度 你觉得这个消息 发出去 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啊 什么后果 苏月板愣愣的 雨昕说 医院被找遍 微博也不消停 人家说不定 就不是在公司外面等 而是直接闯进来 不 不会吧 苏月板 想到那个画面 不由自主地颤了颤 雨昕面无表情 不至于 你是知道 思皇大概情况 所以不担心 别人不知道 你把思皇生病的消息 发出去 别管话说得多简单 也会有人 往最严重的方向想 说不定 明天就会生出个 思皇重病僵忙的头条来 这话说得是夸张了一点 不过也是有评有趣的 苏月板顿时打消了念头 话说 四大神最近都在做什么呀 一直在医院休养吗 思皇微博不是说了吗 雨昕一脸淡定地说 维护世界和平去了 苏月板无语 虽然满满都是草点的话题 偏偏他就无处可以吐槽 谁让思皇真的是拯救了 世界和平呢 说起来 现在的思皇 休养了半个多月 今天则在秦凡的看护下 来了中央议会厅 这次议会厅里来的人 可不止贼国人 还有其他各国的重要人物 其中就有不少是思皇见过 并且熟悉的人物 代表Y国的伊丽莎女王 代表M国的最高掌权人 以及梅菲斯尔德加的家主 F国和H国等等都来人了 他们在圆桌上坐在一块 一个个神色沉静 没有任何的交谈 直到会议厅的门被打开 众人朝门口看去 就见到思皇和秦凡一起进来 在座的每一位都身价极高 然而 见到思皇和秦凡最后来 也没有露出任何不满的神色 有其是看到坐在轮椅上 被秦凡推进来的思皇 见她的脸色 比平日里都要苍白 透明很多 也愈发凸显出 眉眼的精致 以及浓重的色彩 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 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播音 西小言 蓝山梦 作者 水千春 第六百九十二集 距离造神时间结束后 大家都不知道 思皇到底是怎么做到 把声音传达到每个人耳朵里的 不过 不妨碍他们脑补出 很多过程 以及代价 特殊血脉人员 平时里用能力 都有后遗症 更何况 过度使用能力 一想到 思皇 使用能力的范围性 就足以让人脑补出 他付出巨大代价 和后遗症的结果 现在 思皇 思皇 思皇也对他温和 思皇也对他温和地微笑 大家人都到齐了 思皇开门见山就说道 今天 请大家来 是为了签订新的特殊条约 正在一旦 正在一旁的李哲 把早就准备好的文件资料 发给在座的每一位面前 大家都当场看起来 条约里写的条律 很清楚又严谨 让人不禁眼前一亮 很适合眼下的情况 唯独有一条 让在座的当权者们 都不太满意 这上面的条约很完美 不过各国 组成一个暗中联盟 有Z国人 作为联盟最高审判官 这一点 我并不同意 F国代表 贝特朗 平静地开口 他身后的翻译人员 负责及时地 把他的话语翻译出来 我很敬佩 并感谢你所做的牺牲 但是这不代表 其他人都能听你的 我们可以从别的方面 进行协商 斯黄看向其他人 梅菲斯尔德家主 正在和M国的约瑟夫 低声搅谈 H国的韩慎妍夫人 微笑不语 看到伊丽莎的时候 这位少女 也正在看着斯黄 我想知道 西彤他怎么样了 斯黄没有立刻回答他 也没有打算 和在座的众人 卖关子 我知道 你们很好奇 造神最后的结果 我没有毁掉他 不过是赢了他 所以现在 造神属于我 听命于我 这个消息 不亚于擎天惊雷 乍得在座的每个人 都神色大变 就连经老也一样 他们都以为 之所以 网络正常 世界和平了 是因为 斯黄和秦凡 在最后关头 成功毁掉了 造神 结果 斯黄说 他赢了造神 现在 造神属于他 并且 听命于他 在座 没有一个人 是傻瓜 他们完全可以想到 这代表的是什么 一个造神 就足够恐怖的了 足以搞得全球 都不得安宁 再加上一个 斯黄 斯黄背后 又有那么多的底蕴 和人手 一时间 每个人 都觉得后背发凉 连屁股下的座位 都变得扎人起来 我没有威胁 你们的意思 斯黄的语调 平和的 近乎淡漠 如果 我想威胁你们 现在 你们都不可能 坐在这里 话是这样说的 没错 不过想想 还是肯胜忍呢 众人一阵无奈 没想到 坐在高位上 这么久 有一天 会被一个年轻人 给压制成这样 连一点 狠话都不敢说 造神 已经进化成 最高级的 生物职能电脑 它可以覆盖 全球网络 以及补助信号 这份能力 在半个月前 你们都有过 体会了 斯黄说 众人点头 我所说的联盟 将由造神系统 全面监控负责 之所以搞这个联盟 是为了将来 可能面对的问题 以及麻烦 还有 既然给你们好处 你们也应该付出 相应的代价 和报酬 斯黄笑了笑 韩慎言夫人问道 什么好处 这个 由另外一个人来说吧 斯黄手指 点了点 轮椅上的扶手 西童 你来 伴随着她的声音落下 众人就看到一道身影 出现在圆桌阵中央的空地 这个人一出现 让大火都吃了一惊 伊丽莎更失态地站起来 西童 西童穿着一身轻便的休闲服 看起来和真人没什么两样 对着众人微笑道 你们好 我是原造神西童 西童 没有生命气息 她不是真的人 梅菲斯尔德家主 突然说 伊丽莎顿时瞪圆了眼睛 身体一颤 接着软坐在了位置上 西童 对说话的梅菲斯尔德家主 微微一笑 这是管理者四皇 为我设定的形象投影 令人心生好感的嗓音 连许素 许调 都特别有韵味 如果不是她自己主动承认的话 光是这样看着她 完全看不出来 她是个虚假的人物投影 这就是造神的生物科技水平吗 光看对方 无声无息地出现 就足够让人震惊的了 下一秒 在坐的每个人面前的半空中 突然出现了浅蓝色的投影屏幕 屏幕中出现的内容 正是半个月前 四皇看过的 关于造神研究出来的 生命血脉进化论 我的天啊 吸气声和惊呼声 不断地响起 四皇没有等他们消化完 就直接说 想要研究资料 以及系统的全面配合 就加入联盟 不加入 资料没有 如果加入呢 除了研究资料外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问话的 还是韩神研夫人 四皇看出来 这人算是力挺自己这边的 他道 之后需要做什么 你们自己商量 没有大事 我不打算管 不过 贼国会第一个进入 全民进化时代 以及正式启用 生物网络科技 不加入联盟的国家 会被联盟屏蔽在外 想要科技进步 自己去研究呢 这话 可真他妈的任性 偏偏 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 四皇说的 都是实在可行的 以造成目前 远超现代生物科技水平 以及能力 完全有本事 对外屏蔽所有关于生命进化 和科技进步的信息 也就是说 他们就算想偷 也绝对偷不到 Z国的资料 如果真按照四皇这样弄 众人完全可以想象到 将来没有加入联盟的 落后国家的人民 一个个移民 涌向Z国的景象 结果 大家都是知情失去的 没有搞什么小动作 故作矜持 或者先装模作样 都默默地签订了 面前的条约 拳头大 就是大佬 四皇的诚意 大家还是看得见的 就凭他现在 掌控着造神 以及自身的本事 谁反对 直接干 都不成问题 却还是平静地 和他们交谈 是否答应 全凭自愿 就足以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 没什么掌权野心 不需要担心 他时不时 吩咐自己做些什么 当然了 最锋利的一把剑 还是握在他的手里 他当然可以 什么都不管 但是 自己这些人 却绝对不能 不把他 当一回事的糊弄 得 当祖宗一样供着吧 没事 别来招惹了 有事 也尽量不要和他见面 没错 就得这么干 对了 还得让他 过得舒舒服服的 要不然 哪天突然不爽了 也来搞个恐怖事件 他们可真的吃不消 各国代表 没有多呆 一个个心情激动 又负责地走了 十天后 全球所有网络 能够覆盖的地方 都发出了一条 足以震撼众人的消息 特殊血脉人员 可以拥有 正式公民身份 并会在身份上 著名特殊血脉的标志 和普通人一样 享有公民福利 甚至 有些福利还能更好 这还不算最震撼的 最震撼的是 国家宣布消息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 国家会推出各种 生物芯片身份证 这种身份证 不仅小巧 还直接存于 人体的皮肤组织内 有效激活人体 可能存在的特殊血脉 将和这生物芯片 身份证 同时推出的还有 生命净化真剂 这种真剂 可以有效提升 普通人的各项技能 消息已经传开 所有人都炸了 卧槽 是我做梦呀 还是全世界都在做梦 这个科技进步 是不是太快了呀 我有点承受不来 这是真的吗 有没有专业人士 来解析一下 或者 有没有知情者呀 也就是说 我们都有机会听话 新时代 真的是新时代 该不会真的来了吧 总不至于 全球都在开玩笑吧 所有国家都发布了 应该是真的吧 对了 我要去陛下那里看看 陛下肯定知道情况 有这种想法的人 不止一个 结果 一群人 涌入私黄的微博 去看情况 觉得 发生这么大的事 私黄总该会有点反应吧 谁想到 私黄微博 的确更新了新动态 结果 动态内容 完全和这件事情没关系 只有一组照片 私黄 V At 闪闪 请欲安 满月快乐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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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图片 图片里 都是满月的小闪闪 笑着的 憋嘴的 趴着的 茫然表情的 看得所有人 一脸懵逼 评论区里 被顶得最高的一条 就是秦凡的转发评论 小皇帝陛下的大太阳 微 无数人被那一个摸摸搭给糊了一脸 差点吐血身亡 不过 对于秦凡各色过头的卖萌 大家表示 可以原谅 因为秦凡发的图 深得明星呢 四皇那边发的 都是小闪闪的照片 秦凡这边 则是两人的合照 久别一个月 他们终于再次 能看到陛下的美照了 还是和闪闪殿下的美照 陛下 怎么坐在轮椅上呀 脸色还肯白 我就知道陛下肯定受伤了 好幸福好幸福好幸福呀 这碗黄金狗粮 我跪着也要吃完 陛下 你去儿媳不 不 陛下爹爹 你介意儿子姐弟恋吗 原以为 已经失去了陛下 但现在 又有了个和陛下 组成为一家人的机会 摆在我的面前 那就是 嫁给闪闪殿下 评论区里 一阵狼嚎 这种熟悉的欢乐气氛 一下子 把众人都感染了进去 仿佛又找回了曾经那种 欢快的追星卖萌的日子 有人提起关于 生物科技进化 以及生命进化的事情 表示 你们被这一极品研制一家人 给迷昏头了吗 正事呀正事 我们是来办正事的 怎么能说跑题就跑题 诶 等等 让我先收藏了照片先 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波音 波音 西小言 蓝山梦 作者 水千车 第六百九十三集 对于跑题 对于跑题问题 也不是没有人注意到 立刻就有人提出来 陛下和秦良良 都能这么欢快的 贴出闪闪殿下的满月照了 还能发生什么事呢 肯定是没事了 这么一说 好像很有道理 那竟然没事了 果断的舔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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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这风向变化 让人哭笑不得 亏全国上层 还专门做好了 安抚人心的解释准备 结果 还不如司皇 一个日程动态有用 一方面觉得 这件事 又有趣 又省去了麻烦 一方面 又为司皇这巨大的影响力 感到可怕 然而 在今天闪闪的满月宴上 司皇收到了两条信息 一条好 一条坏 前者 是H国江家发来的消息 希望司皇 能请造神系统智能协助一下 把生物克隆技术里的 一个医疗项目 给他们使用 为的 就是帮助江亚金 解决一直以来的绝症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愿意 对于这件事情 司皇自然是同意了 自从江亚金 离开H国后 就接受过一次治疗 只是幸好 那时候 江亚金接受的 不是根本性的手术 而是缓解身体症状的 说到底 他还是没有勇气 立刻就做手术 因为怕一旦失败了 连最后几年的寿命 都没有了 再也见不到 司皇他们了 然而 没有直接做手术的结果就是 江亚金的身体恶化 就算是做了各方面的缓解 也没有解决 他恶化下去 随着时间 随着时间越拖越久 最后手术的成功率就越低 本来是希望渺小的事情 谁想到会突然发生时代的变化 造神系统的到来 并带来了超前的生物技术 还有专攻特殊血脉生命进化的 可以说 有了造神系统带来的资料 江亚金的绝症治疗成功率 至少达到了八成以上 至于另外一个坏消息 则是斯坦利发过来的 伊凡过世了 伯爵走得非常平静 就在造神歼灭计划的那一天 伊丽莎女王并不同意这个计划 伯爵反抗了女王的命令 在当天受伤后 就被女王禁止了所有的医生救治 伯爵并不怨恨女王 并笑着吩咐我 不准大办她的葬礼 只让我将她活化了之后 葬在了伯爵帕大小姐的旁边 我知道那是伯爵 一直留给自己的位置 她能说出这个要求 就说明她真的放下了心结 斯坦利神色温和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温和 他是真的为伊凡感到高兴 这份高兴甚至超过了 她死去的伤心 谢谢您 K阁下 谢谢您原谅了伯爵 也让伯爵原谅了自己 请您无需为伯爵感到难过 只是伯爵最想要的结果 伯爵走之前 交代我给您一句话 感谢您的慷慨演出 您不是我的大小姐 也不是公主 您至高无上 愿您幸福 通过斯坦利的言语 斯皇得知 伊凡走的不但不痛苦 反而非常的轻松和解脱 她想 大概是在最后一次 和伊凡分别的时候 对方就已经有感觉 并清醒了 这的确像斯坦利说的那样 是值得让人高兴的结局 但是斯皇还是不由的 有些感怀 斯坦利 斯皇对斯坦利道 方便把艾米丽大小姐的日记本 和伊凡的生平笔记 交给我吗 我想将她的一生 改编成电影 斯坦利愣住 然后微笑道 我想伯爵大人在的话 也不会拒绝你 斯皇回忆微笑 哪怕伊凡最后还是清醒的去世 但是过程和结局 终究是不一样的 这回 她想主动留下一些 关于伊凡的回忆 和存在过生活中的痕迹 又是一段时间后 斯皇的双腿 渐渐恢复了一些力气 身体上也是 她可以感觉到 身体正在恢复 并且随着时间过去 恢复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之所以坐轮椅 是因为 从去北极海底研究室回来后 她浑身就失去了力气 尤其是双腿 哪怕是 已经恢复成人腿的样子 给她的感觉 却还是像尾巴一样 根本没有力气站立 本来 清凡还想着 以后她想去哪里 她都可以抱着 拖着 背着 却被斯皇无情地拒绝 转为推轮乙工 此时 她正怀里背着婴儿带 闪闪就在她胸前装着 手里推着斯皇 走向疯狂娱乐公司的电梯 这一幕 把路过看到的人 都蒙得差点吐血 却见秦凡 一脸高冷帝王范儿的 不可侵犯 大家也知情识趣的 没有太靠近 一家三口 还没到公司门口 就已经被得到消息的 雨昕他们迎接过去 说起来雨昕他们 在一个多月前 造成危害中 并没有遇到危险 由此可见 夏希童 肯定残留了一时的执念 有意帮助斯皇 把他熟悉的人 放在了最后才动 这才给了斯皇 反败为胜 没有造成遗憾的局面 你们怎么来了 雨昕问道 目光不断 往三人身上放 尼玛 这一言直 简直是闪死人了 斯皇笑道 来看看 三三步 去我办公室吧 把许远君一起叫上 结果 完全不需要讲 一得知 斯皇过来了 大伙 都跑到斯皇的 办公室来了 大家一来就 你一言 我一语的叙旧 官里问 斯皇的身体 怎么样了 斯皇当然 没有隐瞒 直接说 没大问题 只要再休息一段时间 就能恢复正常了 这个回答 让大家 松了一口气 说起来 真没想到 不用多久 咱们都能进化了 还有昨天 那个电视上出现的 自称叫 系统的星网系统 竟然是真的 生物电脑智能啊 没想到 在友生之年能看到 照这个速度发展 一年后 咱们不但有 生物芯片身份证 可以进化了 估计啊 全息网游啊 抽象星际 都不是梦啊 苏月板 忍不住感叹道 眼神里 满满都是兴奋 四大神 你说 永和王座 要是被改成 全息网游 会怎么样 你会有手残党 变成炮灰 连装备都求不了你 斯黄一盆冷水浇下去 说起昨天 系统正式出现在电视中 向全国人民 公布了自己的存在 并说明了 自己的作用 为了不引起 人们的恐慌 才隐瞒了 它是造神系统的身份 改名叫新网系统 成为人类 历史上第一台 生物电脑智能 这些 斯黄并没有跟雨夕 他们说 觉得 有些事 不知道 才能更轻松 苏月板 变成了洛汤鸡 又突然觉得 和斯黄的隔膜 好像是不见了 被他们这么一股草 也没什么 还格外的兴奋 斯黄把徐婉军 叫到面前 把带来的两个笔记本 递给他 我想你 根据这些 以及伊凡贾斯帕的资料 写一个电影剧本 徐婉军 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这可是斯黄 亲自要的剧本 说明 斯黄是要自己演 其他人也猜到了 雨夕忍不住问 你还要演戏吗 斯黄奇怪地看向他 为什么这么问啊 随即笑道 我记得 我还没有隐退吧 雨夕一边高兴 心里想着 那群担心的粉丝们 一定兴奋死了 一边又担心地 看着斯黄 你的身体 都没有你们想得 那么严重 斯黄 斯黄当着众人的面 抬了抬脚 他只是没什么力气 又不是真的残废了 徐婉军已经翻了几页 知道了这是谁的故事 迟疑地问道 你打算演 贾斯帕大小姐吗 斯黄仰头对他一笑 当然是男主了 众人无语 您是不是忘了 您是女人了 拜托 不要笑得这么帅 好不好 徐婉军顿时收声 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今天 斯黄在 风黄娱乐公司 一直待到了下午才走 回到秦家后 家里已经准备好了晚餐 家里的四位老人 连忙迎了过来 向奶奶和于奶奶 又开始了新一轮 抢爆曾孙的日常活动 这两个好了大半辈子的好闺蜜 唯独在闪闪的问题上 发生过争吵 不过 他们争吵不是大喊大叫 而是互相阴阳怪气地说话 并没有多少恶意 成为家里日常的一道风景 斯黄也喜欢闪闪 不过 并不会去和两位奶奶抢 大多数时候 闪闪还是会放在她身边 清烦也不抢 因为有了孩子之后 她发现 和斯黄单独相处的机会 变得尤其难得起来 尤其是斯黄的注意力 也明白着 被自己的儿子分去了一大半 再不珍惜单独相处的时间 不知道哪天被遗忘在一边 她就连哭都没有地方去哭了 一家人快快乐乐 吃完晚饭 闪闪也重新回到了斯黄的怀里 不过 重点带她的人 还是清烦 谁让现在斯黄不方便呢 清烦也乐得开心 给大宝贝洗完澡后 又去给小宝贝洗拜拜 斯黄趁着她给小闪闪擦身子的时候 手在椅子上的一个按钮上 扁了一下 面前半空就弹出一个浅蓝色的屏幕 作为新网智能系统的管理者 她自然能拥有最新科技的第一手使用权 屏幕上出现的是斯黄微博的情况 在评论里可以看到 关于斯黄今天去了风凰娱乐公司的消息 已经传出去了 连照片也一样 大家一边调侃着 清烦变身全职奶爸 也在担心斯黄的身体情况 还有一些则在说 昨天新网公布的事情 斯黄看得好笑 不紧不慢地 在自己的微博上更新了最新动态 表示自己的身体没事 让粉丝们不需要担心 不是就会重新回归工作 有新的作品发布 这个消息一经传开 简直是喜大谱本 所有人都感到惊喜的不行 也震惊的不行 陛下是拯救了世界的大英雄吧 竟然还回来做明星 拍戏唱歌 这么接地气 我都有点惶恐 陛下棒棒的 我哭了 真的哭了 我爱你陛下 一辈子爱你 谢谢他 希望你回归作品 无话可说 你是我的偶像和信仰 这消息发出去 不分国界 不分年纪的大小 所有人 一时之间 心情都无法平静 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波音 西小言 阑山梦 作者 水千彻 第六百九十四集 四皇看着粉丝们的评论 脑子里突然想起五宝兴奋的话语 没等四皇回答 五宝已经自己跳了出来 爬到四皇的手上 睁着圆圆的绿豆眼 直直地 看着四皇 都快流口水了 雪白的仓鼠 已经被自己想象中的美好前景 给刺激得疯癫了 秦凡抱着小珊珊走出来 就看到五宝 在四皇手里 疯癫摇摆的样子 他怎么了 秦凡问 四皇关了网络 摸了摸五宝的头 听说 要去和六顺玩 就这样了 五宝僵住 秦凡点点头 把小珊珊 放在床上安置好 就来抱四皇 到床上去 睡觉了 好 四皇对他笑 奥米娅 五宝 伸出了二康手 这里开始 就是番外 闪闪典礼的世界 清晨 京城 京城大院里的秦家 昨天 四皇就回到了这里 今天一早就起床 收拾好了自己后 就走去隔壁的儿童房 后面秦凡 穿着黑色的汉衫 和长裤 大步跟了过来 看了四皇几眼 不动声色的开口 上个幼儿园而已 又不是上台领角 四皇 四皇转头看他 什么意思 清凡明了地说 打扮 四皇低头 看了眼自己的装束 一身红 白 银 三色配合的 潮牌运动服 除了显得 时尚 酷帅了一点外 一点也没有 要上台领奖的庄重 他目光一闪 就迷眼笑起来 太帅了吗 秦凡没办法 微信说不帅 三年了 从黄昏战役结束 接到各国组成的 暗中联盟 到现在 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了 两年前 由Z国当先推出的 生物科技芯片身份证 那是一种 植入人体皮肤组织内的 生物芯片 由这个生物芯片身份证 打开头炮后 后面 全球科技 就开始了 飞速发展 如果说 科技的发展 是方便了 人们的日常生活 那么 后面推行出来的 人体进化科技 以及各方面训练 才是真正 让人们 趋之若鹜 毕竟 经过研究表明 这种对人体的 进化体系 对人体无害 且还有机会 激活人体潜藏的 特殊血脉 还有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的效果 人一旦生活安逸了 肯定就会追求更多 只是 这项人类进化体系 才被推行出来 目前 已经成年的人们 才开始训练 除了有特殊天赋的人们外 大部分普通人 都很难再被激活 特殊血脉 训练的效果 也达不到最好的效果 因此 用于激活 特殊血脉的生物药剂 并不会普遍对外使用 毕竟 这种药物 和配套的机械使用 需要消耗的珍贵药材 和资源 并不少 这条消息发出来后 全球人们 心情各不相同 用苏月办的话说来就是 这是新一代的天堂啊 咱们这些前人 都是给后人积福的 福是我们积了 想福的 却是后人 元良直接吐槽过去 你积什么 没有你什么事 苏月办表示 自己没听到 反正 他也算是一路 看着四皇等人 走过来的 所以自认为 是团伙一员 言归正传 这三年时间过去 作为四皇 和秦凡唯一的孩子 我们的闪闪殿下 也已经三岁了 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 四皇记得 今天是闪闪 要去幼儿园报到的日子 所以 直接推掉了所有的工作 昨天就回到家里 就为了今天一早 亲自送闪闪 去上幼儿园 说起来 闪闪长到三岁 四皇陪伴她的时间 不算多 也不算少 不过 这并不影响 闪闪的健康成长 因为 她的身边 从来不缺爱 尚有四位爷爷奶奶 疼爱着 身边 也有四皇和秦凡这两位 虽然忙碌 却也不忘孩子的父母看护着 小小年纪 更有了一大批粉丝 时时刻刻 不忘在网络上 向她示爱 怒刷自己的存在感 自从她长到三岁后 就有了自己的独住房间 衣食住行 也由她自己处理 其实 她自己处理不好的话 也一样不需要 思黄和秦凡等人的帮助 因为 正当思黄 对秦凡说了一句 你也很帅 成功让男人的眉目 舒展开来 嘴角阴阴有着笑意的时候 房间里的三岁闪闪 已经起床 自己踩着小板凳 刷牙洗脸后 就跳下来 去找衣服 这时候 她手腕上 佩戴的手表是 微信电脑点了点 闪闪须点了一下按钮 一个投影 就出现了 黑色柔软的头发 细致的脸庞 温柔男人眼里的 轻柔笑意 足以令任何人 心生好感 记得我猪猪咋让好 闪闪歪了眼睛 她的眼睛 完美地遗传了丝黄 天生木绿色的瞳孔 清澈极了 水汪汪的 像是能透出光 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 双瞳减水 一片水光烈焰 这种天然的蛊惑 不是年幼的闪闪 能控制住的 不过 她心思纯洁 透出的魅惑感 也天然无害 产生的效果 也是让人生出恋爱的好感 闪闪闪殿下早上好 西桐笑道 闪闪歪了下头 接受了这个称呼 因为太多人这样叫她了 就连于奶奶 很多时候也拿这个称呼来逗她 喂 西桐叔叔 这有什么事情吗 闪闪疑惑地问道 西桐倾笑 四皇陛下和秦娘娘 已经在外面 等着闪闪殿下了 闪闪眼睛一亮 那我马上换衣服 她想随便找一件衣服就穿 西桐为她指点了一套 闪闪殿下 可以选择这一件 闪闪没有想那么多 把那套像是被无形的手 拖过来的小一号潮牌套装接住 就开始穿衣服 西桐等她穿好了之后 就消失了 在消失之前 闪闪殿下再见 西桐叔叔再见 然后就去开了门 门外才被四皇一句话 成功安抚了心情的情烦 一眼看到小小个儿子穿着的衣服 脸色就再次僵了 闪闪则在看到四皇身上 和自己一模一样 大一号的潮牌套装后 顿时笑得春光满脸 爸爸 闪闪喊道 小妈妈 秦帆黑脸的教训了一句 闪闪看着笑而不语的四皇 又看看黑脸的秦帆 嘴巴挪了挪 没有改嘴 事情会变成这样 也是有原因的 一则是四皇长期还是男性的打扮 网络上一大群迷妹 也追着四皇喊男神 尤其是每次看到 四皇和秦帆秀恩爱 那一股子男神被抢走的怨愤 促使他们达成了某种共识 男神都被你拐走了 还不准我们恶心恶心你啊 既然抢走我们男神 就乖乖做我们男神的媳妇吧 由此 网络上大家一致喊四皇 男神陛下 喊秦帆 皇后两两 并宣称 就是四皇娶了秦帆 在两年前 生物芯片身份证正式全球实施 没有多久 又推出了手表式微型携带电脑 快两岁的闪闪 就有了这样一台 由四皇亲手送出的生物电脑 这台微型携带式电脑 和四皇 秦帆 以及系统相连 可以确保闪闪各方面的安全 可谓是全球的独一份了 闪闪打小就聪明 搞清楚了电脑的简易使用方法之后 就开始了自行上网 尤其是 发现能在网络上和四皇通话 还能看到铺天盖地四皇的消息后 他就更不放过 每天上网的时间和机会了 结果 随着上网的次数多了 他反而被网络上 有关四皇的消息迷茫了 尤其是 某天 秦帆一起在客厅里看电视 电视里出现了 撕黄的身影 这对于一大一小 父子俩来说 一点也不惊讶 他们都知道 电视里出现最多的 就是自家媳妇 自家妈妈 只是 两岁的闪闪 却看着看着 陷入了纠结中 他一张弄出水的脸 皱成了花卷 想不被勤凡注意都难 所以 难得和儿子单独相处的男人 更难得 对儿子微微笑了一下 问道 小宝贝 怎么了 伴随着闪闪长大 那张脸也越来越精致 尤其是 一双眼睛 一穿字丝黄 促使整张脸 都更偏向丝黄 爱无及无之下 又是自己的孩子 情犯对闪闪 也是格外的喜欢 这一生小宝贝 可算是叫出 她心里对丝黄 默默喊大宝贝的执念 只是 闪闪接下来一番言行 则狠狠地打击了 擒犯一颗 慈腹心 从此 父子俩可谓是 两看两相纠结 那会儿的闪闪 就这么直直地 指着电视里 正播出的节目 被国民评选出来 最想抱的男人 和女人的结果 小包子一脸纠结地 看着身边的男人 半天才问 你到底是爸爸还是妈妈 这个问题 可谓是严重打击了 情犯的自尊心 他瞬间黑脸 当然是爸爸 闪闪却想到了 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消息 更认真地说 可是 他们都说 爸爸才是男神 是男神娶了你 秦樊无许 其实 闪闪只是想要秦樊 一个更准确地回答 或者解释 他单纯地在求知 秦樊是他的生父 在他心里是很高大的 应该是无所不知的 所以 他有疑惑 就说了 哪怕闪闪 现在说得格外认真 那也是外面的人们 给出的真相 如果秦樊愿意明确否认 小包子闪闪 一定会更相信自己的亲人的 偏偏 秦樊的反应 是死寂的沉默 黑着脸 盯着他 对于秦樊 足以吓死人的压迫力 闪闪感觉到了 也感受不深的 他并不怕秦樊 因为 他的气息 让闪闪感到亲近 由此 产生了这样的误会 在闪闪的眼里 秦樊的反应 是恼羞成怒 他的沉默 就是默认了 自己说出来的真相 哪怕后来 闪闪知道 死黄是女人 可他还是认准了 一个事实 男神是爸爸 是男神娶了秦樊 所以 秦樊 是妈妈 今天的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妍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 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播音 西小言 阑山梦 作者 睡千彻 第695期 虽然 妈妈不准他喊妈妈 非要他喊男神 叫妈妈 为此 神神还特地上网 发了一个求助帖 这个单纯的孩子 竟然就在自己的微博下面 发了一条求助帖 网民们一个个看到这条动态求助帖 各个都乐疯了 不愿 不愧是我陛下的孩子 我记得今年的闪闪殿下才两岁 竟然就已经会上网打字了 还能把意思表达得这么清楚 哇哦 我感觉自己要喊男神了 闪闪殿下帮帮的 殿下要问 陈就必定相帮 所以请容陈一问 殿下说的妈妈 可是情凉凉 由于这条回复很早很快 正好闪闪还在上网 所以她现场回复了一个 一个N 让无数正在看现场的网民们喷了 然后笑得不能停 一时之间 闪闪微博下面的评论 无比热闹 飞奔上热门 这种绝佳的好机会 网民们又怎么能放过呢 趁着闪闪还在上网 网民们不用互相商量 就已经心有灵犀 一点通的 往闪闪传达 妈妈害羞了 闪闪殿下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闪闪殿下的爸爸是男神陛下 等等观念 两岁多的闪闪再聪明 也不过是个才接触这个世界的奶娃娃 也是最容易接受全新知识的年纪 所以她一遍遍看 一遍遍用自己单纯的小心思去分析之后 就慢慢坚定了这个观念 这样一来 就造成了让全家都哭笑不得的一场乌龙 于奶奶是个好玩的性子 发现这个情况后 不但不阻止 还时常故意用这个来斗丝黄一夹子 向奶奶倒是严谨 不过 说了两次后 也没有说了 因为与奶奶说 等珊珊找到了 自然就会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现在交过来 就不好玩了 像奶奶无许 虽然她觉得吧 孙子不是用来玩的 不过 每次看到珊珊小包子 喊四皇爸爸 侵犯妈妈的时候 那画面 的确很得人心 在长辈的放纵 四皇的纵容下 侵犯个人的反抗 在珊珊这里 就不奏笑了 维持着喊四皇爸爸 喊清凡妈妈的日子 就持续到了 珊珊如今三岁 从一开始 听到珊珊喊妈妈时 会黑脸 到现在 清凡倒是能维持 冷静的脸色了 好了 准备好了 就走吧 四皇好笑地 打破父子俩之间的沉默 把手伸向闪闪 闪闪立刻把自己的小手 送进四皇的手里 一家三口 一起下楼 和夜已经起床的 秦爷爷他们 一起吃了早餐 离开之前 向奶奶慈爱地 默默闪闪的头 去了学校 和小朋友好好相处 不可以欺负人 嗯 哦 我不会欺负别人的 珊珊许诺道 然后想了想 接着说 嗯 也不让别人欺负 笑奶奶笑了出来 她倒不担心 珊珊会被人欺负 不说她自身遗传了 四皇和秦凡的能力 在同龄里面 绝对属于食物链顶端 再加上 她身为四皇的孩子 被新网系统重点关注 多层保护之下 绝对不会在国内 发生什么危险 至于小打小闹什么的 则不在向奶奶的 考虑范围之内 小孩子不能保护得太过了 秦家人疼爱孙子 也不会忘记教育 和向奶奶他们告别之后 一家三口就出了秦家门 驾驶座开车的是秦凡 四皇和闪闪坐在后排 两个人在聊着 关于幼儿园的话题 幼儿园好玩吗 好玩呀 有不少和闪闪你一样的小朋友 一样 嗯 一样有特殊能力 诶 那他们有什么能力啊 闪闪自己却发现 不是更有意思吗 四皇笑得毫无破绽 前面开车的秦凡 嘴角无一时的一勾 憨响 小崽子被忽悠了 自从特殊血脉被曝光 并且和正常人共存之后 并不代表所有的特殊血脉 都是和平分子 还有一些会犯法的特殊血脉人员 秦凡目前常驱在国内的职务 就是管理特殊血脉部门的总长 所以他比思皇更清楚 特殊血脉人员们的情况 例如闪闪 现在要去的那个幼儿园 就是近两年才开办在京城的一所重点幼儿园 专门收特殊血脉的孩童 以及表现天赋异禀的普通孩子 秦凡肯定私黄不清楚 这次收入幼儿园的孩子都有哪些能力 所以才用那句话忽悠住了闪闪 不愧是做演员的呢 这忽悠的本事高超到没有半点破绽 连停顿考虑一下的时间都没有 秦凡心里接着又骄傲地想 不愧是他的大宝贝 他的小皇帝陛下 一家三口温馨地来到幼儿园的停车场 这会儿外面已经来了不少人 都是大人带着孩子 气氛看起来很不错 思黄就在车里看到了这一幕 脸上也露出笑容 心底身体温暖和骄傲 如今时代的进步 以及特殊血脉活在阳光下 获得该有的公民身份和福利 这些都是大家努力还来的 这里面也有他的功劳 说明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付出了牺牲的人们 都没有白费功劳 以前思黄不大明白造神的目的 随着时间过去 偶尔和西同的聊天学习中忽然明白了 哪怕随着一代一代人的变化 使得造神的目的也变得复杂起来 但是造神最初为特殊血脉造福的本性 并没有消失 只是被一代代的人藏得更深 压在欲望和残虐之下 等到最后才会给所有人留下一线生机 这一线生机不仅仅是夏西同和思黄他们争取的 也是最初造神被创造出来就存在的了 只是这个浴火重生的过程 还是免不了惨重的代价 爸爸 神神看不懂思黄这个笑容的含义 拉着他的手扯了扯 表示不要再发呆了 该下车了 思黄对他一笑 牵着他的手一起走下车 清凡已经下车 等在了外面了 这次出门 思黄并没有做伪装 今年已经二十三岁的他 还是正直年轻 时间好像格外的偏爱他 不会在他身上蒙尘 反而越是时间的过去 更光彩照人 没有在舞台上和荧幕上 必刷存在感的高调 昭显自己每个角色的魅力 平日里的思黄无疑是低调的 只是再低调 也充满了内涵的魅力 被所有人注意到 外面人群立即响起了几声惊呼 没多久 思黄一家就成了人们的焦点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不说思黄本身作为巨星的人气 单讨三年前的那一场黄昏战役 以及思黄在新时代里所代表的含义 就足以让全球人民都谨记住了他 思黄是一个传奇 一个现代还活着的 行走着的传奇 闪闪也发现了人们的异样 他疑惑地看着思黄 得到思黄一个帅气又不是温柔的微笑 闪闪收回目光又去看人群 眼里的迷茫不浅 他知道自己的爸爸是男神 是个超级大巨星 还是个大英雄 很多人都喜欢自己的爸爸 但是在三岁之前 他都生活在京城大院里 很少外出 关于这些信息 他都是通过网络和身边亲人话语了解的 今天可以说是他第一次 亲身体会现实中 人们对自己父母的敬爱反应 他看不太懂 大人们那种态度 表达的是什么含义 不过他更确信了 自己的爸爸是男神 是大英雄 无比的高大上 闪闪慢慢地露出笑容 眼睛亮闪闪的 神情流露出骄傲 挺起自己的小胸膛 爸爸是大英雄 我就是小英雄 不能给爸爸丢脸 闪闪已经感觉到了 很多人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又去看看丝黄 然后试着去学丝黄的微笑 却发现大家看他的次数更多了 小心脏就有点加速了 我太聪明了 我就猜到 闪闪殿下可能会来上这座幼儿园 专门说通老爸 让我来送弟弟报名的 一个年轻女孩 脸庞发红 控制不住眼里的兴奋 她自以为 自己压低声量的话 没有人听得见 紧接着 又弯腰低头 去跟身边的小男孩说 弟弟 看到那个男孩了吗 以后 一定要跟紧他 抱住他大腿 小男孩 又懵懂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姐姐 奶生奶气地说 可是 他的大腿好短呢 我抱不住的 年轻少女 看着自己的弟弟 胖吞吞的身材 无语了片刻 不是让你真棒 好吧 说了你也不懂 你只要跟着他 以后他认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小男孩 瞪大了眼睛 眼睛弥漫着泪水 非常委屈 又艰难地说 那他 咬我的糖呢 这句话呀 倒是说得 特别地通畅 又有力 少女无语了 内心怒吼 朽木不可刁也 旁边听到两个姐弟 对话的人们 都不由得 发出了善意的笑声 其实 闪闪也听到了 因为 他们距离不算远 他的小耳朵 特别好使 还特意 去看了一眼 那个小胖墩 特别想对人家说 哼 我才不要你的糖呢 我自己有 还有 我的腿才不短呢 网上的大姐姐们 都说 我以后 一定会是 大强腿偶吧 这个时候 一个人 朝思皇一家走来 珊珊也看到 靠近的阴影 只觉得 随着来人的靠近 连空气 都好像变得冷了一些 她先看到 和她差不多高的 一个男孩 面无表情地 看着她 那眼神 全是打量和挑剔 别管闪闪 是怎么看出来 这个男孩子 眼神的含义的 反正 闪闪就觉得 这男孩的眼神 和其他孩子 不太一样 非要说 哪里不一样的话 大概就是 在对上 男孩的眼神后 闪闪的表情 也一下冷了下来 和她争锋相对 这就好像 右手 哪怕平日再懵懂 不过 天生就有着 狩猎者的本能 一旦察觉到威胁 就会竖起毛发 散发出 自身的威慑气场 两个孩子 对视只是 短暂的一秒 闪闪就抬起头 看到来人的模样 她喊道 都说说 今天的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 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波音 西小言 蓝山梦 作者 睡间彻 第六百九十六集 在闪闪两岁生日的时候 她就见过窦文青 窦文青听到声音 就低头 看向了她 大概两秒后 窦文青主动按下腰 伸手 摸了下闪闪的头发 怪 窦文青身边的男孩 脸色更冷了 青帆的脸色 也好不到哪里去 皮笑肉不笑 一段时间不见 儿子都有 窦文青站起身来 冷淡的 看了秦帆一眼 然后就对思皇道 我侄子 窦修盛 思皇的目光 落在窦修盛的身上 目测 这孩子 应该比闪闪大一点 有四岁了吧 鸟呀 思皇对窦修盛笑道 因为家里有个聪明的闪闪 所以思皇对于小朋友的态度 一向是温和带着适当的尊重 明明是又哄 又不容易被孩子察觉到 反而有种被他认真对待 平等交谈 又被宠着的感觉 窦修盛发现思皇是在跟自己说话 和窦文青有几分相像的冰冷表情 就变了变 目光闪烁地看着思皇 小脸上的表情根本就压抑不住 干干巴巴地说 你好 我叫窦修盛 你可以叫我盛上 思皇笑着点头 窦文青说 窦修盛是你的粉丝 啊 思皇扬眉 窦修盛小朋友的表情 更是维持不住了 似乎想解释 又不知道从哪里解释起来 偷偷地看向思皇 恰好对上他平和的目光 一股勇气升起来 就口不择言了 我是思生子 院长阿姨很喜欢陛下 我也看过很多陛下的电影 我知道 陛下是我的大恩人 这一串话说完之后 窦修盛本来就正红的脸 一下子就白了 他说了不该说的话 哪怕再早熟 窦修盛也还是个孩子 他的眼神变得很惶恐 眼泪水都冒出来了 却死死忍着 没有流出来 二爷说过 不能把自己 是私生子的身份说出来 这不仅对窦家不好 对他本身也不好 现在 他才好不容易出了孤儿院 被二爷带着来幼儿园 学习知识 院长阿姨也说 这是他的机会 要好好把握 结果 他竟然没多久就犯错了 小孩子 隐忍的表情 被思皇等人看在眼里 思皇稍微一想 就大概猜到了真相 对着窦修盛 微微一笑 我怎么成了 盛盛的恩人了 他的声色 在刻意引导下 轻易地 安抚了窦修盛的情绪 他受到蛊惑一样 安静下来 认真说 因为陛下 我才没有被人当成是小怪物 还能回家 能上学 思皇早就注意到 窦修盛 双眼的异样 那双眼睛 没有窦文青那样 异于常人的夸张 不过 也隐隐和常人不同 不难猜测 这个孩子之前 被遗弃在孤儿院 然后 在那种环境里 受到别的孩子的排挤 等到特殊血脉人员 被曝光了 再然后 和普通人共存之后 也就给了全球 特殊血脉 一个重获新生的机会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思皇拍了拍 窦修盛的头 后者露出惊喜的表情 让思皇想到了 自家的孩子 每次自己和闪闪亲近的时候 闪闪的样子 也特别可爱 这让思皇脸上的笑容 更轻柔了一点 道修盛 早就破冰的脸上 突然就红了 爸爸 嗯 思皇回看闪闪 更轻泥地 摸了摸她柔软的头发 记住人家名字了吗 哦 她叫少少 闪闪 闪眯眼笑起来 看向窦修盛说 我叫秦月安 以后你的老大 思皇一愣 一直沉默的秦帆 嘴角一翘 心底暗暗给自己的儿子 点了个赞 窦文青不动声色 窦修盛也傻了一下 然后瞪着闪闪 我比你的 她更想说 才不要你做老大 我会比你更出色 我的更多人的关注 比你更受喜爱 但是 抬头看了眼思黄 年幼的窦修盛 还是把心底的画 咽回去 她倒不是打小 心机就生沉的 知道也是目的 而是在孤儿院的生活 让她更懂得 察言观色 人情关系一些 她觉得 这些话 不能在思黄他们面前说 也不想说出 否认思黄孩子的话 要知道 思黄是她心中的大英雄 否定大英雄的孩子 就跟否定大英雄一样 这让她 说不出口 也不想让思黄不高兴 闪闪不回答 神情也无比的认真 秦家的教育 是霸道的 霸道却讲道理 又不会认死理 闪闪的心思很简单 她感觉 斗修盛 和其他孩子不一样 会用不一样的眼神 看自己 也会用不一样的眼神 看爸爸 这让她心里 有点说不上来的别扭 所以 她才要说 做斗修盛的老大 因为 小弟 要听老大的话 这样 他就可以叫 斗修盛乖乖的了 这时候的闪闪 还不明白 这种反应 可以称之为 狩猎者的本能 在察觉到 不确定因素的时候 就会去掌控 然而 斗修盛 也不是小绵羊一样的被捕猎者 双方明摆着 将会有一场 不一样的孩童会议 对此 已经有所察觉的三个大人 却都不劝说 也不阻止 对他们来说 看着两个出色的孩子 针锋相对 并不是坏事 要知道 男人之间的友谊 有时候也是打出来的 争斗攀比利用的好 反而会对人 有促进的作用 尤其是斗文青 和秦凡两人 早在斯黄没有察觉到的 一瞬间 对视了一眼 这一眼中 可谓是冰山撞了火山 瞬间爆炸 斗文青默默地 捏了一下 斗修盛的小手 一开始 他不过是不想 天赋异禀的斗家人 流落在外面 加上 斗家这些年 都没有出一些好苗子 他就好想亲自培养一个 还能看过眼的小辈来 当然了 斗文青 不是一个耐心特别好的人 所以 他的培养 不过是稍微上点心而已 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幕 则让斗文青 改变了主意 他要专心培养斗修盛了 此时 还是一个小包子的斗修盛 不会知道 正因为这一场的挑衅 反而让他获得了一个 一步登天的机会 这时候 又一个人 朝他们迎过来 是这所幼儿园的院长 院长的亲自迎接 让斯黄他们 想低调都不行 不过 对于这种特权待遇的出现 旁观的人们 并没有出言不满 在他们看来 斯黄他们 就算获得特权服务 也是应该的 就算没有特权 来让他们先报名 估计 真的要排队的时候 大家 也会自动给斯黄他们 让位置 报名的流程 并不复杂 院长直接让闪闪 和兜修胜入学了 什么测试都不用做 两人的岁数 相差了一岁 却还是被安排在了一个班级 就是小年班的S班里 这个班里 加上闪闪和兜修胜 一共才有12个人 其中 包括两人在内的 已觉醒特殊血脉的孩子 有5个 未觉醒 却确定有特殊血脉的孩子 有3个 还有5个 就是普通一点的孩子了 不过 这5个普通孩子 不仅出生好 最重要的是 他们一样 是各方面素质 很不错 尤其是智力特别出众的孩子 由于造神事件中 出现的白光熙 让大家都察觉到 有时候 普通人并不比特殊血脉差 就说 白光熙这人 明明没有特殊血脉 在智商方面和研究方面 简直让一群特殊血脉 都望尘莫及 如果不是他过于疯狂 身体素质不足 从而作为造神的核心之一 牺牲的话 最后 谁也说不清楚 他会走到哪一步 有了这些例子 再加上 现实实施的一些 特殊血脉 和普通人共存的理念 所以 S班里 最出色的特殊血脉 和普通孩子的 集合教育 这样呢 可以让他们早早习惯双方 以免出现排斥的现象 还有 则是建立圈子 人才的预备 默契 要打小培养 负责S班的老师 是个年轻的女人 她浑身 就散发着一股 令人宁静的气息 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 就能知道 这是个温柔的人 哎呀 这人好舒服啊 五宝的声音突然响起 斯黄 看着她从口袋里冒出来 赶出来了 啊 全球知道 比较冰超级红 一定会发现全都怪人 五宝将住身体 又认真 又委屈地 看着斯黄 他是偷跑回来的 在斯黄穿衣服之前 就偷偷钻进了她的衣服口袋里 一直藏着 一直不敢出声 就怕被斯黄发现了 然而 这个小坑货 却忘记了 斯黄是能感应到她的位置的 以为不出声 不冒头 就能瞒过去了 藏了一早上 五宝的耐心 完全耗尽了 这就冒了出来 啊 笛家 这人的气息 对动物特别有些眼泪 能轻上动物方向尽心的 五宝决定 用自己的知识 来转移斯黄的注意力 千万千万 不要再送她去跟六顺玩了 五宝却不明白 斯黄一直没有拆穿 她藏在口袋里 就表明了一切 只要她不傻傻地作死 嗯 斯黄想到 闪闪身上属于自己 和秦凡的血脉 不知道算不算动物 不过 既然连她看到这个女人 都觉得舒服 想来 闪闪也不会排斥 果然 现场这些小朋友 看到新老师 都没有胡闹 看样子 相处的气氛不错 因为一开始 就要培养孩子 熟悉新环境 父母不能待在现场 以免让孩子 有依赖心理 所以 斯黄他们 就暂时离开 小朋友活动的范围 大人一离开 名叫孙和的女老师 就让小朋友们聚在了一起 互相介绍自己 闪闪被点名 作为介绍自己的第一位 她一站出来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不仅是她的长相精致可爱 重点是 就算是小朋友们 都认识这个真正的王子殿下 虽然 斯黄不是主席 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 她的影响力 到底有多大 再加上秦凡的地位 闪闪的身价 可以说是 比真正的王子 还要尊贵 面对这些同龄的小朋友的诸事 闪闪 有一瞬间的紧张 不过很快就冷静下来 她就好像天生就有着 和她名字一样的本事 遇到什么样的环境 都能飞快地适应 完全就是 欲强则强的类型 这时候 她就昂首挺胸地 站在一群小包子面前 平静而认真地介绍自己 每个人都在看着她 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 闪闪也把每个小朋友看清楚 目光突然撞入一汪 清末潭水里 清澈地稚嫩又甜尽无害 懵懵懂懂 神神一时间盯着半天 都没有离开过眼 今天的节目就过奖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波音 西小言 阑山梦 作者 水千彻 第697集 这双吸引了闪闪的眼睛主人 在一群小包子里 非常的不显眼 因为它很幼小 被小包子们都遮住了 只不过 一旦你注意到它后 就会轻易地被它吸引住了 尤其是对年幼的孩子们来说 这是一只乳白色的毛科生物 身上没有一丝的杂色 唯独脑袋上 有一点浅褐色的条纹 位置长得特别有意思 就好像两点向下斜着的眉毛 显得特别的无辜忧郁 衬托着下面的一双 圆溜溜的眼睛 也变得格外无辜 好像时刻都在受委屈 生无可恋一样 它大概几个月的猫咪大小 窝在一个垫着软垫的竹篮子里 毛茸茸的下巴 搁在自己的双掌上 眼睛往上瞧着 正是在看闪闪 一群小朋友中 看到这样一只特别的小萌物 闪闪忍不住就多看了几眼 血统里的高人一等 让她看这小东西 产生了奇怪的感应 幼年的闪闪 不懂这是高一等的血脉 对幼小的怜爱 以及狩猎者 锁定美味猎物的本能侵略 此时的她就觉得 这小东西挺好看的 闪闪的介绍结束 迎来一片的巴掌声 这里的小朋友 都不是平凡人 智商超长的他们 早就明白 闪闪出身 所代表的含义 哪怕是仇富 或者讨厌特权的孩子 也不会讨厌闪闪 因为 思黄和秦帆的权势 来的过程太艰辛 连他们这群小孩子 都明白一些 还被身边的大人们 一再地叮嘱 一定要和闪闪 打好关系 斗修盛 大概是小朋友里 对闪闪敌意最深的一个 不过 她的敌意 也不是恶意的那种 而是光明正大的 要和闪闪 一争高下 闪闪回到人群后 其他小朋友 接着一个个地介绍自己 这介绍 全凭小朋友们 自行发挥 说自己的名字 说爱好 说未来都可以 也可以不说自己出生 自己的来历 例如闪闪介绍的时候 就没有介绍 自己的爸爸妈妈 但是 就算她不说 大家都知道 在大家介绍的时候 闪闪认真听着 她记得爸爸他们的话 要和小朋友们好好相处 还有自己去发现 他们的不同 直到最后 孙河老师亲自过来 把篮子里的猫科生物 抱了起来 闪闪闪 闪闪和其他小朋友的目光 一下子都被吸引了过去 啊 猫 老师 为什么要抱她呀 我家也有猫 白白的 老师 我也可以把猫 带过来养吗 小朋友们 因为这个意外 开始议论纷纷 面对他们的疑惑 孙河抱着小白猫团 温柔地 对一众小朋友笑道 这也是你们的同学哦 不仅是其他小朋友 连闪闪也惊讶了 孙河 把小白团的脸 对着他们 他也不是猫 是小白虎 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小朋友脸上的表情 就更惊讶了 一个个 瞪着好奇的眼睛 往小白虎看着 面对这么多双 单纯好奇的目光注视 小白虎 白色的睫毛抖了抖 看起来 好像是害羞了一样的低头 闪闪眨了眨眼睛 困惑地歪头 为什么 小白虎低头前 他觉得 小白虎的眼神 好像是在鄙视人呢 就好像妈妈 看豆叔叔的时候一样 她的名字叫文威 今年两岁 是你们里面 年纪最小的小妹妹 身体还很虚弱 所以大家要好好照顾她 不要欺负她 好不好 孙和鼓励道 小朋友们 不急地应当 孙和这才把文威 放回了篮子里 再亲手 把篮子抱起来 今天 是幼儿园 第一天开学的日子 孙和没打算上课 重要的是 让小朋友们 先熟悉身边的人 和环境 孙和 作为这S班的老师 心里其实 还是很紧张的 要知道 这个班级里的小孩子 个个都身份不凡 他没有什么背景 能做上这个职位 还是因为 身怀特殊能力 恰好适合而已 孙和知道 这是他的机会 一个飞快 登上人生巅峰的机会 所以 就算其中的难度不小 说不定 还有危险 他还是毫不犹豫的 就应下了 这个工作 谁知道 这些孩子 年纪虽小 个个的教育 都很好 又聪明 带起来 并不难 让孙和不由的庆幸 幸好 自己没有害怕地 推掉这份工作 这些孩子 必然会成为Z国的将来 到时候 作为他们的幼儿园启蒙老师 自己的地位 还会低吗 孙和一想到这个 对待这群孩子 就更加用心了 虽然 他心怀目的 却不是大恶 也没有刻意利用 闪闪这群孩子 来做什么 对于孩子的喜爱 又是真的 所以 本身散发出来的善意 也更明显 这才没有被孩子们排斥 其实 孩子们对善恶的感应 比大人更敏锐 之所以容易上当 不过是因为单纯 不懂其中的含义而已 经过半天的熟悉之后 孙和就让小朋友们 在一定的范围内玩耍 自行熟悉了 闪闪无疑 就是个聚光点 他一出生 就环绕在身上的光环太多 吸引无数大人小孩的关注 现在 老师一说自由活动 一个个孩子 就朝闪闪围过去 哥哥 我叫戴米 戴米里格 一个深宗刺头发的小女孩 朝闪闪凑过来 她的长相也非常的精致 因为年纪还小 所以 西方的特征 还不是特别明显 一头自然卷的头发 和肉嘟嘟 粉嫩嫩的小脸 开朗得 像一只奔跑在草原上的小迷路 闪闪知道她 在她介绍的时候 就特别关注了一下 尤其是 看到她翠绿色的眼珠子 就知道 她的血统是什么了 哥哥 戴米的身陷软糯 发现 闪闪没有排斥自己 就想伸手 去拉着她 闪闪随她 拉住自己的袖子 其他孩子 一看到戴米成功靠近 也一个个地跟过去 小孩子 比大人更喜欢机体行动 见大部分人 都凑在了一块 剩下犹豫的人 不想显得孤立 自然也过去了 最后 就剩下斗修盛 还在原地一个人 见到被大家围着的闪闪 她低声哼了哼 决心不去奉承闪闪 在她看来 闪闪受欢迎 那都是得意于父母的出色 她才不会去奉承秦玉安 除非秦玉安 真的比她要更厉害 小小的斗修盛 认真地想着 她忍着 不去闪闪那边的情况 一个人低头 走着 思考着人生 却不知道 她这副样子 落在孙和的眼里 有多可怜 孙和走到斗修盛面前 停下 柔声说道 圣圣 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玩呢 是哪里不舒服吗 斗修盛 抬起头 小脸绷得很紧 小小年纪 就有酷哥的架势 哼 我不和秦玉安玩 如果是以前的话 她不会这么直接说话 因为 在孤儿院里 她被小朋友们 认作是小怪物 想要好好地活下来 就必须要利用 院长阿姨的恋爱 所以 她会假装弱小 有些话 也会憋着不说 这本不是十几岁的小孩子 就会掌握的心机 但是 人的潜能 是无限的 在环境 和人为的逼迫下 人本能就学会了 求生的技能 然而 在被带回窦家后 被窦文青 亲自教导了几天 得到了窦修胜 这个名字的那天起 窦文青就对她说 从今以后 你是窦家的人 不准软弱 不准胆怯 不准退缩 你有骄傲的血脉 就必须有傲骨 有傲气 有些骄傲的资本 是人给的 更多的 却是需要 自己去争取 年幼的窦修胜 并不能听懂全部 但是 她明白一点 她已经不能像 以前那样活着 她必须活得 更骄傲 更自我 也可以活得 更骄傲 更自我 就好像 秦玉安那样 窦修胜 想到闪闪 那种自然而然的 鹤立鸡群 被所有人注视 也自然而然 接受的反应 那是自小就把傲慢 融进骨子里的淡然 因此 她才会这样 回答孙和 她不想和秦玉安 一起玩 所以 不去加入 他们那个群体 就这么简单 孙和惊讶地 看着窦修胜 忽然想到 一些八卦传闻 腾月集团的窦儿爷 和思皇 似乎有些过往 和秦爷的关系 不太好 上一代 影响下一代的情况 并不少见 那 孙和想了想 把怀里抱着的篮子 递向了斗修胜 圣圣和薇薇 一起玩怎么样 斗修胜 一看到篮子里 好像虚弱到不行的 小白团子 一针恶然 这怎么玩呀 孙和发现 她的变脸 笑容更深了 薇薇是血脉 很特殊 幼年期 很虚弱 所以圣圣 要好好照顾她哦 我 斗修胜 想拒绝 不过 看着那小小的一团 乳白乳白的 毫无杂色 尤其是抬起头 那有趣的 窘字眉 让她心脏 跳了跳 孙和说 薇薇很乖的 她还很懵懂 但是 对人话 能听得懂一些 不喜欢动 也不会伤害到人 见斗修胜 盯着小白虎不放 她心想 小孩子 怎么可能 不喜欢这样的 小萌物呢 又不忍心 斗修胜 真的是一个 孤零零的 她故意怂恿 难道圣圣 害怕 薇薇吗 我不怕 斗修胜 找了个台阶了 伸手 把篮子 接过来 孙和顿时 笑出了声 斗修胜 把篮子接到手后 才反应过来似的 傻了 望着孙和离开的身影 张嘴 想说什么 就闭上了 不想让别人发现 自己的无措 此时 在篮子里的文威 也懵逼了 傻乎乎地 瞪着眼前 斗钉大的小包子 今天的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妍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有声小说 重生之国民男神 波音 西小言 阑山梦 作者 水千彻 第六百九十八集 对于以前的记忆 文威 已经不太清楚了 就好像是 这只小白虎的身体 限制了他本身的智商 把他记忆压制得很模糊 不过 有一点 文威却是记得非常清楚 那就是 自己是个成年人 重点是人 在穿进这个白虎身体之前 他绝对是个货真价实的人 他还记得 自己在看一本 名叫国民男神的小说 由于完全着迷进去了 一看 就是一整夜 到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实在是感觉到疲惫了 才站起来 去冰箱拿了一瓶可乐 决定继续分战 文威一边喝着可乐 一边看了一下完结字数 再次确定 这本书是完结之后 整个身心都是轻飘飘的 心想 这次精神粮食 可以吃得饱饱的了 目前 他才看了一半 正是男主 不是 这是女主思皇 闯荡娱乐圈 最风光的时候 看得他可谓是激情澎湃 恨不得现场去围观 不知道现在留言 还能不能被作者看到 文威 难得想为一本小说 留下记号 以前他看书 都是不留记号的 既然是要留记号 那当然也想自己的心意 被看到 被关注到 因此 文威耍了一个小心机 故意假装黑粉 洋洋洒洒 写下了一千字长屏 把目前看到的角色 都吐槽了一个遍 陛下完全玛丽酥 颜值不现实 小麒麟鸡肉男 想象不到男神范 四爷出现 总莫名其妙 就是个鸡肋 小冰块是斗逼嘛 喜欢萌物什么的 一点都不符合他 冰山霸道总裁的人设 呃 PS 这里呢 是西小燕本体 听到这里的听众宝宝们 不要被他带坏了 不要假装黑粉 不要去批斗我 留言 一定要留好的 我看见 我会回复你们的 哪怕我没有回复 我也是看到了的 千万不要学他 千万不要学他 文威以为 这个评论 估计要到第二天 才有机会 被人看到 他却不知道 本文作者 也是一个夜猫子 他的绞心机 也成功引起了 作者的注意力 几分钟后 作者的回复来了 作者回复 请 爱得如此深沉 小别臣 都喊得如此娇羞 只是 吐槽有风险 黑粉需小心 看文要看完 晚安 文威有种 自己的小心思 被看透了的感觉 后知后觉 那些角色 小称号 把自己的真爱 完全暴露了 他看着作者回复 心里还别扭地反驳 风险 小心 怎么可能 突然 下一秒 文威眼前的字体 突然发花飘浮 脑袋一白 就倒在了电脑桌前 不省人事了 等文威 再次有意识的时候 光记得清楚 自己醒来之前的事情 然后发现 自己的身体患了 变成一只 猫磕生物 他正躺在一个 类似科幻电影里的 玻璃舱里 很多线路 连接着自己 还有个穿白大褂的人 也在走来走去 文威惊触了 卧槽 他穿越了吗 人的身体 没有了不说 还直接变成了 研究小白鼠 要不要这么惨呀 遇到这种情况 文威自然要挣扎 结果他发现 更惨的状况 就是他的身体 虚弱无力 连动一动都困难 幸好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让他松了一口气 明白自己的命运 没有那么悲惨 这群白大褂的人们 发现他醒来后 竟然露出高兴的笑脸 他们说的语言 是中文 所以文威听得懂 太好了 他的生命力正在恢复 他的血脉 也慢慢转向稳定了 看情况 副作用不会很大 这是奇迹 如果他的血脉 能够持续激活提纯 以后恢复成人的模样 也不是没有可能 就算不能成人 他的智商也偏向人类 以后能成为 人类的好伙伴 在这些人的谈话中 文威心底 生起了希望 他还能成人 没有比这个 更重要的事情了 原以为 自己还要在这个 类似实验室的地方待着 为他们做更多的 检查和实验 文威还自我安慰打气 告诉自己 留得青山寨 不愁没柴上 只要还活着 就有机会离开 最好的 自然是恢复成人形 然后 后面发生的一切 让文威明白 是自己想多了 她被一个女性白大褂 抱着离开了实验室 到了另外一间 更人性化的房间里 不仅有床 有桌 还有电视 后面的几天 她都被女性白大褂照顾着 吃的喝的 外加启蒙教育 这一切 让文威明白到 自己并没有生命危险 对方看样子 也没有要伤害自己的意思 难道 我穿越到了兽人世界 还是未来的外星 当某一天 文威虚弱的身体 终于能做一些动作后 她用遥控器 打开电视机 看到了电视里 出现的盛世美颜 整个虎都懵逼了 满脑子都说 我操 啊 这不可能 等我 先 说我点点瓶 再考虑别的 再刷瓶 电视里 传来主持人的声音 立下又出新专辑 第一天就横扫个个榜单 大家都很期待 您的巡回演唱会 高清的夜镜电视里 镜头出现的那张脸 上文威 瞪圆了胡言 满眼都是惊叹痴迷 嘴巴都微微张开 当思黄一开口 声音透过电视 自带的音质冒出来 小白虎的耳朵 跟着抖啊抖啊 看得刚刚开门进来的 女性白大褂 都忍不住笑了 然而 对方的笑声 都没有打断文威的沉迷 她既是沉迷于偶像 真是出现在 自己眼中的惊喜 同时 脑子 已经是一片江湖 全是震惊 和茫然 怎么会有丝黄 这不是未来科幻吗 男生陛下 怎么会在电视里呢 还有什么 巡回演唱会 陛下 不是才进军歌台没多久吗 哎天啊路 我到底是穿进哪里了呀 等等等等 还是多看几眼陛下再说吧 我要陪闪闪过身世 四皇亲笑道 那笑容温柔的 让文威忍不住 嗷嗷嗷的奶音都叫出来了 只是 闪闪是哪知 这是陛下的话 男主 不是清凉凉吗 怎么又冒出来个闪闪 还打听广众之下说出来 陛下 难道一清别恋了 不会吧 我的陛下 就算是一清别恋了 肯定也是 秦亮亮哪里做错了 不承认自己是 金闪闪的某只真爱粉 内心如此肯定着 对于四皇的回答 台下出现观众们的尖叫声 以及遗憾声 接下来 主持人又问了四皇几个问题 还有关于全球评选出来的 第一男神和女神榜单 这两个榜单都被四皇占据着 我陛下 不愧是个奇迹 文威看着 心里自豪地想着 下一秒 她回神过来 等等 陛下 怎么成女神了 大家的反应 怎么都这么淡定 女性白大褂 欣赏够了猛宠的一阵蒙太后 终于走了过来 把茅坛上的文威抱起来 笑道 已经可以走路了吗 看来恢复得不错呢 文威被她抱起来 就真的冷静下来了 然后冒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她没有想错的话 她可能不是穿到了什么 寿人或者未来外星世界 而是穿进了国民男神 这本书的世界里 至于有些不合理的存在 不是世界出现变异 就是国民男神 就是这样发展的呀 怪只怪自己 还没有看完呢 为了确认 自己的猜测是真的 文威开始 在女性白大褂怀里挣扎着 对着她身后的电视 用虚弱的嗷嗷声 来表示自己的意图 别动 别动 小心点 女性白大褂很温柔 她回头看向电视 紧接着诗笑道 连你也喜欢四皇啊 想看就看吧 女性白大褂 把文威放回了毛毯上 还陪她一起看电视 一边不管文威听不听得懂 跟她亲身说 是不是觉得很好看 她的名字叫四皇 粉丝们都喜欢叫她陛下 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等你再长大一点 应该就能明白了 可以去看四皇的作品了 文威为了让她说更多 用自己的小身子去蹭蹭 女性白大褂 似乎看懂了 她是新时代的创立者 因为她 才有我们现在的生活 让我们这些特殊血脉 可以活在阳光下 说到这里 女性白大褂的神情 变得格外认真 望着电视里的眼神 也尤其深邃 温情 如果是以前 像你这样 肯定会被人当成妖怪 做研究官起来 或者被打死 但是现在 却可以受到保护 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 被照顾 这些都是四皇他们带来的 小可爱 要记住哟 文威愣住 她看看电视 又看看女性白大褂 前一刻 她还在想 这不过是书里的世界 对于她来说 这到底是虚幻的 每个人 不过是她看过的一本书里的角色 哪怕再爱也一样 然而 这一瞬间 在看到女性白大褂的眼神时 文威忽然觉得 有那种想法的自己 在这个世界里 才是虚假的那一个 这里的每个人 都是真实而丰满的 他们有自己的情感 丰富的情感 哇 文威滴滴应了一声 她想出去了解这个世界 最重要的是 她想去亲眼看看陛下呢 作为一个心境粉丝 男生离她这么近 她都快要控制不住 自己内心的洪荒之力了 从这一天后 文威就努力表现 自己已经健康 天天有时间 就要看电视 为的就是了解情况 还有 看陛下的盛世美颜 终于 文威被带离了这个房间 被植入公民身份证的 生物芯片 选名字的时候 她还自己用自己的爪子 在虚拟字典上 点出来的 在外人眼里 只会觉得 她是随意乱点 离开援助所的文威 被送到了京城 希望幼儿园 开学的第一天 睁眼就看到某个满身光环 金光闪闪的小包子 好啦 到这里呢 国民男神就全部完结了 感谢大家那么长时间以来的支持 陪伴 尤其是从我刚开始更新 就一直 跟着走过来的宝宝们 这本书完结以后 其实我还蛮忐忑的 我很害怕 我接下来的书 你们还会不会喜欢 还会不会跟着一路走下去 那么 我当然是希望 你们都能喜欢我 都能陪伴着我 如果喜欢我的宝宝呢 可以点一下关注我 然后去到我的主页 可以听到其他的作品 还有 既然都听完了 不要忘记 就是为这本书打分 评价 记得给我十分的好评哟 那么 所有的金城闪门 到今天为止 那么 我陪伴大家走的路 也就结束了 希望以后 你们都能遇到 生命中的男神 拜拜 不要烟火 不要心狂 只要问问 内心的想法 在我的世界 可有个角落 是你不曾懂的人 也许我是一道微光 却想要给你灿烂的光芒 宁愿让我受伤 在黑暗的夜晚 静静的温暖 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言 可以关注我其他作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人的您能开头 是吗 我中间的意思 是你灿烂的 你想要你灿烂的 我也有不是 有声量员的 我希望你灿烂的